第0792章 黄忠礼 极品灵根 先天太出根本气 时间之道 虽然先前对这黑种有无数种猜测 但此时此刻 徐军明才知道 自己到底得到了什么样的宝贝 本尊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忠礼 太义真君的声音中带着颤抖 徐军明深吸了口气 脑海中回忆先前所见 神色仍然难掩激动 而且还是一株蕴含时间之道的 极品先天灵根 传说中 这东西不早就在太古时代就消失了吗 怎么还能落入我们手中 不管因为什么 现在这宝贝是我们的了 徐军明肯定道 太义真君也重重地点了点头 这可是传说中的天地第一灵根 黄忠礼 比人水盘桃 菩提树 苦竹 扶桑树等都要珍贵 真正可以拿来镇压一方 大教器运的天地重宝 而且更为难得的是 他还是一件蕴含时间之道的极品 先天灵根 无疑更显宝贵 这次真是赚大了 太义真君兴奋到 徐军明点头后 伸手一指 一道淡紫色的光芒 笼罩太义真君 后者脸色微变 修行者的灵觉敏锐异常 他清晰地感应到了 周围的时间流速 好像变快了 徐军明右手一掐 太义真君瞬间感觉 自己周围的时间变得慢了很多 几乎是正常时间的三倍 看来你已经参悟了时间法则 徐军明点了点头 可惜刚刚我参悟时间有限 如今只能把时间加快三倍 或者放慢三倍 三倍的话 只能起到一些辅助作用 难以拿来对敌 辅助作用也好 如果拿来修炼的话 我们便有足够的时间 来应对佛门东传 徐军明道 太义真君眼睛一亮 如果你参悟的时间法则 能更进一步的话 我们岂不是有数万年的时间可用 呵呵 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以我们现在的修为 原阳悬先之下的时间法则 对我们基本没用 法力一开 恐怕就崩溃了 徐军明摇头道 如此说来 这时间法服也太鸡肋了 如果真的是鸡肋 就没有时间为地 空间为王的说法了 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 只要我把时间法则 参悟到太义天仙的境界 我们就能够得到 十倍于现实世界的修炼时间 境界越高 对我们的用处越大 更高的境界 好处越多 这我当然清楚 关键是 你什么时候 能把时间法则 参悟到太义境界 如果花上数百上千年 不是鸡肋是什么 没你想象的那么难 有青铜镜辅助 又有眼前这个黄钟礼 作为参考 百年时间 我就能把时间法则 参悟到太义境界 徐军铭自信道 你有把握 当然 徐军铭伸手一招 拖着千丈之巨的黑色种子 以及小和才冒尖尖角的黄钟礼 来到天外神山 九千里的庞大世界 已然接近小千世界的巅峰 设下重重进法后 徐军铭把黄钟礼 种在了天外神山最高峰 重山山顶 为什么不把它种在造化灵岛 太义真君问道 后天混沌之气 太过于狂暴 造化灵岛中那些灵药 九成九都无法销售 可惜 这些灵气了 如果拿来反补灵药 就算是那些下品 先天灵根 也能缩短三分之二的成熟期 如此一来 我们就能练出更多的丹药 增强重山一门的实力 尤其是我们的实力 黄钟礼虽然只是出生 但先天灵根礼 轻化着的能力 已经出入端倪 吸纳了巨量的后天混沌气候 仍然有大量纯净的先天灵气散开 而且这些先天灵气的质量极高 完全是太出级数 不管是拿来修炼 还是蕴养灵药 都事半功倍 天外神山的壮大 对我们一样有好处 太乙真君摇了摇头 孰轻孰众 我想你比我更清楚 徐军明莫然 他当然清楚 因为青铜镜的关系 整个崇山书院嫡传弟子 普遍道行高于法力 如果有足够的丹药来增进法力 崇山书院实力 必然十倍百倍的提升 到时再服役时间法则 千年时间 未必不能带出一家 媲美帝仙界佛 到两门的庞然大物 把老二老三招回来 以四项剑阵 封住天外神山 禁止他继续壮大 而后抽取灵气 供养造化灵岛 太乙真君臣声道 徐军明沉阴片刻 不用那么麻烦 只需封住崇山周围万里即可 太乙真君眼睛一亮 对啊 我们只要能聚拢灵气就够了 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徐军明随手一挥 把两仪微尘镇的镇图给了他 这东西从蜀山峨眉派手里得来后 就跟四项剑阵一起 被他拿来封锁蜀山世界 后来 整个赤县神周 融入崇山世界后 这张镇图就闲了下来 数百年来 徐军明已然把他祭练成了夏品 太乙仙宝 以他的玄妙 别说是封住这座万里崇山 就是整个天外神山也够了 徐军明左掌摊开 云雾环绕的崇山驹飞了出来 就以磁宝压阵 把反馈的先天灵气 导入造化领导 嘿嘿 看我的 太乙真君随手一挥 两仪微尘镇图 瞬间飞上半空 灵光大方 道道锐彩绽放开来 很快便笼罩方圆万里 整座崇山都被封在了中间 不是徐军明不想缩小 而是再小的话 受后天混沌之气冲刷 这镇图也未必能坚持住 布置好了大阵 不过片刻 大阵内的先天灵气 便浓郁起来 连忙把崇山驹置于中央 古杖的灵气 仿佛找到了出口 一股脑的蜂拥而入 看到这里 徐军明和太乙真君 齐齐松了口气 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笑容 要不了多久 造化灵岛上便雷霆阵阵 到处都是掌够了抵御 杜劫的灵药 太乙真君高兴到 受造化灵池中 造化灵气酝氧 造化灵岛中的灵药 本就品质提升了很多 如今在受着先天 太出灵气补役 无疑缩短了蜕变的时间 看来日后 我要天天待在天宫殿了 太乙真君翻了个白眼 上百年了 除了分身 你这本尊 什么时候去过天宫殿 徐军明淡淡一笑 没再开口 第0793章 南部主事 先生 真君 这是刚泡好的茶 一身轻衣的许娇蓉 端着茶盘过来 把泡好的茶水奉上 不用给那胖子 他喝酒不喝茶 徐军明道 谁说的 五爷我偶尔喝喝茶 亲亲口不行吗 说着把茶杯接了过来 许娇蓉很本分 做完事情后 便退了下去 对于如今的日子 他很珍惜 虽然每日打扫庭院 照顾那些花草 做饭主菜并不轻松 但比先前自己一个人 操吃一个家的时候 轻松了不知多少 而且 尽管他没像弟弟那样 成为先生的弟子 可也蒙先生看中 赐下了一门道法 如今修炼下来 只觉越发的身轻体健 活力十足 成仙不敢想 但就算长寿 许娇蓉也知足了 看他远去 再看看盘坐在石榴树下 面朝东方 闭目打坐的孙时和许轩 他以真君审视片刻后 一口喝了杯中茶水 许轩 许娇蓉 不会真是那个白蛇转中的许仙吧 我算定他未来有一场情节 不出意外 就是他了 徐军明淡然道 你不准备干涉 干涉什么 我崇山一门 教义就是万灵平等 如果干涉 岂不是自打嘴巴 当然 若是虚情假意 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个猴子呢 一个太极级别的先天神灵 与其加强佛门的势力 还不如坐崇山树苑的护法神江 至于西游 无论如何都要插上一手 徐军明目光深邃 你有主意了 不可说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原本兴致勃勃的太乙真君 瞬间露出一脸便秘之色 刚要开口 却突然停了下来 这么多人 看来 静业司对这里很重视啊 太乙真君笑道 前前后后 在这里都舍了上百人 天仙都有三位了 再不重视 就是脑子有问题 就是不知道 这来的人是谁 秦夏不久知道了 徐军明点了点头 来了 咚咚 清晰的敲门声响起 大齐静业司南部主是非 孝城求见 哼 这是打算先礼后兵吗 太乙真君道 齐国静业司 除了两位司主 下面共有东 南 西 北四部主是 这费孝 成身为南部主是 想来 在静业司内也有 几分分量 勉强能见上一件了 屈指一弹 紧闭的院门 轰然打开 进来吧 清悦的声音 让沸笑成心中一阵 看着面前洞开的院门 脸上多了一丝犹豫 过去不足两个月里 近百位 静业司金 银 铜 铁 四级铁位 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 这院门中 虽然他的修为 已达原样真先后期 但也不敢保证 走进去后会毫发无伤 但此时此刻 却由不得他继续犹豫 深吸了口气后 迈步走了进去 穿过门厅 绕过隐蔽后 便是一个宽敞的大院子 除了南边的院墙 正对面 坐北朝南五间大瓦房 两侧各有三间厢房 中间空地 约有小两百坪 很是宽敞 轻石铺地的院子中间 靠近右侧的位置 栽种了一株高近两丈的石榴树 高大的石榴树 亭亭如盖 枝叶色如翡翠 生机旺盛 耀眼的烈日 穿过树叶的缝隙 撒下点点金斑 石榴树下 一个七八岁左右的 总角童子 一个身穿轻袍的 五尺金毛猴子 盘膝坐在石铺团上 此刻正两耳不闻窗外 是精心打坐 那孩童气息很薄弱 显然刚刚踏入修行之道不久 反倒是那猴子 身上不仅没有钉点妖气 反而道气昂然 根基深厚 显然是此间主人精心培养 看到他 肺笑成神色有几分复杂 一开始就是因为他 静叶丝才会越陷越深 以至于到现在 彻底难以回头 现在看来 这根本不是那些 愚妇愚妇传闻中的妖 只是此间 主人的弟子或灵宠罢了 如果一开始就能弄清楚这些 何至于 像现在这么被动 心下暗自摇头后 肺笑成朝左前方看去 一张石桌旁边 各自坐着两个道人 左侧身穿轻袍 身材高大 相貌雄奇 气质沉稳威严 右侧身穿大红道袍 身材肥胖 脸型圆润 极具喜感 从这二人身上 他感觉不到丝毫修炼的痕迹 但越是如此 越能说明对方的修为 远在自己之上 毕竟淡探气质 就知道这两人非同一般 至于旁边的女子 直接被忽略了 左右不过是一个 刚刚入道的小姑娘罢了 靳叶司南部主师费笑成 见过徐先生 舍了那么多 靳叶位 靳叶司早就从周围众人口中 调查到了不少 关于徐军明的情况 你兴师动众而来 怎么到了最后关头 反而以理相待了 莫不是打算先领后兵 费笑成心中一惊 连忙道 先生误会了 我靳叶司 绝无此意 只是在下深知 先前双方之间的龌龊 只是一个误会而已 令高足 绝非妖怪 所以 在下此次前来 便是为了双方 能解开这个误会 兵士前贤 同修就好 你倒是实时务得很 不过 你靳叶司几次三番打上门来 本尊若是因为 你几句是好之言 就此结果的话 那以后 我重山书院 还如何在修行界立足 随着话声 徐军明氏 放出自己一丝气息 刹那间 费笑成只觉一股 珊瑚海啸般的庞然气息 轰然笼罩下来 这一刻 他仿佛一艘小舟 在无边无际的巨浪中颠簸 只要稍不注意 便会轻负 好在这感觉来得快 去得也快 费笑成看着那青袍人 神色中满是骇然 从那气息中便可知道一二 对方绝不是他以为的 原阳玄仙 而是原阳惊仙 甚至太乙境的至高存在 这一刻 他再也没有了 丝毫侥幸之心 就算是原阳惊仙 那也是他惹不起的存在 甚至整个齐国 也要好好掂量掂量 若是太乙境 费笑成只觉得 此刻自己腿有些软 吞了口唾沫后 小心翼道 不知徐先生 如何才能原谅我等过师 本座也不是不讲理的人 只需齐国把锦州 让与我崇山书院做道场变好 什么 费笑成大惊 他绝没想到对方的胃口如此巨大 整个齐国有十二州 而锦州是其中面积最大的一个州 背靠纵横两亿九千万里的锦山山脉 纵横一千两百万里 东西八百万里 占据了整个齐国七分之一的土地 可谓广大 但就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 却只有五百亿里数 可谓稀少 之所以如此 还是因为锦山中的妖族 庞大的锦山妖族 数以千万计 尤其锦山妖王 更是太乙境界的大妖 强横的实力 让锦山周围七个大小国家 无不深受其害 即便如此 齐国也绝没想过舍弃这片土地 深吸一口气 徐先生 就算静叶司上下 尽死于此 我齐国也绝不可能答应 如此无理的条件 答不答应 还要看齐国国军 你只需把我的条件传达就好 废孝成神色变幻 他承认对方说得不错 答不答应 齐国国军说了才算 我齐国上下 绝不会放任国土被割占 先生执意如此 不怕我齐国上下 群起而攻之吗 不怕 干净利落地回答 让废孝成神色一致 不过 若事儿等不想割土 本尊也不会强人所难 废孝成神色一喜 但很快有遍体兵王 只需让我崇山书院 开遍齐国之下 每一座县城 小儿一满六岁 必须入我书院求学 如果说前面的条件 只是失去一周之名 但后一个条件 就是摧毁齐国的根基 用脚后根也能想清楚 从崇山书院毕业的学生 怎么可能还心怀齐国的设计 若是答应这个条件 前后不过半甲子 只需崇山书院登高一呼 天下再无齐国 告辞 废孝成明白 双方之间再无缓和 所以也不想继续浪费时间 你不情下他 徐军明摇了摇头 无所谓了 总归只是一小族而已 一起擒拿也就是了 太乙真君一愣 你不又让我去吧 这里还有人比你更合适吗 任老二那小子 整天闲逛 把他喊回来不就行了 现在 他是玉帝清风的 两仪荡魔仙君 驻留九天仙界 轻易不会回来 徐军明微笑道 太乙真君惊讶道 他怎么跑仙界去了 还成了玉帝的狗腿 若是让他听到你现在的话 免不了你们又要大闹一场 七 我会怕他 徐军明微微摇了摇头 地仙界中 仙庭虽然不如道门和佛门 却也是仅次于两者的大势力 挂一个天庭的名头 很多事情便好做得多了 太乙真君多少能猜到他的想法 大闹天宫 佛门东传等大事件 注定绕不开天庭 若是在其中安插一枚棋子 便能够准确地把握此间脉络 早早布局 乱中取胜 而且通过天庭 也能尽可能地早些窥视此界隐秘 弥补众人见识上的短板 看来只能我跑一趟了 太乙真君道 切记携天子以令诸侯 我们暂时还要借七国这张皮 来夯实跟进 真要这么麻烦 以我们崇山一脉积蓄的实力 横扫其国倾而易举 决定棋局胜负的 往往是第一步落子 所以我宁愿慢一点 谨慎一些也绝不求快 而且你别忘了 这里是地仙界 我们的实力 还远远够不上此界顶尖 徐军明冷静道 太乙真君点了点头 按照你的意思 先从锦州开始 不错 先睁边角 再取全局 徐军明点头道 看来以后 我要坐镇寒丹了 第07有四章 师徒三人 看着不远处 亭亭如盖的石榴树 徐军明脑海里想的 却是自己在齐国的布局 以太乙真君 太乙天仙巅峰的修为 再加上太乙圈 这件中品先天领宝 就算碰到太乙金仙 也能全身退 而齐国别说是太乙金仙 就是太乙天仙 也一个没有 所以他出面 降服齐国朝廷 基本没什么问题 接下来就是锦州 虽然具备横扫全局的实力 但他也更愿意从边角开始 一点点夯实根基 缓缓站起身 看着熟悉的院子 在这里住了三年 也该出去转转了 都过来 刚练完气 正在收工的孙时 许轩连忙跑了过来 师父 微微汗手后 为师要出去云游一番 你二人收拾一下 随我一起去 云游 哈哈 太好了 孙时侯性深重 一听可以跟师父 一起出去玩 当即兴奋起来 许轩犹豫片刻 师父 我姐姐怎么办 为师自有洞天世界 你截许娇荣 可暂时在我洞天中存身 许轩这才松了口气 高兴起来 到了生谢后 跟师兄一起去收拾东西 说是收拾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 可拿 法器都带在身上 左右 不过是一些零碎吧 航城外通往远处的官道上 徐军名手持竹杖走在前面 孙时 许轩一左一右走在两侧 许轩跟师父一样 手里拿着一根竹杖 不过比徐军名手里 看起来小了一号 孙时则一身轻袍 肩上扛了根鸡蛋粗的青木棍子 一颗金毛丛生 火焰雷公嘴的猴头 左看右摆 对什么都觉得新奇 时间一长 心先进过去 才安定了一些 师父 我们去哪 锦州 锦州是哪 七国十二州之一 在最西边便是 多远 据此六千九百万里 孙时 许轩才刚开始识字 虽然天资聪颖 学得很快 但现在对六千九百万里 仍然没什么概念 孙时挠了挠头 师父 六千九百万里是多远 徐军名淡淡一笑 我们从航城出来到现在 走了约莫百里之地 十个百里就是千里 十个千里就是万里 六千九百万里 你们可以自己算算 孙时 许轩都是聪慧之辈 一点就透 师父 如此说来 我们岂不是要走很多年 许轩惊讶到 呵呵 我们可是修士 法力拖着两人 脚步一脉 瞬间就是百里之地 缩地成寸 对徐军名而言 算不上什么大法 若不是为了感受 地仙界的风物 动用天象神门 瞬间去到锦州 也算不上难事 千山万水 转瞬跨过 中间偶尔也会停下来休息 毕竟许轩现在还没闭谷 经历也远不如孙时 这先天神灵之体 需要睡眠来养精蓄锐 师父 前面是一个镇子 孙时虽然没有火眼金睛 却可以借助丹田青铜镜 徐军名 进阶太乙镜后 青铜镜的威能 比先前强大了数倍 虽然只是投影 却也有一眼万里的大威能 天色已晚 今日咱们就在此地休息吧 话落 师徒三人 顺着一条七尺左右的土路 进入镇子 白尺镇 镇子外面石碑上 三个斑驳的赤色大字 映入眼帘 绕过石碑后 便是一条贯穿镇子的主路 青石铺就的路面 算不上平整 但比起先前走来的土路 却强得多 路两侧是飞檐斗拱的 二层小楼 置笔灵次 透着极许繁华 师父 这镇子好生诡异 孙时微皱眉头道 徐军鸣淡淡一笑 说说看 是 这镇子 紧挨着去县城的官道 看布局和两侧建筑 也是繁华富裕之地 这才有事刚过 却家家紧闭门户 灯户全无 宛若死地 若非有妖鬼为祸 绝不至如此 这一路来 孙时剑文逐渐丰富 配合他先天神灵的敏锐 日渐不凡 徐军鸣微微点头后 看了看旁边的许轩 后者脸上并无一色 显然也想到了这些 但比起孙时侯性活泼 奔放外相 许轩生性内敛 不喜多言 他不问的话 基本不会开口 以你看 是妖还是鬼 孙时抓了抓脑袋 嬉笑道 暂时不知道 但现在肯定是人祸 师父你看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抹光亮传来 暗淡的灯火 在这漆黑的镇子中 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 让人情不自禁地向他靠近 走 过去看看 徐军鸣带着两个徒弟 走了百来米 一个上下三层 门户紧闭 两侧灯笼烛火摇曳的客栈 出现在眼中 李家客栈 四字楷书 在昏暗的火光下 透出几分阴森 石头 去叫门 孙时黑黑 一笑 是 师父 六尺高的他 跟成年人无异 两个跨步 便来到了门前 喉拳一转 把房门砸得震天响 言语间 也是丝毫不客气 哐哐哐 里面有喘气的吗 快来开门 声音上门了 红亮的声音 在黑夜中传出老远 还嫌不够的孙时 又是一阵狂砸 也幸亏是房门 用料后时 不然非被他砸下来不可 来了 来了 别砸了 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传来 哪里来的狂徒 还不住手 要是把我这店门砸坏了 非让你十倍赔偿不可 连串的脚步走近 伴随着门闸开启 嘶哑的开门声响起 一个身穿圆外紧袍 头戴四方帽 富泰的中年人 戴着两个 恐无有力的壮汉 出现在师徒三人眼中 哎呦我的妈呀 妖怪啊 刚要喝骂 猛然看到灯火下 那张红眼雷公嘴的猴脸 灯时 吓得大叫出声 腿一软 坐倒在地 满脸亥然 双手并用 连连向后退去 两个壮汉 也是面无人色 手里虽然拿着一把 长四尺的后背砍刀 但哆哆嗦嗦的样子 就知道只是两个样子货 一群无胆之辈 老孙乃是名门高地 其实 那些嗜血妖鬼可比 话由未落 客栈周围的店铺 全部打开 呼啦 一下从里面冲出 数百名手持刀剑棍棒的壮汉 妖怪在哪 抓妖怪啊 孙时一看 神色兴奋起来 右手一拉 耳朵眼里 窜起一道清光 眨眼间 一根鸡蛋粗的青色大棍 出现在掌中 回头看向师傅 目光中带着询问之色 下手轻点 到底只是一群凡夫俗子 嘿嘿 师傅放心 双脚一纵 上前抢出 大棍扫 劈 点 扎 得心应手 煞事间 哀忧连声 奔来的人群 仿佛稻草般被割倒 妖孽羞的猖狂 看我清光剑 清朗中透着威严的声音中 一道鲜赫的剑光纵横石杖 直朝孙石斩了过来 早就等着你了 孙石脸上露出一丝战意 掌中轻神如一棍闪电般 一记里屁华山 雄魂的棍势 如同巨斧般 凌空斩下 荡 金铁骄明 灵光四散 那飞来的剑光 瞬间被打飞 徐军铭看在眼里淡淡一笑 虽然孙石肉身 不负当初太极先天神灵之身 但灵魂却是 再加上青铜镜的辅助 对五道战绩的领悟 堪称神速 尤其是棍棒一类 更是一点就透 一说就懂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他的棍法已然出神入化 奥妙无穷 一身修为 也达到了金丹后期 第0795章 白尺镇 孙石成威 孙石柔身在上 手中青神棍 绽放道道棍影 虚虚实实 遮蔽半亩方圆 直朝那持剑者打去 后者脸色凝重 顿鹤一声 手边青光剑 仿佛孔雀开平 幻化静摆 在他剑爵指引下 闪电般朝孙石展来 狂 一声大震 青光剑顿顿断裂 一道剑光 再次被打飞 青年神色震惊 脸色苍白 看着那视如开天 力道雄魂的大棍 眼神中露出惊骇 刚妖求饶 脸上瞬间露出喜色 妖孽猖狂 苍老的声音响起 一道长径石杖的 强横剑气 仿佛一道冷电 当空而来 孙石感受到剑气中的犀利 便知道来者 必定是原因级别的强者 比他高了一个大境界 不过 他不仅没有后退 反而主动迎了上去 猙獰的猴脸上 露出强大的战役 双手一攥 气血飙升 凝聚在青神如意棍上 力量提升了一个级别 苍青色的大棍 带着如山般的强横气势 疯狂迎上 大 伴随着刺耳的金铁交鸣声 周围的人纷纷捂住双耳 面色痛苦 孙石一个跟头 泄掉力量 那飞来的剑光 寸寸断裂 一把宝光闪烁的寸虚短剑 倒飞十几张 落入一个身穿躁色道袍 头发花白 三角眼 瘦长脸 神色中有几分英质的老者手中 后者看向孙石的目光 有几分惊疑 他也没想到一个 不过金丹后期的侯妖 居然能挡住 自己的九成法力的法剑 老儿 再见你孙爷爷一棍 徐军明文言一笑 这家伙才跟泰乙相处了几天 就跟着他学坏了 看孙石金毛无风自动 亮起点点金光 原本瘦弱的身材 都变得壮瘦了几分 便知道他要动用自己的天赋神通 灵明石猴通变化 石天石 知地利 疑心换斗 在混世四猴中 一身神力仅次于拿日月 缩千山 便修旧 乾坤魔弄的通壁猿猴 孙石一出世 便有三大先天神通 除了子母分神术 灵扎术 最后一项疑心换斗 便是斗战神通 一旦使用 便能直接让自身的力量 提升一个大境界 修为低的时候 这神通虽然强大 但也不算太出众 但等到修为境界太乙境 大罗境 每一个境界的差距 都是天地之别的时候 疑心换斗 仍然能赋予宿主 一个大境界的提升 这才是他真正可怕的地方 越向后 这些天神通的威力越强 那老道 显然也是经验丰富之辈 感受到那猴腰身上 暴涨的气势 便知道不凡 连忙开口 且慢动手 这是一场误会 石头 回来吧 听到师父的声音 孙石冷哼一声 收敛气势 一个跟头 翻到师父左侧站好 他的动作 也把那老道的目光 吸引了过去 师父 那猴腰实在可恶 被孙石打伤的青年道士 满脸愤怒地控诉起来 还未等他说完 便被老道打断了 住口 我都知道了 且站到一边 了解师父性情的青年道士 瞬间停了下来 眼底闪过一丝愤恨 很快又藏了起来 审视着对面 明显地位 在那猴腰之上的青年道人 在他的身上 习目感受不到 半点修炼的痕迹 但对方那沉稳中 透着无尽威严的气度 却绝非普通人能有 否则 那猴腰实力不凡 也不会对他毕恭毕敬 至于还在住击期的许轩 被他自动忽略了 无量天尊 在下春秋冠 嫡传弟子习目 见过道友 你是春秋冠的弟子 平淡的语气 冷静的神色 在习目看来 变得有些高高在上 习惯了在齐国 不管走到那里 都被人尊敬了习目 心中不由生起几分火气 不过看不透 对方的修为 他也不敢胡来 正是 不知道有姓名 可否见告 崇山书院徐军明 眼底闪过一丝疑惑 这个门派 和名字他从未听过 话落 便转身朝客栈中走去 道友且慢 白尺镇中 腰斜作祟 道友既有神通 不知可否 跟平道携手出腰 春秋冠 乃七国第一道门 高手众多 何必求平道出手 说话间 人已消失在客栈中 习目脸色变了变 由于片刻后 终究没有再进去 道长 今夜还需要警戒吗 几个衣衫 华贵的本地阵望 脸上带着殷勤的笑容 走了过来 当然 那妖孽凶残无比 已经在白尺镇 连杀石七条人命 现在距离天亮还早 当警方他再出来害人 道长所言即是 只是那不速之客 二岛安排几个机灵些的人 好声盯着 亦有风吹草动 记得及时报我 是是 道长放心 几人谄媚地笑着 连连点头 玉儿 我们回去 是 师父 受伤青年恭敬地 应了一声后 两人欲气飞去 很快在一个 还算华丽的庄园中落下来 师父 您回来了 一个身穿粉色长裙 相貌美丽 眼角眉梢透着浪荡之意的女子 脸部轻摇 急忙迎了上来 千千束手 很快攀上了老者的右臂 一对股杖的苏兄 直接靠了上去 哼 骚蹄子 狠狠在那两团 白腻上挽了一眼后 跟在后面的奇遇心中 冷哼一声 你师弟呢 那个孟葫芦 这会肯定在修炼 拍了拍她的柔仪 去 把她叫来 是 人家这就去 女子很快消失在转角 进入堂屋 老者大马精刀地坐在中间 看了眼自己的大弟子 屈指一弹 一个青色瓷瓶 飞入奇遇手中 我这里有三枚疗伤单 你受创不清 下去休养吧 多谢师父体恤 弟子敏感五昧 日后闭笑死利 奇遇满脸感激 老者很满意他的表态 挥了挥手 弟子告辞 转身离开大厅 出了院子后 感激的神色瞬间消失 冷冷地看了眼大厅的方向后 这才转身离开 时间不长 那女子走了进来 在她身后 还跟了一个身穿黑色长袍 脸型消瘦 神色冷漠的少年 师父 小师弟带道 弟子秦山 拜见恩师 黑衣少年功声道 微微点头后 我让你练制的东西 你练得如何了 弟子法力不济 只练出一把化血刀 说话间 一把长二尺 刀刃狭窄的血红色短刀 出现在掌中 席目眼睛一亮 伸手一招 红色短刀飞入掌心 神石进入 片刻后 脸上露出满意之色 很好 把玩了一下后 收入秀中 看着黑衣少年 屈指一弹 一个药瓶飞到他面前 这次你做得很好 这瓶春花丹 便送你服用 等一日为 狮马到宫城 秦沙那妖孽 定然重重有赏 弟子愿为恩师 安前马后 绝不推辞 黑衣少年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心里却不这么想 想来也是 费了偌大心力 练成一把化血刀 结果就换来 九粒助击器用的春花丹 这玩意一口吞下去 也不会让已经进入 先天中期的他 法力有丝毫的提升 不过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 他可是深知 自己这位名门正派的师傅 手段到底有多毒辣龌龊 哈哈 很好 下去好好休息吧 弟子告退 在他离开后 那妖媚女子 怜不轻移 毫无顾忌地钻入老者怀里 师傅 您对大师兄 和小师弟那么好 又是赐下丹药 又是许诺好处 可不能忘了徒儿我啊 习目毫无顾忌地 伸手在女子怀中 揉搓一番 嘿嘿 放心 师傅怎么会忘了 我最亲的宝贝徒弟呢 你看 左掌摊开 一块蛋白色 散发着浓郁 更精灵气的石头 出现在掌中 牵练铁母 女子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若是能把这铁母 练进她的清风剑 绝对能更上一层楼 蜕变为上品灵气 心中火热 下意识地去抢 但老者左手一握 瞬间消失了 师傅 女子心中焦急 如同美女蛇般 在她怀里扭头起来 呵呵 别急 这宝贝 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的 真的 呵呵 师傅什么时候 骗过我的小宝贝 不过 先去镇子里 给我抓一个人来 徒儿这就去 女子心急火燎地 催动顿光飞了出去 看她离去 席目目光闪动 双手掐动硬绝 一块刀盘 从丹田飞了出来 把星链的化血刀放上 九把相似的化血刀 瞬间绽放出墙上的豪光 但很快被老者催动 尽致挡了下来 这次看你怎么逃 说话间 眼中冷芒 越发浓郁起来 第0796章 百日铸鸡 血刀大阵 师傅 那个老家伙 一看就不是好人 孙石愤愤道 徐军鸣淡淡一笑 没有回应 看着已然面露恐惧的店家 麻烦给我们准备一间上房 是是 道长这边请 已经从地上爬起来的店老板 哆哆嗦嗦 亲自把师徒三人引上二楼 这是本店最好的客房 不知为何 靠近这师徒三人身边后 他惧怕的情绪 莫名地消失了 言语吐字也变得清晰起来 徐军鸣略一打凉 中间是客厅 两侧穿过月亮形状的镂空隔断 各有两张大床 这样的地方 睡四的人都够了 很不错 就这里了 您满意就好 徐军鸣转过头 随手一抛 店老板看着手里 沉甸甸五两雪花银 瞬间笑得满脸褶子 后槽牙都露了出来 问你个事 道爷您说 小人定然之无不 言言无不尽 比起刚才 现在的店老板 殷勤了何止十倍 果然是有钱 能使鬼推磨 白尺镇为何戒备森严 道爷有所不知 此举皆为妖惑所致 说说 说起来 还是半个月前 白尺镇王三一家五口 一夜之间 全部被害 现场惨不忍睹 一看就知不是人为 必是妖惑 幸好这时候 春秋关的习道长 带着弟子 云游到此 仗义出手 为我们驱除妖惑 可惜 那妖孽 实在是狡猾 习道长 带着我们几次动手 都没抓住他 反倒是 连累镇上 好几户人家 被他祸害 唉 一声长叹 道尽了弱者的无奈 你见过那妖怪的模样吗 夜里太黑 没看太清楚 不过样子 像是一头 长着翅膀的老虎 长着翅膀的老虎 难道是穷奇 摇了摇头 修行界长翅膀 似乎的易瘦不少 而且真要是穷奇 哪怕血脉不纯 也不是习目这种 圆英镜的修饰 能够对付 去吧 不用准备饭菜 挥了挥手 试试 客观早些休息 但有吩咐 只需在门口喊一声就好 店老板出去后 把两个徒弟喊过来 石头 这白尺针的事情 就交给你 剪除所有身具 冤煞之气的恶人便可 孙石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虽然修行的时间短 但他早就渴望能够独当一面 师父放心 弟子定然把白尺针内的恶人 一扫而空 去吧 必要的时候 可以动用青木葫芦 是 身形一纵 神化清光 瞬间出了房间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徐军鸣淡淡一笑 这猴子资质非凡 修为提升速度极快 必须要常常历练 多多教导 才不会让他不辜负 灵明石猴太极 先天神灵的绝世资质 回过头 看到许轩眼神中的羡慕 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想要像你师哥一样 独当一面 就必须好好修行 是 弟子遵命 我怪你根基已劳 今日便在此地突破吧 我为你护法 许轩连忙点了点头 在师父指引下 盘腿在床上坐了下来 很快便进入了物我两望 徐军鸣大秀一挥 一层强大的空间隔膜 把卧室跟客栈隔开 给了许轩最安全的修炼环境 时间一点点过去 许轩身上的气势 骤然暴涨 一缕但青色的重山法力 从他身上绽放开来 看在眼里 徐军鸣微笑着点了点头 古籍上都讲百日铸鸡 但中千世界和小千世界的灵气 都不足以让人如此快便 打下修行的根基 进阶先天 只有在大千世界 才能真正实现 当初徐军鸣曾经羡慕万分的 百日铸鸡 想当初 他可是前后花了三年时间 才进阶先天 即便如此 还被师父称作天才 现在想想 当时真的是坐井观天 席木手捧金光四射的刀盘 起身走到后院 足有半亩之地的后院 已经完全被推平 取而代之的 则是用厚重岩石铺成的平台 平台周围 按照九宫八卦的方位 凸起九根高一杖 粗三尺的石柱 走到平台中央石柱顶端 盘膝坐下 口中念念有词 道道法力流进刀盘 但见到道谢红色光芒绽放开来 光芒越来越盛 很快膨胀开来 渐渐地把整个平台笼罩在内 血红色的光滑 持续了十几个刹那后 才逐渐消失 同时 喜老道手中的刀盘也不见了 不过可以看到 岩石平台 以及周围九根石柱上 多了很多玄奥的血红色花纹 看到这些 喜老道眼神中 多了一丝狂热 血刀大阵终于不成了 这阵法 使他花了弱大代价 从宗门对话来 此阵一开始算不上墙 鸭阵的血刀也很容易祭练 但它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具备无限的成长性 只要有足够的精血祭练 血刀大阵将来成就 仙阵也不稀奇 南瞻不周生灵众多 百国争杀 搜集精血算不上难 所以整个春秋冠中 祭练此阵的人有不少 布置好大阵后 喜老道布置好法坛 真而重之地 从法袋中拿出一枚古铜镜 放于桌上 恰巧在这时 先前离去的那骚媚女子回来了 师父 性不辱命 束手一挥 扑通两个昏迷不醒的操汉 摔倒在地 身上可以闻到浓重的酒气 略意打量后 点了点头 去把你两位师弟喊来 女子领命而去 很快奇遇和那黑衣少年 来到了面前 喜老道随手一挥 三面令牌落入三人手中 你三人为我护法 是 三人各持令牌 站在法台左右 吩咐停荡后 喜老道口中念念有词 随手一指 砍弓赤光闪烁 碰触两个壮汉后 两人仿佛辣一样 缓缓融化 融进砍弓石柱 尸骨坐住 精血练刀 看到这一幕 黑衣少年 不由皱了皱眉头 眼底闪过一丝厌恶 坎弓上的化血刀 正是他祭练而成 感受到坎弓化血刀的变化 喜老道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这一步换作 启灵 每一柄化血刀 都要用万灵之中 最具灵会的人的精血开启 才能一步步祭练到最强 可惜 那徐道人突来此地 打乱了我的计划 否则 祭练了这白尺镇数万之重 我这血刀大阵 定然更上一层楼 想到此处 莫名对那徐道人恨了一层 深吸一口气 抚平心绪 他知道 现在还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从桌上拿起一个红葫芦 揭开上面的封印 打开筛子 掐了几个硬诀 口中顿喝 急 刹时间 血腥气瞬间浓郁了无数倍 潺潺的精血 仿佛一条小溪 滚滚流向砍弓 粗大的石柱如同海绵 来者不拒 把所有的精血全部吞下 嗡的一声 石柱颤动 浓郁的血光 如同白瓦的灯泡 绽放开来 洗脑道神色肃穆 右手食指 在左手腕一滑 随即一饮 一道血剑融入砍弓 刹那间 血光内敛 一把长过三丈 散发着灵力气息的血色长刀 出现在众人眼前 洗脑道神色激动 连忙掐了几个硬诀后 血刀隐去 重新化作石柱 右手一抹 左手的伤势消失 总算是成了 虽然耗光了自己辛苦积攒多年的精血 但血刀大阵能完全成形 也算是物超所值 心满意足的后退两步 在旁边蒲滩上坐下来后 拿出三枚丹药一股脑吞下 调息打坐半赏 恢复了体内的消耗后 洗脑道陡然睁开双目 两道璀璨的金芒划破黑夜 玉儿 什么时辰了 紫时刚过 祁玉连忙到 也该到动手的时间了 玉儿 秦山 祁玉和黑衣少年月中而出 请恩师吩咐 你二人立即赶去白尺镇里家客栈 密切监视那师徒三人 但有异动立即报我 弟子遵命 两人起身离去后 洗脑道之而种之的 从法袋中拿出了一枚茶杯大小的古旧铜灵 这铜灵是他意外所得的一件灵宝 名幻搜神灵 左手拿灵 右手翻开 法坛上放置的一枚玉盒 一小撮棕黄色的毛发 缓缓飘起 绕着搜神灵环绕一圈后 缓缓消失 成了 洗脑道心中一震 微微吸了口气后 快速催动法力 叮铃铃 清脆的铃声 仿佛一道道海浪 飞快地向周围传播 不过片刻 便已经是笼罩了周围万里方圆 客栈内的徐军明睁开双目 看了一眼后 淡淡一笑 这铃声倒是有点意思 催动青铜镜看了一眼 便再次进入悟道状态 想要把时间之道 参悟到对自己有用的程度 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白尺镇东南方向 近千里的深山峡谷中 一个庞然大雾 猛然睁开了双目 墨盘大小的巨木中 满满都是凶残的琥珀色光滑 笼于背后的双翅展开 煞时间一道呼啸的刚风 让平静的山谷中 掀起了一场十二级的风暴 树木断折 山石翻道 声势惊人 紧接着 粗壮的四肢撑起身体 哗啦 旁边积累的如山白骨 滑落下来 可以看到 这是一头足有石杖之巨 背生双翅 口中生满獠牙的猛虎 抬起猙獰的头颅 第0797章 桀傲孙时 大棍横天 哦 穿云烈石的吼笑 响彻群山 双翅一阵 驯风撕天裂地 庞大的身躯冲天起 不过虚余 一座笼罩于黑夜中的阵子 已然出现在眼中 巨湖俯冲而下 直朝那铃声所在冲去 喜老道瞬间察觉到了莱迪 左手铃声不停 右手硬掐紧 一双老眼 死死盯着远处的夜空 突然 刚风呼啸 一道巨大的黄色闪电 凌空扑来 凶横的煞气 瞬间让旁边那妖媚女子 吓得花容失色 喜老道老脸肃木 怒喝出声 是啊 血光暴涨 半亩之地化作一片血海 层层血浪形成一座 绵延百亩之地的八卦大阵 骤然变化 让那巨虎心生警惕 但还没等他停下 喜老道猛然一摇左手 搜神灵 巨虎双眼中金光一乱 虽然很快又清醒过来 但身体已经被暴涨的血光所笼罩 本能地察觉到不对 伴随着穿云烈时的虎啸 无数金刀剑雨 铺天盖地地朝四面八方飞去 无休无止的金刀剑雨 狂掏巨浪一般 震得血浪翻腾 仿佛随时都要冲出来的样子 高坐法台上的喜老道 双手解法硬 体内法力缠缠而出 压制着巨虎的反抗 一双老眼 看着那叉翅虎 其中全是掩饰不住的狂热 修道之人 最不能容许的就是前进无路 喜老道修行七百年 好不容易才熬到猿鹰后期 他很清楚 以自己的资质 想要突破至猿鹰 圆满不成问题 但想要破镜猿神 基本无望 所以 近百年来 他一直在寻求破镜的方法 还别说 他机缘不错 在得到搜神灵的时候 也得了一部名幻 天妖秘露的诡异道法 这门道法的宗旨 便是以人魂吞噬妖魂 以妖兽之躯修行 可以想象 资质越强的妖 越适合修行这门天妖秘露 可惜 血脉强横的妖 实力也往往强横无比 以他不过原音后期的修为 断然没有得手的可能性 不甘心继续平凡的喜老道 想尽了办法 终于让他找到了一个 自己心满意足的顶部 也就是现在这头血脉搏杂 修为以至原音境巅峰 明显还是幼生期的穷奇 穷奇不愧太古四兄之名 即便是一头血脉 不知道传了多少代的原音境穷奇 也把心冲冲冲上去的喜老道 打得满头包 若非他修行多年 厚手不少 恐怕早就被穷奇吞掉 变成巴巴了 痛定思痛 为了自己的道徒 他卖掉了不少家当 换来了血刀阵图 为此还屠入数万纪念阵图 现在终于到了收割的时候 九宫血刀 急 九到十柱血光瞬间凝炼 下一刻 九柄三丈余长的巨大血刀 带着霸道的气息 凌空斩下 犀利的刀气 凝炼无比 而且带着一股 熔金化铁的腐蚀性 这头杂血穷奇 瞬间察觉到了血刀中的危险 怒吼一声 背后淡黄色双翅展开 倒到更金之气凝炼 顷刻间 两只长达十五丈 宽近五丈的巨翅 变成了两把银白色的巨刀 邪老道神色凝重 当初如果不是他见识不好 提前跑路的话 早就死在这穷奇的先天神通之下 双手一饮 九柄血刀主动迎了上去 血色刀气诡异 而又霸道 与此同时 两把白色巨刀 也仿佛太山压顶 瞬间斩了下来 犀利的更金刀气 如同闪电般 瞬间斩破空气 当当 伴随着激烈的金铁交铭声 红白刀气破碎开来 整个血刀 大阵剧烈地颤抖开来 习老道对自己精心布置的阵法 很有信心 现在的穷奇 根本别想打破他 下一刻 刚风呼啸 习老道抬头看去 一根树杖粗的青色巨竹 轰然打下 雄魂的气势中 蕴含着难以想象的狂暴 轰 震耳欲聋 被打爆的空气 爆发出惊人的冲击力 横扫周围千丈 顷刻间 屋倒墙塌 树木断折 方圆数百丈内 一片狼藉 咔咔 伴随着军猎声 九根石柱寸寸断折 血光渐渐崩碎 露出里面 神色猙獰的杂血穷奇 嘿嘿 看来 孙爷爷还没来迟 看着不远处 站在空中 身穿凤翅穿金甲 手持轻神如意棍 满身昂扬之气的无耻身影 邪老刀怒发冲关 后槽牙都咬断了 血刀大阵被破 简直是断了他的道徒 怎能不恨 臭猴子 给我死来 抱贺一声 一到十几丈的金色剑气 铺天盖地朝孙石斩去 孙石双目金光绽放 战意冲天 刚刚他早就在旁边看了个大概 这些老道头顶鸳煞之气冲天 显然不是个好东西 那穷奇满身血腥 显然也是个恶手 既然如此 他也没了顾忌 掌中轻神如意棍 绽放灵灵清华 雄魂的棍势 如同山岳道青 逼人之急 与此同时 璀璨的金芒 从孙石体内绽放 艳艳金光 衬托的他 如天上神圣一般 哄 满空巨震 青神棍蕴含的 无穷巨力爆发 瞬间打爆了剑气 感受着清风剑中 传来的绵绵巨力 洗脑到心中暗惊 这一棍的力量 比先前在客栈时 强横了何止十倍 怎么可能 还没等他想清楚 一道强大之急的 庚金之气 已经如风似电的 斩杀过来 躲开已经来不及 心中一动 刹那间 一块四四方方的 网兜 出现在身侧 刀器斩在网兜上 正应了 以柔克刚的道理 虽然压迫网兜 不断内凹 却始终无法斩破 但这一击 却让洗脑道的 星辰到了谷底 被两个原音境后期 甚至圆满的 大妖攻击 他绝无信力 念头还未落下 接下来的一幕 便让他心中大喜 那杂血穷齐双翅 亮起道道刀器 刚要斩下来 一根粗有三丈 长十几丈的 青色巨棍 带着开山破月的 强横气势 轰然打了过去 咚 庞然巨力爆发 穷齐长达十丈的身躯 仿佛皮球一般 被打飞 华丽的庭院 仿佛破纸箱子 瞬间被压得粉碎 爬起来 杂血穷齐晃了晃脑袋 凶恶的树童 死死盯着前方 锯口张开 穿云烈石的唬笑 震动长空 孙石满身昂扬之气 扛着青神如意棍 扣了扣耳朵 放在嘴边吹了吹 下巴微微抬起 满脸的桀骜 你这大家伙 吼声还不错 把我耳层都震下来了 谢了 轻蔑的语气 让杂血穷齐 瞬间暴怒 四题张开 坚硬的石块 瞬间被锯粒碾得粉碎 庞大的身躯 绽放银白色光芒 带着破人的气势 瞬间冲了上来 大地颤动 声势惊人 孙石看在眼里 不仅没有暂臂锋芒 反而战役满满 主动迎了上去 嘿嘿 来得好 青神棍一横 身形如闪电 一大一小 瞬间撞到了一起 动 如同肋骨 双方瞬间分开 但很快又冲了上去 大棍翻飞 如同蛟龙闹海 吼声如雷 好四屁地开天 倒到金光如闪电 浩浩清华塞玉山 看着这惨烈的薄纱 喜老道眼珠一转 转身就跑 结果刚刚纵起身形 还没飞出十丈远 猛然察觉 头顶刚风呼啸 下意识地祭出护身网兜 轰 一根粗大的青木棍 轰然打下 狂暴的距离 仿佛翻腾的江水 顺着网兜传了下来 喜老道浑身巨震 一口溺血忍不住喷出 身似流星 直接被打了下来 孙石身在半空 挽了一个棍花 青神棍放在尖头 背后 红色披风散开 无风自动 配合身上 凤翅穿金甲 以及催动先天神通后 绽放的满身金光 衬托的此刻的孙石 如仙如胜 我崇山一门想来秉承 除恶无尽的道理 你们罪孽深重 被我撞见 除非打过我 否则便自负双手 乖乖跟我回去见师父 虽然之前还恨不得杀了对方 但此刻杂血穷奇和喜老道 不约而同 朝孙石宫了过来 道道剑气 撕裂长空 领领刀器 绽放锐芒 刀剑合一 不仅没让孙石害怕 反而越发激发出了他的战意 哈哈 这才够痛快 挺贯上 金铁交鸣声 响彻天际 怒吼声 肌肉碰撞的声音 震耳欲聋 占地数十亩的宅院 完全变成了战场 曾经华丽的建筑 此刻仿佛破妈不一样 被激烈的豆花碾得粉碎 整个白尺镇 都被这偌大的动静惊动了 家家户户跑出家门 远远地看着这激烈的战斗 无不目瞪口呆 很多人一辈子 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轻神如意棍 伴随着爆裂的吼声 一根十几丈长的巨棍 闪电横扫 咚的一声 十丈长的黑影 被虫众打飞 横空数百丈 直朝大街上飞来 看到这一幕 正在哆哆嗦嗦观战的 白尺镇百姓 瞬间吓得魂飞天外 这么巨大的妖怪 要是落下来 非把他们砸成肉酱不可 就在他们闭目待死的时候 却扮上毫无动静 缓缓睁开眼 这才发现 一个身穿青袍的高大道士 胆长伸出 拖住了那飞来的巨大老虎 在其身边 还跟着一个七八岁大小的道童 这两人 正是已经徐军明 和已经进阶先天的许轩 看着远处的斗法 许轩满脸佩服 师父 师兄好厉害 徐军明微笑着点了点头 心中暗道 这猴子 虽然被我改了运输 但这好斗喜战的性子 还是半点没改 又是一声巨震后 这场激烈的战斗 终于掩其息鼓 很快 孙石仿佛托死狗一样 把习老道拖了过来 随手一挥 那柔美女子 被习老道 拍去监视客栈的 奇遇和黑衣少年 狼狈地掉到习老道身边 师父 弟子幸不辱命 所有身具冤煞之气者 一往成情 现交于师父发落 孙石单膝跪地 满身的昂扬之气 第0798章 春秋观 看着自己的得意弟子 徐军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有几分鲁莽 做得不错 孙石神色一喜 师父 这几个家伙如何发落 除了这黑衣少年 其他人打杀了吧 习老道等人 连带那杂血穷奇身上的怨气 都浓郁无比 显然不知道犯了多少罪孽 打杀他们都算是轻了 扰命 我乃春秋观地子 你不能杀我 习老道还未说完 一根大棍打来 砰 脑袋炸开 强悍的镇静 连丹田内的元神 也瞬间被灭杀 徐军明摊开手掌 体格庞大的杂血穷奇 快速凹陷 渐渐变成一颗 止度大小的红色丹丸 拿着吧 有这惊血丹相助 你的武道 很快就能进阶洗水境界 多谢师父 孙石欢天喜地地接过来 这是你应得的 不必谢我 随手一招 几人的法带落 以及先前散落的灵宝法器 飞入手中 在他眼里 这些东西全是垃圾 计练手法粗糙 威力一般 不过这同龄 倒是有几分精妙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蕴含因果之道的 极品灵宝 虽然只是用来寻踪 计练方法也普通 但倒是 值得他参悟一番 剩下的简单看了看后 便甩给了孙石 转头看向被孙石 擎注的黑衣少年 屈指一弹 解开他的封印后 你叫什么名字 回道长 我叫秦山 你是这习道人的弟子 秦山看了眼旁边 被一棍打死习木 由于片刻后点了点头 我看你的道法路数 并非春秋观一派 怎么会是他的弟子 回道长 我原本是一届散修 平日在当阳山方式 为人炼制法器为生 在一年前 在一年前才被习木 强行收入门下 怪不得 此人身上并无怨气 跟习木师徒 截然不同 念你不曾为恶 自去吧 多谢道长不杀之恩 秦山并没有离去 反而扑通一声 直接跪道 道长 弟子一心向道 还望道长能收归门下 传我道法 弟子必前心修行 除魔未到 无坠道长身恩 你能出淤泥而不染 也算难得 我就给你一个机会 最后能不能败入我门下 便看你的机缘了 右手一挥 秦山身影瞬间消失 天外神山世界中 崇山书院有完善的培养体系 若是这秦山 果真是一个修道种子 便不难成为崇山弟子 看着满地残骸 徐军明略作思索后 双手掐印 法力催动下 一股强悍的时间之力散开 但见先前被大战摧毁的宅院和街道 瞬间恢复 不过片刻 一切恢复如初 这神奇的一幕 不仅看待了周围的凡夫俗子 连孙氏和许轩都看待了眼 感受着体内法力消耗 徐军明微微点了点头 把时间到法服的境界 推进到原阳真先后 他使用时间回溯消耗的法力 比之前减少了十几倍 我们走 在众人惊愣的时候 徐军明法力拖住两个徒弟 身影瞬间消失 道长 几个身家富裕的阵望 追之不及 不由懊悔万分 像这等大神通之辈 轻易难以见到 若是能留下几分香火情 说不得将来也能成为修行之家 当阳山 齐国十二周中 人口最多 最繁华的齐州中 最大的一座山脉 同时 他也是齐国第一道门 春秋观的道场 数万年前 春秋观祖师扶持齐国太祖 开创齐国基业后 双方便互为表里 春秋观也成了齐国的国教 在齐国的扶植下 春秋观高手辈出 代代都有成仙者 底蕴堪称雄厚 但如今烈火烹游 繁华四景的春秋观 却遇到了困难 门派核心意识之地 春秋大殿中 上至掌门一针道人 下至各位天仙长老 无不神色凝重 大殿中的气氛 更是压抑到了极致 咳咳 压抑的咳嗽声打破了寂静 也把众人的注意力 吸引了过去 大长老 没事吧 一针道人担忧道 须发皆白的春秋 春秋观大长老 袁青道人 盯长微微吸了口气后 摆了摆手 一时半会 还没有大案 一针道人松了口气 整个春秋观 就袁青道人一个 原扬惊心 若是他重伤不治的话 那春秋观的万年基业 只怕真的要功亏一篑了 当然现在也面临 崩溃的风险 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那位自称太乙真君的 太乙天仙 已经挟持了朝廷 而且把整个景州 分给了崇山书院 作为道场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有一位太乙境强者 坐靠山 崇山书院 绝对不会只不于 一个小小的景州 假以时日 整个齐国都会被他吞下 而我们春秋观 作为齐国第一道门 必然是对方 要扫清的障碍 所以 我们春秋观 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 关键时刻 各位都是我春秋观 数万年来积累的上仙 当集思广义 出谋划策 助我春秋观度过现在的难关 一针道人沉重的话语 回荡在大殿里 众人面面相去 但凡能够成仙 就不是傻子 当然明白 现在春秋观 现在的处境有多危险 更明白 一个太乙境的存在 根本就不是春秋观 能够抵挡 掌门 崇山书院是何等门派 为何突然出现在齐国 一针道人摇了摇头 地仙界广大 我也不知道 这崇山书院来自何方 但能够有太乙境存在撑腰 必然是上门无疑 至于为何会出现在齐国 还需要我们调查后才知道 掌门 也许情况并未像我们想象的 那么危险 那位太乙境军身为 太乙境大能 有足够的实力 横扫齐国 但只是打伤了大长老 而且也只取走了景州 或许 他们治不在齐国 一针道人皱了皱眉 继续说 齐国十二州 景州虽然是最大的州 但论起富数和人丁 连其他州郡一半都比不上 但这崇山书院 偏偏舍齐国十一州 单取景州 只怕为的根本就不是齐国 而是纵横三亿里的景山 景山 众人心中一震 纷纷惊呼 注意到众人难以置信的眼神 说话的紫袍人心中 得一万分 越发觉得自己的推论正确 语气也越发地肯定起来 没错 就是景山 只有绵延三亿里 资源无数 灵气丰厚的景山 才值得一位太乙境的大能出手 此刻 一直没说话的大长老 也睁开了双目 赞赏地看了盐子袍人后 点了点头 此言不错 对方的目标应该就是景山 否则 我绝不可能活着回来 这句话仿佛一锤定音 大殿中的氛围瞬间松弛下来 景山大妖也是太乙境的存在 其中数千万妖族更是一股强大的势力 那太乙真君虽然也是太乙天仙 但他能扫平景山 打不过更好 省得将来这个重山书院旗 在我春秋冠上拉屎撒尿 众人一听 纷纷点头 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 身穿骚气大红道袍的太乙真君 躺在白云之上 催动青铜镜幻影 看着下方春秋大殿内发生的一切 咕嘟 喝了口酒后 这些家伙 还真是蠢得可以 居然自行挠不出 重山书院的目标是景山 难道伍爷我的行动 就这么不明显 摇了摇头 看着再没有什么 更有价值的消息后 便催动顿光 远远离去了 第0799章 长山县孙石斩妖 哄 响彻天际的惊雷 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 一道三丈促的造化灵气灌下 孙石身上的气息 肉眼可见地提升起来 不过片刻 一道金光惊天过 闪电般飞了过来 师父 我突破了 看着手舞足蹈 猴脸上满是兴奋的孙石 徐军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肉身只是太史级先天神灵 比先前下降了两个级别 但魂魄依旧的孙石 配合青铜镜 对道法的领悟 几乎比得上现在的他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把青木之道领悟到了原音镜 若非五道炼体 对资源消耗太大 而且 徐军明也不希望 他进步太快 有损根基的话 别说是出入原音 只怕原神镜也能窥视一二 做得不错 这枚搜神灵经我重练 如今已经是下品仙器 就留给你用吧 左掌摊开 一枚成人拳头大小的黄铜铃铛 带着淡黄色的灵光 缓缓飞到孙石面前 嘿嘿 多谢师父 虽然这艘神灵 远不如自己的青神如意棍 凤翅穿金甲和青木葫芦 但好歹也是一件仙器 够自己用的三五年了 一旁的许轩羡慕地看着师兄 看着对方扶摇直上的修为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自己是记名弟子 而对方是嫡传了 师弟 许轩心中一机灵 连忙拱手 师兄有何吩咐 孙石掌中献出一把三尺长剑 这把青封剑 是那老贼道的 师兄我不喜用剑 留在手里 也是浪费 便给你吧 这 虽然很想要 但这毕竟是师兄的东西 下意识地看向师父 拿着吧 这间对你师兄用处不大 得了肯定 许轩这才双手接过 多谢师兄赐包 嘿嘿 你我师兄弟之间 不用这么客气 把一切看在眼里 徐军铭心中不由暗自点头 孙石虽然性情奔放 不拘小节 却也不是那种粗之大业 鲁莽无礼之辈 相反 他很聪明 而且善于观察细节 终究没白费我一番功夫 替他逆天改命 收入门下 可以说 单就资质而言 孙石绝对是他门下 所有弟子当中 最有希望成就大逻境的存在 左手一挥 一道流光飞落孙石掌中 这一瓶七黄丹 便交给你了 好生修炼 知道这是好东西的孙石 嬉笑着 多谢师傅 微微点头 看了看天色 既然你已突破 我们便走吧 再有不远 就是锦州地界了 两个徒弟点了点头 跟着师傅 离开了这处 位于山间的破庙 结果刚离开不过十几里 徐军明便停下了脚步 师傅 怎么了 孙石问道 你看 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去 避空朗朗 点缀白云 看不出丝毫一样 不过他知道 师傅从来不会无地放逝 催动丹田青铜镜幻影 刹那间 千万里之地近在眼前 同时 一对身穿紫色道袍的修饰 出现在眼中 看他们穿着打扮 以及身上独特的气质 孙石明白过来 师傅 好像是蠢秋冠的臭道士 看着他跃跃欲试的样子 显然是突破原因后手痒了 上岸悟躁 你刚突破 需要的是稳定修为 熟悉新增的气血和法力 夯实根基 至于斗法 以后有的是机会 听他如此说 孙石微微吸了口气后 便平静下来 师傅 这些臭道士 怎么找到我们的 蠢秋冠 作为齐国第一道门 数万年传承 自然有一套 保护门下弟子的办法 说吧 心下微微摇头 当初斩杀乔老道后 他之所以留下痕迹 引诱春秋冠的人追上来 为的就是给孙石 作为他武道上的魔刀石 只是时间不太巧 刚刚赶上 自己这小弟子破镜原因 让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大袖一挥 隔着数万里 半空中突然现出一个黑色大洞 无形而有志的强横吞吸之力散发 几个元神修士根本无法反抗 就被吸了进去 走吧 两个徒弟崇拜地看了眼师傅 跟着继续向前走去 经过一个月的跋涉 师徒三人终于来到了锦州 师傅 这里的人也太穷了 一路行来 官道破旧 两侧田地间荒草漆漆 只在靠近城池的地方 才看到一些农田 如此景象 跟他们在其他州郡看到的 良田迁末的情形截然相反 更甚者 田地间劳作的农夫 已经不算衣衫褴褴 而是完全没得穿 全身上下 只有藤条和干草编织的草裙 遮住关键部位 走 去前面的县城看看 师徒三人 顺着破旧的官道 来到城门口 两侧站着几个身穿躁袍的衙裔 向过往的行人 收取静城睡 徐军铭身为出家人 却没有杜碟 他也想多事 使了个障眼法 便走了进去 在其他州郡 一线之城长宽近百里 人口数以百万 但在这里 城池只有三十里 而且城池之内 肉眼可见的百叶凋壁 往来行人多数衣衫破旧 面带菜色 路边两侧 或躺或卧 数不尽的乞丐 跪在路边 头插荆棘 卖而卖女之人 更是数以千百 师父 这县城可是遇到了什么大难 怎么如此破落 孙石道 一路行来 他们不是没见过穷困之人 卖而卖女之辈 但那些地方 与此地相比 几乎好了数百倍 也许很快就知道了 徐军名义有所指 时间不长 远方天际 突然飞来一朵乌云 初次看时 还有几分缓慢 越到后面 越发快速 急如奔马般 很快就到了境前 那乌云散开 瞬间弥漫周围数千亩 浓重的云朵 遮蔽了天空 周围瞬间暗淡下来 鼓荡的刚风呼啸 几乎能把人刮走 快跑啊 赤岭大王又来吃人了 凄厉的喊声过后 大街上仿佛炸了锅 人人惊慌 个个害怕 哭爹喊娘 深恨自己 怎么没多长两条腿 连那些乞讨的乞丐 都满脸骇色 朝角落里躲避 周围店铺人家 更是个个关门庇护 不过片刻 原本还有几分繁华的大街上 除了破桌子烂板凳 人畜 粪便等一阴杂物 再无半点人计 整个县城更是如死去一般 活生生的一幕 出现在师徒三人眼前 这里名声凋敝的原因 也就不问自明了 师父 让我去掌了那作恶的妖怪 孙石怒声道 自他出生 便一直被徐军铭带在身边 自然也深受他斩妖除魔 护持苍生等理念的影响 最看不惯妖怪识人的恶行 徐军铭点了点头 一只猿鹰圆满的狼妖而已 以孙石的修为 斩杀不难 得到允许 孙石从耳中一抽 青神如意棍 倾在手中 身形一纵 闪电般来到半空 妖孽受死 抱吼一声 强横的气血冲天起 手中青神如意棍 瞬间化作百丈之巨 青木神光冲天起 强横的棍势 比山岳还要雄魂 助手 我乃铁城山 麾下狼将 带着几分慌乱的话 还没说完 那晴天巨棍 已经打了下来 轰隆 漫天妖云 被一棍打爆 滚滚云气 如利剑般四下激荡 一头体长十五丈 通体赤色毛发的巨狼 露出身形 此刻他头顶 一把赤色巨剑 挡住了那打来的青色巨棍 显然 他也不轻松 赤色巨剑光芒闪烁 摇摇欲坠 赤狼嘴角燃血 神色惊悍 看着那瘦弱的猴子 又要一棍打过来 赤狼扭头便跑 刚刚那一棍蕴含的滔天剧力 差点把他打死 而对方看起来 也是一个 丝毫不在乎铁城山的硬查 此刻不跑 更待何时 老子真是到了血眉 出来寻几个人打牙计 居然也能碰到这种疯子 妖念 别跑 一声大喝 让赤狼心中一哆嗦 四体撒开 跑得更快了 结果还没等他跑出多远 猛然觉得 面前刚风呼啸 几乎难以睁眼 抬头一看 那金毛猴子 不知何时拦在了自己前面 青色大棍 已比先前更快的速度 直朝他脑袋上打了过来 感受到那雄浑棍式中 蕴含的庞然大力 赤狼心中大害 一咬牙 猛然祭出自己的腰单 但见 一道赤色红光 冲天起 伴随着震耳欲龙的轰鸣 凄厉的惨叫声响起 漫天血雨飞洒 一头十五丈长的赤色巨狼 从半空中跌落下来 轰隆 半边城墙被其强横的肉身压垮 一身奉斥穿金甲 浑身金光璀璨的孙石 此刻气血冲天 霸道而凶乐 抓着只剩半条命的赤狼 来到徐军鸣面前赴命 师父 弟子已擒拿此恶妖 请您发落 徐军鸣微笑着点了点头 孙石修为突破原因后 一身实力便已经是同阶无敌 若是催动先天神通 便是元神修士也能一战 甚至战而胜之 对付一头区区元阴静的狼腰 完全是手道擒来 就在此刻 数十道顿光从城中飞来 为首者是一个身穿七品官袍的老者 而且他居然有元神静的修为 在其身后 还有几个元阴静的中年人 第零八零零章 徐军鸣之手下锦州 快住手 此妖不能杀 一个身穿青袍 下河留着三缕长然 看起来有几分儒雅的中年人高声道 任伯年 快救我 否则我死了 城主也绝不会放过你们长山县 狼腰语气凄厉地威胁道 为首老者神色一变 目光从孙石身上扫过后 定格在徐军鸣身上 以他的经验 自然看得出这里以谁为主 在下长山县县令任伯年 敢问道长姓是名谁 来自何方 你要为这十人之妖孽求情 徐军鸣淡然道 任伯年脸色变了变 他不是傻子 当然听得出这个 看不出修为 但必然非凡的轻袍人 言语中的轻蔑 若不如此 等铁城山十万妖军来临 我长山县亿万百姓 都要被他吃光 哈哈 人族修饰 我铁城山青蹄大王 乃是一尊妖线 若是你敢杀我 整个长山县的人族 都要为我陪葬 赤狼疯狂道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放心 我会让铁城山的妖族 为你陪葬的 左掌竖起 一个太极阴阳于图案 快速转动 赤狼连惨叫都没来及 便被吞吸进去 而后化为一颗 化身大小的金血丹 随手交给孙石 转头看着任伯年等人 既然等不能担负 宝金安民的责任 那就退位让贤吧 你以为你是谁 我们凭什么听你的 人群后面 一个金丹初期的年轻人怒道 徐军铭淡淡一笑 因为我实力比你们强 恰巧 还有些极恶如仇 懒得再听他们废话 右手一挥 强悍的封印之力 瞬间把所有人都封了起来 心中一动 一座白云缭绕的小山峰 从丹田内飞了出来 正是已然达到 小千世界巅峰的 天外神山 掐了几个硬诀 三道流光 从中飞出来 李宁 周朗 杨达 参见恩师 感受到三人身上 强横的法力 不由面显微笑 不错 都已经是原阳惊险了 都是恩师栽培之功 前段时间 黄中李生根发芽 天外神山灵气暴涨 让三人也得了大造化 修为突飞猛进 突破了原阳惊险 徐军铭汉守后 屈指一弹 三点金光飞入三人眉心 瞬间 无数文字和图像 出现在三人识喊 正是七国十二周 尤其是锦州的地形图 和城池分布 你三人 从天外神山 抽调一个实力强的上院 占据锦州十三郡 一百零九府 一千七百五十二县 崇山书院 虽然名为书院 但已经不单单 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地方 而是涵盖了政治 经济 文化 军事 教育在内的综合机构 跟普通国家不同的是 它是一个 以教育为核心的强大力量 而且 一个上院 便涵盖百亿人丁 这百亿全都有修行在身 区别只是高低而已 所以 别看锦州有五百亿人丁 还面临锦山中 众多妖族的威胁 不算顶尖修士 崇山书院一个上院 绝对能吊达锦州的修行者 以及锦山内的妖族 弟子遵命 徐君明一拍腰间葫芦 一点青色光滑飞出 划过一道青光后 落在城外 一个直径近千丈 六边形的三层石台 出现在众人眼中 石台落地生根 明文闪烁间 灵光绽放 一层坚韧的无形隔膜 把石台护在中间 对这石台 李宁三人都很熟悉 正是崇山书院 用来相互联络的传送阵 崇山书院四级体制 下院 中院 上院 总院 都是围绕传送阵建立 而且 只有总院中 才有跨界传送阵 你三人就以传送阵 调动人力物资 锦州之内 但有不服者 一律先行擒拿 等彻底占据锦州后 再辨别中间善恶 按崇山书院律条处置 以长山县为参照 可见锦州之内人族 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穷苦者卖儿育女 富贵者以人命使妖 而且 长山县还是一个锦山外围的县 锦山附近的县 只会更惨 所以 徐军明彻底放弃了 用齐国朝廷圣旨 扫造杀戮 尽可能保留锦山元气 吞并此地的计划 唯有离亭扫学士的进攻 才能彻底铲除锦州内的糟粕 成为我崇山书院 在地先界 真正的立足之地 我等锦尊恩师之命 从腰间储物葫芦中 拿出一个法袋 朝李宁送去 这里面有 1874个传送阵 每个府线都放上一个 李宁恭敬地接了过去 崇山书院的传送阵 不仅仅是传送 上面还有阵图 一个传送阵 便是一个仙阵 两个传送阵 相互勾连 就能让阵法的威力 强胜一倍 如果让1874个传送阵 全部连接 下连地脉 再加上崇山书院 弟子崔洞 足以抵挡 太义境界的存在 接了命令后 李宁回转天外神山 而周郎 杨达 拿着传送阵 吩咐四方 他们要尽快把传送阵放好 迎接从天外神山中 出来的大军 目送三人离去 徐军明也不再闲逛 直接带着两个小徒弟 去了锦州州治所在 上阳城 作为锦州州治 统率500亿人丁的 核心所在 上阳城纵横近千里 仿佛一头庞然巨兽 匍匐在大地之上 百丈高的城墙 巍峨而又厚重 斑驳的痕迹 折射出岁月的沧桑 这座雄城 或许是整个锦州 最为繁华的城池 足有数千万人 在其中繁衍生息 而且围绕那 巍峨的城池 还有千千万万 胡乱搭建的窝棚 无数衣衫褴褛 甚至干脆 赤身露体的流明乞丐 神色麻木地 坐在大街上 任由文盈 落在自己枯瘦的身体上 这是一群 失去希望的死人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的 孙时和许轩 瞪大了双眼 对于贫困这两个字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师父 他们 许轩犹豫了半晌 却不知道该如何 形容面前的一切 叹了口气后 把双手放在孙时 和许轩头顶 一股温热 让他们激荡的心情 平复了少许 这就是我创立 崇山书院的原因 高高在上的 仙神和权贵们 从来不会在意 普通凡人的死活 只有把他们 全部打到 创立一个 众生平等的新世界 把修行之法 向上之道 传给每一个 有灵众生 才是真正的大善果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 这也是每一个 崇山书院弟子的使命 斩钉截铁的话 让两人眼神 瞬间坚定了无数倍 一种神圣的使命感 从心底升起 瞬间充斥 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 弟子为怨 追随恩师 敬平事件 再造乾坤 看着瞬间 成熟了很多的两个弟子 徐军铭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番言传身教的结果 倒也不辜负自己 花费时间 万里迢迢 带着他们 从行程到这里 师父 他们怎么办 许轩一指城外的平民谣 放心 等我们崇山书院 拿下景州 自然会有人照顾他们 许轩点了点头 大袖一挥 强横的法力 拖着两个徒弟 来到上阳城上方 浮空百丈 正好可以看到城中的一切 耀眼的阳光下 巍峨的城楼中 全是至比林次的高楼广煞 繁华富力 果然非郡城可比 不过 比起他曾经待了三年的航城郡 这里却少了三分富足 多了五分残酷 即便是这上阳城中 也是满地乞丐 透着一股沉重的死气 这样的地方 便在我手中终结吧 弹指惊雷 护城阵法 瞬间被触动 刹那间 一层厚实的七彩护照 把整个上阳城笼罩其中 护城的军士 身穿铠甲 手持兵器 一对对走上城头 看他们肃膜威严 对形整齐而外露杀鸡的样子 便知道是训练有素的精锐 看来这护持上阳城的统兵大将 倒是个有能力的人 等士族在各级军官的带领 下白好军阵后 一个身穿青色狮王护心甲 身高七尺 手持长枪 国字脸 满面威严的大将 驱使坐下轻牛 跃重而出 而是何人 居然敢放我上阳城 声音洪亮而浑厚 千里可闻 看了他一眼 徐军民淡然道 锦州刺史丁元何在 时间不长 近百个身穿官袍的人 从城池中央飞顿而来 在人群最前面 是一个身穿紫袍 头戴冠冕 一身贵气 看起来精神绝硕的富泰老者 本官便是丁元 阁下修为非凡 不知是哪座道观的高宫 虽然他从未见过眼前这青袍人 但能够撼动整个上阳城的护城大阵 修为必定是元阳真仙以上的存在 你身为锦州刺史 想必已经接到朝廷 则令戈锦州为崇山书院封地的圣旨 丁元脸色一变 他当然接到了圣旨 但却从未想过放弃锦州刺史之位 锦州再残破 那也是纵横千万里之巨的大州 作为一州刺史 兼挑全州气韵 好处巨大 若是没了这位子 归于朝廷的话 他最多捞一个闲职 其中偌大的差距 只要不傻 就知道该怎么选 至于锦山内的妖族 偶尔吃两个人而已 锦州有的是人 第零八零妖章 锦山大妖 南山郡王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徐军明注意到了丁元的神色变化 本官看你有几分修为 同为人族 本意结交 那只你居然是一个妖言惑众的贼道 七将军 还不出手 替我齐国斩杀此妖人 那其在青牛上 顶盔冠甲的大将脸色微变 下意识地潮徐军明看去 对方身上的威严和气度 非比寻常 显然并非妖邪一流 而且刚刚丁元的语气 也颇为奇怪 但身为军人 保家卫国 抵御妖族是他的本分 所以他发自内心地讨厌 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割让锦州给崇山书院这样的命令 更是让他厌恶至极 所以 他没去追查这件事的真假 手中长枪一束 炸雷般的声音响彻上阳城 众儿郎听令 斩杀妖言惑众的贼道 诺 整齐的硬和声 会成一道巨大的洪流 颇有几分气壮山河之感 在军阵的催动下 上阳城气势陡变 无穷杀鸡笼罩四方 道道杀器 化作千丈长的血红色巨枪 锋利无涛的气势 只怕袁阳惊仙也不敢轻涉其风 徐军鸣背负双手 看着城中发生的一切 微微摇了摇头 本想跟你们好好说话 没想到最后还是免不了一战 也罢 等便去囚龙中反省吧 左掌摊开 摇摇向前拍下 弥陀神掌 一瞬间 整个上阳城都黑了下来 看到这庞然巨长 感受到其中 无边无际的大法力 不管是丁元 乃是那位七将军 甚至是两人身后的官员和军队 无不色变 足以抗衡袁阳惊仙的千丈战枪 在巨长覆盖下 仿佛纸壶一般 瞬间被扫灭 太已经的大能 丁元失声惊呼 满脸的后悔 可惜 已经晚了 等徐军明收了神通后 整个上阳城内 所有身具冤煞之弃者 全部消失 师父 你这神通真厉害 我也想学 孙石眼神火热 许轩的眼睛中 也填满了渴望 笑着拍了拍两人的脑袋 等你们修围到了 我再传给你们 现在 还是好好修行吧 从法袋中 拿出一个传送阵法台 放到城外 不过片刻 无数身穿铠甲的战士 从中走了出来 仿佛滔滔不绝的洪流 迅速进入上阳城 控制住了全城的局势 前后不到三日 崇山书院 天外神山世界中 千年积累的精锐大军 迅速控制住了 景州所有的军线 等到覆盖全州的 先阵完成后 大军蜂拥而出 把山野中 所有散落的 食人妖孽 绞杀干净 而后开始为 所有百姓军填 建立稳固的秩序 也迅速赢得了 景州的明星 有了这个基础 崇山书院的 其他绿条 尤其是最关键的 义务教育制度 得以完全推行下去 很快一切都 走上了正轨 三亿离景山 如同巨龙匍匐 大小山巒 层层叠叠 绵延到天地的尽头 在这片奇风怪石遍布 飞泉流铺无数 满眼都是代代秀景 遍地都是 其真意寿的南国大山中 有一座百花齐放 松石不老 景色长春的山谷 一个身穿白袍的青年人 手持折扇 漫步其中 虽然看似在赏景 但双目无神 步伐迟缓 显然 神思早已不知飞往何处 突然 一阵脚步声传来 身穿铠甲 头颅上保留犀牛外形的 妖将功声道 启禀大王 南山郡王已在前山等候 白袍青年人心中一阵 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白袍人袖袍一挥 白色衣袍 变成了一袭青白色软甲 鼻尖拉长 渐渐化为一根锋利的硬角 嘴巴扩张 眼睛变圆 让整张脸多了几分猙獰 右手一挥 面前出现了一块 丈许大小的水晶 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容貌后 白袍妖人微微点了点头后 纵起顿光来到了前山洞府 这是一座宽打百丈 高九丈 九根金柱之称的金殿 贝叶明珠照的 仙豪碧县的殿堂中 陈设华丽 几乎不比皇宫大内差多少 一个身穿深紫色长袍 头戴金罐 脸型消瘦 神色英质的中年人 正坐在大厅中 老神在在地喝着茶水 哈哈 李兄 别来无恙啊 南山郡王李洪站起身 看着阔不而来的白甲大腰 主动迎了上去 十年不见 白兄风采依旧 真是可喜可贺 请坐 请 来人 上茶 几个艳丽的虎女 把茶水端上来 两人抿了一口后 锦山大腰白胜直接道 李兄来找小弟 不知所为何事 白兄聪慧 想来早就猜到了 可是 为了俞荣王的寿担 李洪点了点头 俞荣王神通广大 交友广阔 他每三百年一次的寿担之礼 宾客云集 南荒百国中的妖魔 纷纷到场 讲道论经 比武教计 实乃我南荒一大盛事 不可错过 小弟也是如此想 只是小弟第一次接到邀请 不懂规矩 未免冒犯了俞荣王 还请李兄多多费心 照顾一二才好 哈哈 你我两家乃是邻居 自当守望相助 白兄放心就是 白圣刚要道谢 突然被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 爆 焦急的声音中 一个身穿铠甲的狼腰小笑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看到坐在上手的白圣 翻身败道 启禀大王 铁城山有十万火急的信函送到 白圣本带发怒的神色 瞬间凝重起来 锦山以他为主 在下面便是分别占据东 南 西 北的青龙山 铁城山 百战山 和飞云山 每一座山的山主 都是原阳惊仙级别的大妖 麾下更有数百万妖军 实力雄厚 能让铁城山 用十万火急的秘性来报 显然是碰上了 生死存亡的大事 顾不得发怒 拿上来 狼腰小笑 连忙把背后的信筒摘下来 双手捧着 恭敬地递过去 白圣双手掐绝 解开了上面的封印后 从中飞出树叶信间 一目十行地看完 砰 桌椅聚碎 白圣怒默起 好大的胆子 何事惹得白兄如此生气 白圣把信转给李洪后 怒道 一个小小骑国的门派 居然敢冒犯我锦山妖族 真是不知死活 来人 点骑兵马 灭了这狗屁 重山书院 白兄且慢 拦住他后 白兄 此事只怕不简单 李兄有话不妨直说 微微点头后 世人皆知 锦山是兄弟你的地盘 能够让铁城山求援 最低也是有 原阳惊仙作证的宗门 试问 这等宗门 岂会不知白兄的修为 早已知太已尽 明知如此 还来侵犯 显然是有所准备 一席话点醒了白圣 被怒火充斥的头脑 你这老鬼倒是谨慎得很 清朗的声音响起 谁 白圣 李红立身而起 一惊一清黑 两道浑厚无涛的气势 冲天起 前者在半空中 幻化成一头通体白色 却长有一根金色独角的 强壮犀牛 后者则幻化为一尊 两头四臂的天魔神像 后者的气势 明显比前者强出一截 但两者 都是太以天仙境界的大能 大殿门口 原本无人的虚空中 忽然泛起阵阵波纹 一个高大的身影逐渐清晰起来 此人身穿青色道袍 腰记金绳 左腰间系着一个青葫芦 面貌古捉 金环束发 随意地垂在脑后 覆手而立 平静的神色中透出一股 俯视苍生的威严和霸气 嘿 啊 白胜 李红不约而同的催动道法 刹那间 一道犀利的纯阳剑气 一剑极如闪电的黑色法轮 直朝那青袍人打去 剑气和法轮转眼 便到了青袍人身前 但让两腰震惊的是 任凭他们如何催动 剑气和法轮始终打不到对方身上 仿佛双方之间隔了千万里 甚至更远的距离 胡天道法 太义境界的大腰到底非比寻常 瞬间便明悟过来 也只有胡天道法 才能在尺寸之间点画无量空间 徐军明大秀一挥 骑士已尽的两世道法 瞬间涅滅 我的黑甲分光轮 李红心中一阵肉痛 这可是他手中不多的几件 极品仙气 阁下是谁 为何要闯我景山悬崖洞 白胜慎重道 徐军明淡淡一笑 别人都是先礼后兵 你们道好 先兵后礼 至于本尊 正是你那十万伙计的信中提到的 崇山书院长院徐军明 白胜脸色一变 知道今日只怕不能善了 我景山妖族自问与四方为善 从不招惹是非 阁下为何要与我为敌 与四方为善 景山周围七国中 死于景山妖族口中的人族 数以亿计 你说我 为什么要与你为敌 话落 转过头 你就是南山郡王李红 正是在下 南山国纵横四亿里 东西一亿八千万里 人丁数以万亿 居然全被你化为鬼类 你更该死 此言一出 李红神色瞬间阴冷下来 他本意在这场太乙境的斗法中 置身事外 毕竟他跟白胜的关系 还没亲密到 为他两肋插刀的地步 但听着徐道仁的语气 明显没打算放过他 既如此 说不得双方就要联手了 第零八零二章 追日通天息 强横射日箭 想到此处 李红朝白胜看去 恰巧对方的眼神 也转了过来 两人交流了一下目光 彼此明白了对方的打算 这家伙还真是找死 白胜高兴道 让他自己对付一个 精通胡天道法的 太乙天仙 他心中也没有多少胜算 但若是有李红 这个老牌的 太乙天仙进鬼仙 那胜算就大得多了 哈哈 李兄 这次 你我要并肩作战了 你左我右 上 李红一声令下 两人仿佛离弦之箭 直朝徐军明冲了过去 纯阳无极神剑 一道十丈长的剑光 从白胜手中激势而出 炙热的纯阳剑气 不仅融金化铁 更有一股切金断玉的锋利 万鬼是心魔刀 阴冷的刀气 带着死亡的哀嚎 如同一条弯颜而上的黑蛇 诡异而又犀利 一刀一剑 一阴一阳 如同一把剪刀 闪电般朝徐军明剪了过来 徐军明仍然是副手力的样子 一刀一剑到了身前 仿佛溅起了层层水波 任凭两人如何催动 也难以伤到本人 如果你们也就这些本事的话 我可就出手了 李红神色一冷 双手掐绝 身上的气息 越发地强盛起来 天鬼真身 刹那间 粘稠如蜜 浑厚无皮的鬼气 如同风暴一般 冲天气 不过片刻 一尊双头四臂 山字头 赤发蓝脸 肌肉囚结的万丈巨鬼 出现在面前 强横的鬼气 不仅先翻了大殿 连整座山都被打成了两截 吼 爆裂的巨吼声中 一把长束千丈的蛇形弯刀 一面漆黑无比 绣着白骨骷髅 愁云惨雾的黑色巨翻 一件惨绿色灯燕的白骨灯 分别出现在四肢如山巨掌中 唯独一只手空着 不出意外 应该是那件被徐军铭 收走的黑色法轮 三件法器并立向前 刀芒万丈 仿佛开天蔽地 翻卷万里 如同黑雾漫天 阴火冲天 好似寒冰成地狱 一瞬间 方圆数千丈之内 击成死地 徐军铭站在半空 神色平静 变成大哥 本事也一样稀松 突然脸色一变 双手截了几个法印 时间流速瞬间加快 下一刻 一件黑色大印 从天而降 刚风呼啸 仿佛一个世界砸了下来 轰隆 地线百炸 层层叠叠 更是被瞬间压碎 哈哈 李兄好本事 看着那黑色大印 眼中露出一丝热气 这可是一件难得的 上品仙宝 足以镇压一方 气韵的存在 李红面线得意之色 也是那道人 自持胡天道法 以为我两人奈何不了他 这才被我 黑山印 偷袭得手 果然是万年老鬼 心思缜密 若非本尊有几分手段 几乎被你得逞 看着仍然背负 双手站在半空 仿佛从未挪动脚步的轻袍人 李红心中震惊 尸声惊呼 不可能 第一次尝试时间的伟力 徐军明深感他的强大 他只是加快了自己周围 三丈空间内的时间流速 等黑山印威力过去后 在放慢时间 恢复地仙界的正常时间流速 变分毫不损 躲过了一次连太乙玄仙 也要小心应对的道法 时间为地 空间为王 果然不是空穴来风 看着满脸难以置信的李红 徐军明伸手一指 法力澎湃 一口千丈之巨的黑色剧中 出现在半空 弹指惊雷 落魂中 诡异的钟声 带着强悍的落魂之力 横扫八方 以徐军明太以天仙圆满的修为 还在李红和白圣之上 而且 这又是龙帝的先天神通 未能格外强大 虽然下意识地防备 但正处于震惊中的李红 只觉脑袋中嗡一下 三魂七魄 飘飘荡荡 元神散乱 法力崩解 万丈鬼神 寸寸崩散 几件法器也灵光暗淡 恢复了原本的模样 从空中坠落下来 反倒是白圣 周身笼罩在一层艳艳金光中 居然丝毫没受影响 差点忘了 追日通天西粪树纯阳 顶上独角 蕴含大日精华 万邪难清 难怪可以挡住我的落魂中 白圣深吸一口气 凝食徐军明 阁下真要与我不死不休 须知我通天西一族 强者无数 族中老族 更是大罗径的存在 阁下就算是今日杀了我 来日也会被我族老族 斩于刀下 不若你我双方 把手言和如何 我可以放弃景山 给崇山书院 作为立派之计 徐军明左掌一挥 层层叠叠的空间 淹没了李洪 封住了这位太义鬼仙 平静的目光 直视白圣 锦山我要 至于通天西一族 将来不过是本座门下 臣子而已 又有何惧 伸手一指 半空中响起 枪枪之声 刹那间 数百道锁链 仿佛巨蟒油浆 速度飞快 直朝白圣 绞杀而去 正是任无极的 本命神通 居魂锁 作为徐军明 欺破法身之一 不管是任无极 隆帝 还是敖天 太乙 他们领悟的先天神通 徐军明都能用 崔洞造化法符 数百道拘魂锁 瞬间化作数千道 一瞬间 天空都黑了下来 白圣大惊失色 他的本命神通 大日金光 能挡住刚才那落魂中 却挡不住 这千百道锁魂链 拼了 白圣一咬牙 双手快速结印 繁复的手印中 无尽的纯阳金光 逐渐凝炼 同时 一根赤红色的长剑 出现在头顶 射日神剑 射 下一刻 掌中金光化 做一把古朴的雕花大弓 赤红色长剑 飞落弓弦 两者合一的刹那 气势陡生 徐军明本能地 从那金剑上 感受到了一种 强大的威胁 哇 弓如霹雳弦精 一道水灿的金光 如同大日出生 瞬间穿透了层层锁链 来到了徐军明身前 犀利的剑光 瞬间穿越了 他部下的层层空间 速度之快 根本容不得 他布置新的空间屏障 好在他还有时间 时间减缩 眼前的一切 骤然缓慢下来 脚步一迈 空间转换 瞬间躲过了剑光 白圣喘着粗气 汗流加倍 神情疲惫之极 这摄日神剑是 追日通天西异族的 镇族神通 传闻中 是通天西异族的老族 机缘得到了 巫族后裔大神的 一支摄日剑 参悟玄机 领悟而成 配合追日通天西天生的 大日精光 威力强绝 虽然比不上摄日剑 图仙灭神的大威能 却也是一门 了不得的大神通 白圣以本命先保 摄日剑配合施展 更是犀利无比 换成其他同境界的修士 若是没有重宝在手 百分之百都要陨落 可惜他遇到的是 徐军明 一个兼修十二门道法 宝物众多的天之骄子 看着一剑过后 仍然毫发无损的 青袍道人 白圣瞬间丧胆 脚步一脉 神化金光 疯狂朝远处顿去 挥袖收了先前那金剑 看着远去的背影 淡淡一笑 有谁能跑得过 胡天道法的修行者 脚步一脉 瞬间出现在 白圣身前千丈 后者亡魂大冒 眼看躲之不及 神色瞬间很拉起来 撞死你 摇身一变 一头千丈之巨 四提如山 头生金色独角的 白色犀牛 疯狂地朝徐军明 撞了过来 但凡胆子小一些 看到这么一头 如山巨牛撞上来 都会下意识地躲避 不过徐军明没有 他很清楚 眼前这头大家伙 已经前驴即穷 左掌摊开 一层层水波 快速朝周围扩展 白色犀牛撞上来 波纹荡漾之鱼 千丈巨身 居然缓缓缩小 等他察觉到异常 想跑的时候 地藏神门从天而降 迎白色光芒笼罩 风印神光绽放 让这头鲁莽的大家伙 渐渐平静下来 看着掌心空间中的 追日通天息 满意地点了点头 不过目光扫过地藏神门后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随着他进阶太乙境 下品先天领宝级别的 三才神门 已然无法满足他的需要 但中品先天领宝南巡 想让三才神门更上一层楼 几乎不可能 摇了摇头 暂且把此事压后 右手摊开 一个黑色葫芦出现在掌中 正是太乙真君的玄音葫芦 来景山之间 就被他借了过来 法力一催 一杆招魂帆 从葫芦口飞了出来 齐帆无风自动 道道玄光飞出 笼罩住白圣和李鸿的神魂 收集了二腰的神魂烙印后 收起玄音葫芦 催动道法 开始查看二腰的记忆 李鸿那边很顺利 数万年的生平 仿佛一部电影 呈现在徐军鸣面前 但白圣这边 却遇到了困难 他可以看到对方的生平 但涉及到主修功法 以及摄日剑神通的时候 这股记忆却突然崩溃了 轻疑一声 冯映 细细感受一番后 徐军鸣明白过来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果然不愧是 大千世界妖族中的顶尖族群 赞叹一句后 眉头微皱 他明白 日后再想象先前那样 通过窥视记忆 得到别人的传承功法 只怕会越来越难 好在我还有青铜镜 多花些时间 总能参悟出后续的功法 摇了摇头 挥手把白圣和李鸿放了出来 二腰已成他瓮中之鳖 悬阴葫芦不悔 便永远别想挣脱束缚 第0803章 13年后 锦州上阳城 被崇山书院接手后 整座城池 再也不负先前死气沉沉的样子 城外所有的窝棚被一扫而空 曾经荒僻的土地 重新被开垦为良田 城内低矮的房屋全部推倒 重建为五层小楼 空出来的土地 辟为绿化带和广场 以及崇山书院下 中 上三院 曾经狭窄的道路 被土系法术拓宽和加固 两侧古朴的建筑 得到了保留 破损的也全部被修复 千万百姓 脸上再也没有了菜色 更没有了整日 担惊受怕的惊慌 身上的衣服也变了 虽然有些就和轻微破损 但比起先前的乞丐装和草裙 强出千万倍 任何一个曾经的齐国人来此 只怕都不敢认 这就是那座破败 死寂的上阳城 坐在最高的城楼屋脊上 太乙真君喝了口酒后 看着下面熙熙攘攘 生机勃勃的人流 现在再让这些人 回到齐国的话 打死他们都不愿意了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人性都是如此 徐军明道 随手一抛 悬阴葫芦 飞入太乙真君手中 后者收起来 真要留下那蠢牛和老鬼 稳定的局势 更利于我们发展 如果一团乱的话 虽然对我们没太大影响 但容易引来外面的窥视 顿了一下 比起一步登天 我更喜欢步步为营 好吧 反正你说了算 不过 锦州已经完全纳入我们手中 各方面都已经走上正轨 是不是该把整个齐国拿下了 不 先稳定个三五年再说 不过那个春秋冠 可以拿掉了 这些家伙还以为 我们的目标是锦山 真是蠢的可言 他们不是蠢 而是被固有的认知 限制住了思维而已 站起身 春秋冠就交给你了 怎么又是我 谁让你最闲呢 你不也闲着吗 我要练宝 当然 若是你现在把太乙金船收回去的话 我就去春秋冠 不 太乙真军懊恼地站了起来 在练器上 他真是一点天赋都没有 五爷真是欠你的 顿光飞起 转瞬间便消失在半空 下次我回来 要看到一件中品 太仙宝 话犹在耳 人已消失不见 徐军鸣淡淡一笑 脚步一脉 再出现已经是崇山居后院 盘坐在后院两亭 随手一挥 宝光乍现 四项剑阵 天机神球 三才神门 天雷谷 济世仙除 盘驼神枪 青竹杖 储物葫芦 青云道袍 天外神山 崇山居 再加上造化灵池 和天宫神炉 徐军鸣常用的法器 基本都在这了 四项剑阵 济世仙除 青竹杖 储物葫芦 青云道袍 只是极品仙器 三才神门 和天机神球 是夏品先天灵宝 天雷谷 盘托神枪 和崇山居 则是中品仙宝 也是他手中 祭练出来的 最强的法宝 天外神山 是顶尖的小千事件 审视一番 把四项剑阵丢了出来 他已经用不上 这套剑阵 斗法护身 盘托神剑 和盘托神掌的威能 便足够了 神通再经不再多 既是仙除 是挖掘灵药的宝物 极品仙器够用了 不用着急提升 青竹杖 除葫芦和青云道袍 只是半首的法宝 不指望他们来斩除强敌 也不必急于祭练 三才神门 天机神球 已经完全跟不上 他修为提升速度 偏偏这几样宝物 都极为重要 要不要把太乙的 和图洛书拿来 虽然只是先天领宝 和图洛书的复制品 但那也是上品先宝 既能布阵 也能推演 足够他用一段时间了 不过 徐军明用惯了天机神球 和图洛书虽吼 却不怎么顺手 而且 和图洛书前进无路 与其将来头疼 还不如从现在开始 就走出一条 适合自己的道路 至于三才神门 已经完全没必要 继续保持先天领宝之体 抽出里面的先天不灭灵光 既练几件夏品 先天领宝 赏赐弟子吧 也为我重山书院 多几件传承重宝 夏品先天领宝内 承载的道则 对年轻弟子悟道 有巨大的辅助作用 天雷谷 盘托神枪 和重山居 徐军明 为三的中品先宝 前者为雷道先宝 中者为斗战先宝 重山居 是徐军明的道场 和大本营 他以聚宝盆的 禁制祭练 放到其中的宝物越多 威能便越强 所以 即便只是中品先天领宝 因为天宫神炉 造化灵池 以及诸多宝物的存在 他的威能 堪比大罗灵宝 是徐军明手里 整正压箱底的重宝 想了想 把天雷谷拿了出去 这件伴随了自己 上千年的雷道先宝 虽然一直很喜欢 但长久以来 除了渡劫的时候用一下 多数都在自己的 储物葫芦中蒙沉 与其如此 还不如交给弟子 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 即是先除 清竹杖 储物葫芦 清云道袍 收起不提 只觉翻飞 法应道道 缓缓把三才神门内的 先天不灭灵光 全部抽出 而后封印 至于天机神球 暂时他也没有 太好的思路 且留待以后 随手一挥 三道神门 飞入天宫神炉 同时 早先积累的灵财 也跟着飞了进去 这次 他要重练三才神门 时间在徐军明炼气的时候 一点点过去 三年后 崇山书院如同猛虎出闸 席卷了整个齐国 折服十年后 又拿下了北方的赵国 景山东北方向的梁国 以及景山西侧的南山鬼国 此时的崇山书院 已然成了一个纵横七亿里 东西五亿里 人丁五万亿 在南瞻部州 数百个中等国度中 偏上的存在 十三年过去 改变了很多 既有人 也有事 身穿青袍的许仙 嘴里叼着一根狗尾巴草 阳躺在自家屋顶上 看着远处的天空 万里无云 阳光明媚 从里到外暖暖的感觉 让他舒服地眯起了双眼 曾经的少年 已经长成了十八岁的青年 常年修行 让他身上自带一股 飘逸的出尘之气 配合俊逸的容貌 迷倒了航城郡内 无数大姑娘小媳妇 因为已经籍贯 许仙也改回了幼时父母 为他取得许仙 师弟 好生悠闲啊 熟悉的声音 让他心中一阵 瞬间瞪大双眼 朝右侧看去 明媚的阳光下 一个身穿青色短打 脚踩盲鞋 腰脊思涛的金毛猴子 出现在眼前 师兄 神色喜悦的许仙 腾一下爬了起来 师弟 我们可是有两年没见了 孙石笑着 拍了拍许仙的肩膀 几乎同时败入师门 同时学到的经历 让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师兄这两年去哪了 让小弟这识想念 许仙点头后连忙问道 师父让我去西海 乌鱼捣采药 如今才回来 这不听说师弟出师后 回到杭城定居 便过来看看 说着 上下审师一番后笑道 不错不错 已经元神后期了 好好休息 最多三四年 你就能渡劫成仙了 嗨 我这点修为 比起师兄而言 实在不值一铁 早在十年前 自己这位师兄 就已经成就元阳天仙 这会估计 不是真仙就是玄仙 反正比他强得多 孙时淡淡一笑 并未在这上面多数 一拍腰间红葫芦 一朵乳白色的云朵 飞了出来 师弟 这朵造化天罗 是师父给你的仙气 蕴含造化到庙里 以此催动你的青竹杖 唯一能足以提升数倍 感受到这乳白色云朵的奥妙 许仙神色惊喜 这真是师父给我的 当然 许仙招出人浑神门投影 跪地祷告 弟子多谢恩师赐宝 人魂神门上 献出徐军明的幻影 朝许仙微微点头后 消失不见 收下礼物后 师兄 走 去我家里坐坐 哼 坐就不必了 我还要去一趟三师叔那里 等我回来 再跟师弟好好拒拒 说吧 脚步一脉 身形瞬间消失 师兄走好 朗声摇住后 许仙翻身从屋顶跳了下来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二进小院落 自从前几年 姐姐嫁人后 她就一直跟着住在这里 汉文 汉文 听到姐姐话声 许仙连忙走到后院 姐 什么事 已经扎起腹脊 身穿青色长裙的许娇容 比年轻的时候 富态了很多 虽然跟在徐军明身边的时候 学了一套修行之法 但因为志不在此 如今只是先天后期的修为 第零八零四章 混元神门 时间尾利 刚才 你在跟谁说话 孙师兄 刚到他来看我了 孙师兄 孙时 许娇容差一道 当年他差点把对方认成妖怪 当然记忆深刻 嗯 你这孩子 真是不懂理数 人家千里迢迢来家里 你怎么也不请人进来坐坐 话由未落 家里来客人了 随着略带沙哑的说话声 一个身穿躁色警服 脸型方正 下河流着三缕常然 一脸正气的壮年男子 迈步走了进来 此人便是航程 俊行经总队的一名中队长 修为达到 原因中期的理工府 原本还是齐国的时候 此人只是补了父亲的缺 刚入衙门不久的小补块 后来崇山书院占据齐国 把修行普及开来 衙门也是重中之重 淘汰了一批鱼肉百姓的庸禄之背后 少数有修行资质 而且负责人的补块留了下来 拥有中等修行资质 为人又正直的理工府 便是其中之一 后来在崇山书院刑部下设的警察学院 培训三年后 成了航程郡的刑警 多年来 勤勤恳恳 立下不少功劳 再加上小舅子的帮衬 这才成了原因中期的中队长 当然 刑警什么的 完全是拿来主意 毕竟 崇山书院 完全是按现代社会的标准 来规范所掌控的土地和人口 当然也需要现代的管理制度 才不至于张冠李戴 闹出笑话 是汉文的师兄 没进家门 就离开了 说话间 许娇荣贴心地走上前 把丈夫手里的刀接过来 放到了旁边的桌子上 汉文的师兄 李公府一愣 虽然他不知道 自己小舅子 在崇山书院具体地位有多高 但只看上司 对自己客客气气的态度 也能猜测一二 他的师兄 必然也是崇山书院中的大人物 姐姐 姐夫 师兄有要事在身 不必久留 等他下次再来 我们招待一番也就是了 目光一转 哇 姐姐 今天午饭这么丰盛 说着跑过去 扯下一个鸡腿 放在嘴里吃了起来 许娇荣横眉怒目 上去就揪起弟弟的耳朵 脏死了 快去洗手 哎 姐姐放手 疼 看着姐弟二人亲密的样子 李公府微微摇头 晚了晚衣袖 准备洗手吃饭 实际上 不管是他还是许仙 早就到了壁谷的阶段 不过是为了照顾许娇荣的感受 才坐在这里 而且 三岁丧母 十六岁丧父的她 也很需要家庭的温馨 吃过午饭后 汉文 明天就是清明了 你准备一下 跟我一块去扫墓 知道了 姐 还有 姐姐知道 你心高 但如今你也到了该婚配的年纪 如果你没有觉得合适的姑娘 姐姐就帮你介绍一个 许仙抱汉 如今他也不过才刚刚急逛而已 虽然不排斥道理 但现在还没这心思 姐姐 下午我学校还有课 就先走了 说完 不等许娇荣多说 脚步一脉 闪电般飞了出去 哎 我还没说完呢 你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没看出来 汉文不愿意吗 再说 你介绍的那些雍之俗粉 他能看得上 理工府到 怎么就雍之俗粉了 前阶老刘家的大女儿 也在学院里当老师 而且 长得如花似玉 知书达理 怎么就雍之俗粉了 看着气势狂暴的老婆 理工府瞬间败退 行 行 我说不过你 我上班去了 连忙拿起刀出门 狼伴逃 看着背影远去 许娇荣游游于怒 真是的 一个个都不让我省心 真是上辈子欠他们 哼 爆裂的雷霆 最后逞威一番后 终于过去 四道高万丈的巨门 沐浴着雷霆 渐渐清晰起来 威娥的石门 透着一股鼎鼎天地的霸气 每一座神门各有不同 东侧的神门 通体水金色 悬崖的纹路中 透着时间的威力 正中心门楣镌刻 两个复杂的神门 如果修为足够 便可以参悟出 正式混元二字 西侧的神门通体天青色 两侧门柱和中间石门上 各自浮雕神门 中间宽厚的门楣是天象二字 神门基座宽厚无比 两只麒麟背靠门柱蹲坐着 虽是死雾 却自有一股难以侵犯的灵灵之威 南侧神门通体谷同色 除了门楣上地藏二字 门柱和门飞上并无神门 基座上盘握两头青牛 牛眼半睁半闭 虽然看上去一态悠闲 却令人不敢直视 北侧神门通体悬黑色 门楣上人魂两字 铁化银钩 自带威严 神门上没有神门 旁边也没有异兽 只是一株粗壮的七彩葫芦藤 如同灵蛇一般 盘绕神门生长 葫芦藤密集的藤叶中 一个白色葫芦 一个紫色葫芦花 正旺盛地生长 四座神门 皆气势非凡 浩瀚博大 数百丈粗的造化灵光灌下 吸纳了这股灵光 四座神门气息越发的强盛 六道粗大且繁复无比的静止 一一浮现出来 一股镇压宇宙诸天世界 万古难移的雄魂 白 青 黄 黑 四色明照千万里 徐军铭副手而立 看着自己花费十三年苦功 在三才神门基础上 激烈而来的四项神门 以他如今的心性修为也不由激动万分 四剑顶级的仙宝 独立分出一剑都是顶尖之物 若是合在一起布下四项大阵 困 杀 换三大类 数百种应用于一体 威能强悍 尤其新炼成的 代表时间的混元神门 更是能让他多出数百倍的修炼时间 还真让你炼出来了 太义真君感受到四大神门上 强横无边的气势 心中也不由惊叹 有着四大神门在手 就是面对太乙玄仙 也有一战之力 徐军铭一招手 威额的神门瞬间缩小 化作四道流光 飞入掌中 可惜 我对时间到的领悟 还是不够 否则 我倒是有信心 让他们更上一层楼 成就尚品仙宝之尊 已经可以了 一口怎么可能吃成胖子 炖了一下 对了 你怎么让孙时去老三那了 不怕 他们两个混世四猴 一见面就打起来 有徐军铭 这个鲸鱼推演的人 在背后支撑 龙帝到底还是找到了六尔弥猴 善灵鹰 能查理 之前后 万物皆明的六尔弥猴 果然不愧 混世四猴之名 虽然出世不久 而且无人教导 便已经成仙 当然 这点修为在龙帝面前 根本不够看 轻易就擒了下来 顺理成章地 成了龙帝门下三弟子 混世四猴两两不想见 只是杜撰 若真如此 崩巴尔将军 马刘二元帅 也不会在孙悟空 麾下共识 你怎么知道 刚说完 太乙真君 便知道自己问了一个蠢问题 自从徐军鸣 把命运一道领悟到太乙境 重练天机神球为 中品仙宝后 他的推演之能 便提升了近百倍 很多之前算不清楚 或者模模糊糊糊的问题 如今仿佛掌上观文 一清二楚 看了他一眼 混世四猴之间 有一种莫名的羁绊 让他们共同修炼 能够彼此 激发出各自的潜力 进而快速提升 太乙真君微微点头 混世四猴 真是绝世资质 孙时败入你门下 不过十三年 修为已到了原阳惊险 六二弥猴在老三门下七年 不仅练成了大五行神光 一身修为 也到了原阳玄仙境界 好歹都是太极级别的先天神灵 自然非同凡响 看到徐军鸣手中的混元神门 太乙真君眼神中露出热浅 你这宝贝 现在应该能用了吧 当然 徐军鸣自信道 能放慢几倍时间 十倍 怎么才十倍 什么叫怎么才十倍 你都进阶太乙真仙了 能有十倍的时间延迟 已经足见我这宝贝的强大 徐军鸣不满道 因为在赤县神州 得了那没大罗金 先进阶的滔天内丹 其中蕴含的 先天太极吞噬根本气 足以让太乙真君 在达到同进阶前 不用考虑法力问题 只要境界到了 随时可以借助滔天内丹中的先天 吞噬根本气境界 至于其余修士担心的 妖族妖气和人族法力 不同源的问题 对于修行吞噬道的太乙真君而言 根本不叫神 只要本源大到相同 转化起来就很容易 所以十三年后 太乙真君对吞噬之道的领悟 更上一层楼后 便顺利进阶了 嘿嘿 没错 十倍也很强大了 来来 本尊 让我也感受一下 混元神门的威呢 你知道 我现在最欠缺的就是时间 多长时间 你能进阶太乙玄仙 百年时间 考虑片刻后 太乙真君谨慎道 太乙精先呢 千年时间 虽然有青铜镜投影 但到底不是本体 对于悟性的加持 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考虑到地仙界中强者太多 崇山书院确实需要 一个能镇场子的大能 除了肯定不能来此的熬天 剩下四人中 就只有太乙真君最有希望 徐军鸣催动混元神门 瞬间变换三丈之举 万千灵气 云集而来 化作粘稠的灵气 被混元神门快速吞入 太乙真君眼睛一亮 你这混元神门 还有聚灵智能 徐军鸣微笑着点了点头 跟太乙真君不同 他最缺的就是法力 当然要在混元神门上 转刻聚灵阵 走 我们进去 一个分身从体内走出 操控混元神门 徐军鸣 跟太乙真君联妹走了进去 混元神门对已经进阶 太乙真仙境界的太乙真君 只能放慢十倍 但对还在太乙天仙境界的 徐军鸣 却能够放慢百倍 第0805章 白素真 徐军鸣本尊和太乙真君 进入混元神门后 留下来操控 混元神门的分身中 又走出一个分身 这个分身 脚步一脉 来到崇山居传送大殿 这里放着一座千丈之巨 辉红壮阔的跨界传送阵 实际上 如果想要连通崇山世界的话 星恋的天象神门 比这个跨界传送阵更容易 但跨界传送 需要巨量的灵气 天象神门星恋 当然没有足够的灵气储备 徐军鸣也不想耽误时间聚集灵气 反倒是这座传送祭坛 会自动补充灵气 随时随地可以使用 目前来说最合适 双手结印 繁复的手绝飞入其中后 气台上方 浩瀚的灵光绽放开来 渐渐地 一个足有三丈之举的空间 通道凝聚成形 时间不长 无数顿光从中飞来 落地后 献出秦仲 林正英 乔守兴等核心弟子 以及徐扬 金真圣母 钱康等记名弟子的身影 林林总总加起来 有近三十万人 这是崇山书院千年积累的 最为精锐的力量 全是敌传和内门弟子 超过九成都市仙人 其中 秦仲 林正英 乔守兴 燕赤霞 徐皇等敌传弟子 修为已经达到 原阳金仙圆满 洛飞为了夯实根基 已经可以杜劫了 等所有人都过来后 徐军鸣关了传送阵 身躯浮空九丈 呈现在所有弟子眼前 参见恩师 掌门师伯 众人红声道 免礼 都起来吧 谢恩师 掌门师伯 把你们召集来此的原因 想必你们四师叔 都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此言一出 众人眼神瞬间火热了几分 灵气比崇山世界 浓郁数百倍的大千世界 在这里 他们的修为 可以提升得更快 比崇山世界广大数千倍的 地先界中 也有更多的宝物和机缘 所以 当可以去大千世界修行的消息 在崇山书院 敌传和内门弟子中间传开后 除了有家是牵挂 或者濒临突破 以及必须留守大本营的弟子外 崇山书院五百敌传和百万内门 三分之一都来了 如今我崇山书院 已经在地先界建立了根基 而等先到各地崇山书院任教 熟悉此界情形后 再考虑将来行止 弟子等遵命 徐军明微微点头 凭借天外神山中积累 只够崇山书院扩张到现在的地步 若是想要继续快速扩充实力 就必须从崇山世界抽掉人力 所以 他才把这些人全都调了过来 有这些高端战力做支撑 足够崇山书院 把领地快速扩充到三百亿里 别觉得这很大 只是南瞻布州 便有二十万亿里纵横 三百亿里也不过是千分之一罢了 掐了几个手印 伸手一指 人魂神门光芒闪烁 很快 李宁 周郎和杨达的身影 出现在众人眼中 你三人身在地仙界多年 熟悉这里的情况 他们就交给你们安排 弟子遵命 去吧 徐军明大秀一挥 所有那门弟子 瞬间出了崇山居 一下子 整间大殿变得空荡起来 看着恭敬站在下方的众弟子 徐军明淡然一笑 徐飞你比你爹更胖了 站在第一排末尾 身穿青色道袍 肥胖如骨 面如银盆 跟太乙真君 有七成相似的胖子 文言差点跌倒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如此肃穆正式的氛围中 素来方正严肃的掌门师伯 居然也会开这种玩笑 众弟子中 性格跳脱之辈 一下笑了起来 瞬间大殿中 肃穆的气氛消散一空 掌门师伯 我爹怎么没来 徐飞连忙道 他是太乙真君 以自己的一滴精血 结合先天造化灵气孕育而成 自然是父子 你爹在闭关 不过他要是看到你如今 已经进阶太乙玄仙的话 肯定会很欣慰 嘿嘿 徐飞笑着摸了摸后脑勺 脸上带着期待的笑意 目光一转 看向秦仲他们 看来 你们距离突破不远了 都是恩师教导之功 秦仲 林正英等人同声道 笑了笑后 站起身 你们跟我来 转身向前 众人连忙跟上 穿过一个空间通道后 面前出现了一座三丈之巨 遍布银白色花纹 气息晦色 而神秘的水晶石门 正是混元神门 此物便是我心祭恋的重宝 蕴含时间之道 名幻混元神门 此言一出 众人心中惧震 作为崇山敌传弟子 他们或多或少 都了解一些时间的伪力 但修行界中 胡天道法 还有不少人修行 但时间道法则 完全没人能懂 冷不丁看到一件时间道重宝 可想而知心中的震撼 同时 他们脑海中 也瞬间浮现起了 自己看过的古迹中 关于时间之道 一灵半爪的记载 目光渐渐期待起来 如你们所想 此门具备时间加速 和减速的威能 根据每个人修为不同而不同 具体如何你们自行体会 屈指一谈 五百道神光 从混元神门上冲起 融入众人丹田 跟原本的三才神门 组成四项阵势 此宝为我崇山书院 镇院至宝 非我崇山狄传弟子 绝不准向外人透露半分 虽然已经设下了封印 但有些事 该说还是要说一下 弟子遵命 声音比先前大了何止一倍 神色更是兴奋至极 人人跃跃欲试 时间之道 虽然不如青铜镜 但也是辅助修行的利己 都散了吧 众弟子拱了拱手后 便纷纷离开了 他们不是第一次来崇山居 和天外神山小世界 都有自己的去处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徐军明 脸上多了一丝期待 过不了多久 崇山书院便要再多上六七位 太以天仙了 烟花三月 杨柳一一 西湖两岸 花红柳绿 生机勃勃 也挤满了来此踏青的人群 尤其这十几年来 崇山书院治下国泰民安 百姓富足 修行普及 故而游览之风大盛 再加上 又是清明时节 祭拜仙人后 趁机游览的人格外多 许仙也是其中之一 辞别了姐姐姐夫后 她终于有了一些个人的空间 自从两年前出师后 回到崇山书院 航城郡中院 担任清暮道的讲师 日子一直茫茫碌碌 少有像今日这般闲散 嗯 眉头微皱 身为元神级别的修饰 她的武感非常敏锐 很快便察觉到 几道屡屡关注的目光 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一个身穿白衣 云并高婉 风华绝代 而又端庄华贵的女子 映入眼帘 四目相对 许仙不由怦然心动 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从心底升起 让她不觉脸红心跳 暗自慌张 姐姐 这就是 你要找的有缘人 清脆活泼的声音 让许仙下意识地转头看去 一个身穿青色长裙 梳着双压剂 长相秀丽的女子 映入眼帘 妖妾 眉头一皱 从这轻衣女子身上 她感应到了清晰的妖气 本想催动法力 看清这轻衣女子的本相 但想了想 又停了下来 崇山书院的智学宗旨中 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万灵平等 即便是妖 若是遵守崇山绿条 便能安稳地生活在 崇山书院治下的领土中 所以 她对妖族 没有那么大的怨气和成见 更何况天妖化声觉 还能够化妖成人 转头 看了看那让自己心动的女子 对方如此气质 可见 也是一个修行者 不出意外的话 也是妖族 有缘人 再说我吗 白衣女子明媚的目光 让她下意识地想要躲避 受人伦理术教导的许仙 深谙非礼物事的俗礼 连忙转过头 迈不朝远处的断桥走去 姐姐 姐姐 人都走远了 先手的晃动打断了视线 看着远去的背影 白素贞怅然若失 姐姐 那呆头鹅就是你找的有缘人 嗯 那种独特的感觉 从未在任何一个男子身上出现过 白素贞相信自己没找错人 真看不出来 她有什么地方配得上姐姐你 人不可貌相 而且她可是一位修士 修士 怎么可能 她身上怎么看不出丝毫修炼的痕迹 也许她跟我一样 有眼是气息的发觉 不过 刚刚她剪影的时候 气息暴露 被我感知到了 此人绝对是一个拥有原神修为的强者 什么 原神 那岂不是说比我还强 小青惊讶到 白素贞点了点头 如此年轻就有原神修为 可见她也是师出名门 而且资质绝佳 那我们还要追上去吗 看她愁愁的样子 白素贞笑道 你怕什么 我们来这里的时候 那位仙人不是说了吗 崇山书院挥下众生平等 只要我们守规矩 不乱杀人 便来去自辩吗 小青这才想起 两人进入崇山书院辖地后 一路所见所闻 淤了口气 人家这不是一招遭蛇咬 十年怕警生吗 不过这崇山书院 还真是与众不同 居然真的能让人妖 两族和谐相处 白素贞认同地点了点头 第零八零六章 法海不懂爱 在此崇山书院之外 多数人族宗门对妖族 都是一副打打杀杀的做派 动辄以妖孽称呼 也难怪小青这个野妖会害怕 姐姐 她走远了 我们要追上去吗 白素贞点了点头 如果不能降服心魔 她始终无法成就原杨真弦 等等 拦住白素贞后 姐姐 我们也不知道 她是善是呃 品性如何 若是贸然前去 日后怕有不测 依我之见 不如先观察几日 再做定夺 白素贞一想也是 虽然她很确定 对方就是自己要找的有缘人 但若是对方品行不端 自己便要好好考虑 一番报恩的方式 走 我们先跟上去看看 小青点了点头 姐妹二人悄悄跟了上去 许仙寿 徐军明教导多年 品行自然没问题 再加上俊朗的容貌 以及前世的缘分 前后不过粤鱼 两人便走到了一起 阿弥陀佛 施主请留步 正极不可耐去 附加仁之约的 许仙转过身 一个身穿袈裟 手持缠障 瘦眉低垂 略显肥胖的老僧 出现在眼中 不知为何 对这老僧 他心中莫名地讨厌 不知大师唤主 小可有何吩咐 老僧上前几步 阿弥陀佛 施主可知 你每日与之相会的 白衣女子 乃是一条 千年修炼的蛇妖 许仙心中一动 点了点头 知道 知道 崇山书院治下 万灵平等 即便是妖 只要遵守绿条 便能在我崇山境内 自由行走 安全无余 人妖相恋 也被官府承认 所以 即便是妖 又如何 老僧双眉颤动 目中露出怒意 这崇山书院的规矩 跟道门其他门派 截然不同 虽为门派 却如世俗国家一般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 对方居然对妖族格外容忍 简直不可思议 深深吸了口气 崇山书院所定的规矩 是对那些良善之妖 若是识人 杀人 夺人宝物的恶妖 却不在此里 是不是恶妖 在下自有判断 就不劳大师费心了 说罢 便准备转身离去 前行两步后 突然驻足转身 冷声道 大师 我崇山书院规定 佛门各派禁止在此传教 还望你遵守 否则 我不介意上报宗门 把你驱逐出境 话落 身形一晃 瞬间消失 法海瞳孔一缩 心中暗惊 修士 刚刚他居然丝毫没感受到 对方有修为在身 震惊平息后 他眉头皱了起来 回想对方先前的口气 不出意外 也是崇山书院的弟子 偏偏这崇山书院 好似对佛门大有成见 不准佛门在崇山境内传教 在此地处处彻走 只怕难以完成师父的交代 崇山书院侠地十几亿里 这代表门中至少有一位太乙境的大能存在 他虽然是原阳真仙 可也丝毫不敢招惹这样的存在 看来只能向师父求助了 混援神门内 徐军鸣缓缓缓睁开双目 伸手一点人魂神门 一道信息进入石海 察觉到他的异动 旁边太乙真君也睁开了双目 怎么了 天命不可为 屈指一点 一道灵光没入太乙石海 哼 没想到 许仙败入崇山门下 有了修行 居然还能跟白素贞走到一起 果然是天命不可为 对了 你去不去 许仙好歹 也是我的寄明弟子 如今新婚大喜 我身为师尊 当然不能不去 亲身前去 摇了摇头 他现在攻行正到紧要之处 不到万不得已 不想出关 心中一动 一道分身 从体内飞了出来 同时 天雷骨融入其中 原本就凝食 如同真人的分身 瞬间凝炼了无数倍 这是他参悟出来的 介物代形之术 不仅分身会更真实 而且还能发挥出 天雷骨的全部威能 虽然比不上 七破法身 这种顶级魂道大神通 但比单纯的分身 却强出很多 分身一指天向神门 身形穿入其中后 瞬间消失 混元神门内的一切 再次变得安静起来 航城郡许家 如今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周围的左邻右舍 都知道许家要娶媳妇 纷纷过来帮忙 徐军明再次来到 住了三年的航城 看得出来 在崇山书院十年统治下 这里已然有了不小的变化 街道更宽 更平整 房屋更整齐 多了十几处湖泊和公园 最重要的是曾经随处可见的乞丐不见了 也没人再穿补丁落补丁的乞丐装 不过 仍然依稀可见 当初自己离开时的样子 辨认了一下方向 脚步一脉 身形飞坠 很快便来到一座张灯结彩的宅院外面 门口两侧 一个身穿黄袍 腰际金绳的黄毛猴子 一个身穿青袍 同样腰际金绳 却一身天青色毛发的青毛猴子 正在悬挂灯笼 黄猴子 你的灯笼挂高了 屁 青毛猴子 是你的挂高了 你下来看看 为什么不是你下来看看 青毛猴子对道 因为我是师兄 你是师弟 你就要听我的 黄毛猴子得意道 滚 师父说了 师兄要爱护师弟 所以你要多劳动 顺便见见你这一身肥肉 哇呀呀 臭猴子 你招打 是不是 嘿嘿 你敢动手破坏 许师弟的婚礼 掌门师伯 绝对会把你后屁股揍扁 青毛猴笑道 黄猴一愣 怒哼一声 懒得理你 下一刻 二猴同时转身 看着从天而降 手持竹杖 身穿青袍的高大身影 神色瞬间惊喜 尤其黄猴 更是闪电上前 翻身败道 弟子孙时 拜见恩师 弟子孙儿拜见掌门师伯 在孙儿脑后 一对六只耳朵上看了一眼 躲起来吧 你们师弟呢 正准备去接新娘子 走 我们进去 一行三人走进大院 周围静灵看到他们 眼神中仍然带着几次畏惧 这也正常 十年的时间 远不能让人放下对妖族的恐惧 不过 等老一辈是去 接受崇山书院教导的新一代弟子成长起来 这种局面就会得到根本的扭转 迈步入正堂 正穿着吉服的许仙 瞬间看到了进来的老师 心中大喜 吉步上前 翻身拜道 弟子许仙拜见恩师 上前一步 伸手把弟子掺起 笑道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师父恭喜你了 不过 今日取得娇妻 日后可别懈怠了修行 恩师教会 弟子谨记在心 永世不忘 点了点头 目光一转 看向李公辅和许娇荣 你们抗力轻深 很不错 左掌摊开 一个蓝色瓷瓶呈现在掌心 我这里有一粒造化单 今日便赐给你们 来日服下 保准你们能生出一个资质绝佳的灵 两人大喜 一直以来 他们最忧愁的 就是始终没有孩子 此番能解决 不管男女 再无遗憾 多谢徐先生 先生请上座 徐军明作为徐仙的师父 理应与其父母同坐 不过 徐仙没有父母 徐军明便做到了最上手 李公辅和许娇荣 因为矮了一辈 只能做再次喜 你们两个陪你们许师弟去接亲娘子 孙时 孙儿恭敬地点了点头 两个猴子 一个圆阳惊仙 一个圆阳玄仙 催动仙天神通 就是普通太乙境 也能斗上一二 他们两个坐宝 万无一失 事实也是如此 前后不过小半个时辰 许仙已经把一身 大红嫁衣的白素贞 接了回来 此刻 徐军明虽然只是分身 但也能借助青铜镜的威能 瞬间便看破了白素贞的真身 原来是一条白玉灵蛇 白玉灵蛇是圆阳仙种 成年便有圆阳天仙的法力 而且 此蛇天生一道清静灵光 故而成腰后 心底良善者居多 看其头顶气韵 跟许仙一样 紫气纠结形成一朵灵之状 显然也有气韵加深 转头看向旁边那身穿青裙的小丫鬟 一条十几丈长的青蛇 映入眼中 一条竹叶青 不过这青蛇倒是幸运 跟在白蛇身边 受其气韵庇护 未来也有成仙之望 许仙在崇山书院中院的院长 做私仪 一拜天地 二拜师长 徐军明看了他一眼 这院长倒是个精明的家伙 许仙没有父母 自然要拜他这位师长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礼成 古时候的婚礼 可没有新郎新娘 出来给宾客敬酒的环节 只有许仙这个新郎 被灌得烂醉 好在他也是修士 法力搬运周天 很容易就把酒气逼出去 所以 喝多少都无所谓 欢宴的一天过去 小夫妻的要行敦伦之礼 徐军明有话 也会留在第二天说 带着孙时和孙儿 回到住了三年的小院 掐了几个硬绝 封住整个宅院 我崇山门下敌传二代弟子 都有一件契合自身道徒的 先天灵宝 作为传承之物 契运之宝 你们之上十四位师兄师姐都有 你们自然也不例外 两个猴子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第零八零七章 碧云陶 五彩松 双猴并立 石头 你修行五道与青木之道 五道毅力为先 勤学苦练为上 倒是不需要什么高超的悟性 反倒是青木之道 身为五行根基 越到深处 越发博大精深 此次 我便赐你下品 先天灵根一株 既能镇压 你的随身动天 也能助你体悟大道 说话间 徐军明摊开掌心 一株枝繁叶茂的壁树 缓缓浮现出来 师父 这是一株桃树 孙石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他最喜欢吃的就是桃子 不错 这是一株三彩碧云桃 百年开花 百年结果 百年成熟 望你好生照亮 这三彩碧云桃 原本是他造化灵岛中 一株极品仙根 徐军明抽出天象神门中的 先天不灭灵光 在造化灵池中 造化灵气的辅助下 让他进阶成了一株下品 先天灵根 弟子多谢师父 目光一转 满眼期待的青毛猴脸 映入眼中 混世四猴 虽然同为太极级别的先天神灵 但每个猴子的天赋 各有不同 像孙石 灵明石猴通变化 石天石 知地利 疑心患斗 很显然这是一个 法武双修的天赋 赤铐马猴 小阴阳 会人士 善出入 必死言圣 这是一个修道之才 却不是武道之才 通壁猿猴 拿日月 缩千山 便修旧 乾坤魔弄 跟赤铐马猴截然相反 天生的武道种子 最后六尔弥猴 善灵音 能查理 之前后 万物皆明 显然也是一个修道之才 而且 绝对是混世四猴中 最聪明的那一个 可惜在西游记中 无人教导 全凭自身的天赋神通 野蛮生长 以至于被佛门算计 白费了一身天赋 而且不同于孙时的是 他的灵魂和肉身 完全是太极级别 先天神灵之身 所以 孙时有徐军明 无数丹药之称 十四年才成长为 原阳惊仙 而孙儿只用了七年 就已经是 太乙玄仙后期 不出意外 他会更快进阶 原阳惊仙 甚至太乙境 催动青铜镜 可以看到孙儿头顶 气韵赤如烈火 腾空三丈 却远不如孙时 那么旺盛 而且还透着几分 摇摇欲坠的架势 很显然 孙儿的修道之徒 并不像孙时 那么平坦 另外 在这三丈气韵外 还有一条细如发丝 几乎难以发现的红线 像冥冥中延伸 几乎看不到尽头 一切果然没那么简单 不过 我既然收了这个徒弟 便担得起他的因果 念头落下 手掌摊开 一株干精球枝 绽放五彩的松树 缓缓浮现出来 五彩锦绣松 徐军铭抽出地藏神门的先天不灭灵光 用同样的方法缔造而成 这五彩锦绣松 也是一株下品先天灵根 而且蕴含五行之道 今日便赐给你了 弟子多谢掌门师伯 孙儿神色恭敬 双手接过 徐军铭重练三才神门和天机神球 省出来四道先天不灭灵光 倒也不再恪守一道 只有一件先天灵宝的规矩 不管是河沙道长还是孙儿 都得了一件蕴含五行大道的先天宝物 原本赐给河沙道长的下品 先天灵宝白龙剑 则被徐军铭收了回来 微微点头后 摆了摆手 都回去休息吧 弟子告退 第二天一早 许仙白素贞这对新婚夫妇 便来给徐军铭敬茶 师父 请喝茶 接过来喝下后 让二人坐下 你是离山老母的弟子 白素贞连忙道 不是 我只是在老母门下听过道 徐军铭微微点头 这才正常 如果白素贞 真是离山老母的弟子 岂会被伐海 镇压在雷锋塔底 最后还是靠着儿子救命 才对拖难 你可知离山老母修为如何 白素贞摇了摇头 老母法力高深 弟子实在不知 徐军铭也没有多问 以离山老母在此阶的地位 绝对是太乙玄仙 甚至惊仙的存在 毕竟能跟观音菩萨 文书菩萨等平起平坐 又起事等闲 相比之下 白素贞不过圆阳真仙 看不透才正常 我看你修行功法瑕疵不少 怎么回事 弟子又是得了机缘 误入一修士道化之地 得了功法 只是并不今生 只有圆阳天仙境界 后来 在离山老母处听到 参悟玄机 花费三百年时光 才悟出了真仙境的功法 得以突破 你能无师自通 可见悟性深厚 略意思索 你既跟我这弟子成了夫妻 资质也算绝佳 我便收你为门下记名弟子 你可愿意 白素贞心中大喜 他已经从自家相公那里 问过这位师公的简单情况 按照现在崇山书院的规模 绝对是太以境界的大能 能败入此人门下 绝对是了不得的大机缘 弟子愿意 拜见师父 徐军明微笑着点了点头 这白素贞 无论资质还是悟性都不错 心性也算是良善 收为记名弟子 也不辱莫人才 左手一挥 天象 地藏 人魂三神门投影 飞入其丹田 同时一根青玉竹杖 一件灵光闪烁的白玉如意 飞到他面前 青玉竹杖 乃我崇山内门弟子 共有之法器 白玉如意蕴含清净法意 乃是上品仙器 今日便赐给你 既是见面礼 也算为师 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 多谢师父 白素贞恭敬地接了过去 汉文 师父 我崇山一脉 敌传功法原扬真经 就由你传授吧 弟子遵命 许仙神色兴奋 这下 他不用在老婆面前 保守秘密了 想到将来情色相合的局面 心中自然高兴 徐军明屈指一谈 一道灵光 没入旁边小青体内 你这青蛇 也算有几分机缘 这功法便赐你吧 感受到十海功法的玄奥 几乎是自己先前所修功法的数百倍 小青瞬间高兴起来 弟子多谢先生赐法 徐军明淡然一笑 微微点头 他传给小青的功法 名唤天妖化声绝 崇山书院侠地内所有新生的妖族 都修炼这门功法 这门功法最显著的特点 就是进阶天先后 不化身为人的话 无法继续修行 当然 徐军明在青铜镜辅助下 参悟出来的天妖化声诀 高深奥妙 是一门顶级的练器之法 只要坚持修行 就算是到了太乙境 也不缺功法 走吧 恶客临门 我们去见见吧 恶客 众人一正 看徐军明已经起身 也没多问 连忙跟了上去 都是修行之人 架起顿光 很快便来到了城外百里处的一座矮山上 降下云光 时间不长 便见两道黄色顿光飞来 徐军明屈指一弹 惊雷震震 耀眼的雷光 仿佛天幕般遮蔽了周围千丈方圆 两道黄光畏惧雷霆 连忙停了下来 两个老和尚出现在众人眼前 一个身材肥胖 手持缠杖 一副蛤蟆像 另一个则身材矮瘦 面色枯黄 左掌拖着一个黑色波鱼 看上去慈眉善目 像是有道高僧 是他 许仙惊讶道 师殿 你认识这两个秃头 孙时问道 瘦得不认识 那胖的半年前见过 当初对方阻拦他跟白素贞相处的事情 他至今还记得 如今想来 更加讨厌 师父 那胖和尚名为法海 七峡山金山寺中 一只七星蛤蟆成金 后被金山寺中空产长老收入门下 传授佛法 三百年前 弟子在北宴当与他相遇 此人开口妖孽 闭口除妖 与弟子大战一场 就此结仇 后来屡有冲突 恩怨颇深 此番前来 定然是为了弟子 白素贞娓娓道来 徐军明微微点头 且在一边 不必开口 弟子遵命 在他们观察对方的时候 法海和空产老僧 也在观察他们 师父 那便是白素贞 其实不用指 空产也能认出白素贞 毕竟对面就两个女子 能够跟自己徒弟修为相当的 也就穿白衣服的一个而已 不过 他不在乎白素贞 反而是一金毛 一青毛两只猴子 以及站在中间的青袍道人 让他心生忌惮 能把气息收敛的 连他都察觉不到半分 显然修为不凡 阿弥陀佛 平僧七峡山金山寺长老空缠 见过几位施主 就冲刚才那一片雷霆 他也不敢诈字 雷霆狂暴 难以领悟 所以 不管在哪个世界 能在雷道上有所成就者 没有一个简单的角色 小和尚 你这点本事 还不配知道本尊的名号 让你家大人来吧 徐军明老气横秋 当然 他也有这个资格 毕竟已经是活了一千多年的老家伙了 空缠老僧微微吸了口气 前辈不留姓名 晚辈如何跟家师叔说 就算你师父 也未曾听过我的名号 不过 看你态度 若是不给你一个交代 你也不会退走 石头 师父 孙时越重而出 你陪着小和尚较量一番 别让他空手而归 嘿嘿 遵命 孙时从耳中拉出青神如意棍 催动顿光 越重而出 猴脸上带着火热的战意 小和尚 我这弟子跟你一样 都是原阳经线的修为 不算欺负你 徐军明淡然道 第零八零八章 世尊地藏 大威天龙 小和尚 快过来 孙爷爷陪你较量一番 空缠吸了口气 修为达到虚陀还罗汉后期的他 在南瞻布州 佛门诸寺中 也是一号人物 故而自视颇高 现在守着这么多人 还有自己的弟子 在场 当然不会临阵退走 阿弥陀佛 老僧来领教施主的道法 法海连忙退开 让出空间 徐军明也带着众人退开 小和尚 让你先出手 阿弥陀佛 老僧得罪了 胆掌一束 周身佛光 如同海巢一般 冲天起 衬托的空缠老僧 如同天上神圣一般 下一刻 雷鸣般的声音响起 世尊地藏 大威天龙 伴随着惊天动地的吼声 八条巨大的护法天龙 带着浩荡的金色佛光 铺天盖地的朝孙矢冲了过来 嘿嘿 雕虫小戒而已 孙矢战役越发至热 也没穿铠甲 一晃手中 青神如翼棍 刹那间重重棍影 冲天起 雄魂的棍势 如同山岳 威势惊人 哄 惊天雷鸣炸裂 滚滚气浪 激荡千里 徐军鸣大秀一挥 把所有的冲击力 化解于无形 孙矢身化金光 挺棍向前 手中青神如翼棍 化作百丈之巨 如同巨墙一般疯狂的 朝空禅老僧 撞了过来 感受到棍式中的庞然巨力 老和尚神色郑重 猛然把左掌中的波鱼 扔了出去 只觉一催 原本不过尺寸大小的 乌鲸波鱼 瞬间化作千丈之巨 波鱼浩荡 仿佛一座乌鲸大院 大 剧烈的金铁交鸣声 响彻苍穹 空禅老僧 猛然感觉 一股庞然巨力 顺着波鱼穿了过来 震得他的连连后退 约墨摆帐后才停下 这妖猴好大的力气 看着孙矢再次挥动 手中大棍冲上来 空禅老僧神色越发正重 波若波罗蜜 大罗金波 乌金波鱼 嗡的一声 浩荡的金光 从波鱼中冲出 刺目的金光不仅耀眼 更透着一股 令人胆寒的锋利 妄想已经刻目 可惜差了点 孙矢心中一动 一个清光战战的葫芦 从脑后飞出 正是当初拜师时 徐军铭刺下的 青木葫芦 双手结印 金刚神木 刹那间 一根粗有数百丈 长达千丈的庞然巨木 带着雄魂 吴涛的强横气势 直朝金光打去 叮叮当当 金铁交鸣声炼成一片 在空蝉老僧震撼的目光中 这金色巨木 顶着大罗金波的神光 直接撞了上来 不好 动 空蝉老僧浑身巨震 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更是仿佛断线的风筝 瞬间倒飞出去 那波鱼也金光消散 重新化作乌金色 摇摇晃晃地坠落下来 十丈宝物胜出 终非英雄所为 伴随着浩荡的声音 一道浩荡的月光 从天而降 这光芒清亮如水 却透着一股绵绵不绝的强横之势 仿佛把天地都要淹没 徐军鸣伸手一指 轰隆一声 强大的雷霆 激荡千丈 霸道的雷霆神力 带着一股迪荡乾坤 横扫一切的大威能 月光与雷霆一碰 仿佛阴与阳的对立 瞬间炸开 刹那间 一股燕燕火光 冲天起数千丈 云气激荡 争风徘徊 撕裂乾坤 生是惊人之极 等生息平歇 对面多了一位 身穿杏黄色僧袍 左手持一片莲花 相貌美丽 神态冷漠的比丘尼 弟子七峡山金山寺 长老空缠 参见月光菩萨 月光菩萨 原来是他 怪不得有如此修为 徐军鸣心中恍然 月光菩萨号称东方三圣 是东方流离世界的三尊圣者 与药师佛和日光菩萨并列 抛开那些无意义的传说 现在的月光菩萨 则是一位太以真仙境界 或者说 佛门观音菩萨境界的大能 佛门对修行者的划分 跟道门不同 道门援阳境界 对应佛门罗汉境界 援阳天仙 援阳真仙 援阳玄仙 援阳经仙 对应佛门阿罗汉 阿那含罗汉 司陀含罗汉 虚陀还罗汉 道门太以境界 则对应佛门菩萨境界 太以天仙 太以真仙 太以玄仙 太以经仙 对应佛门文书菩萨 观音菩萨 普贤菩萨和地藏菩萨 这四大菩萨 无论修为还是地位 都在诸菩萨和很多佛陀之上 故而特意以四大菩萨 代表四种境界 以显示他们在佛门显赫的地位和功果 挥了挥手 示意空蝉和伐海 暂且退到一边后 凝视着对面的青袍人 刚刚那雷霆中 展示出来的威力 丝毫不下于自己 南瞻布州 何时出了如此强大的人物 阿弥陀佛 凭您月光 不知阁下姓氏名谁 凭道徐君明 天为崇山书院掌院 阁下也是一派之尊 为何在此 为难我佛门弟子 这就要问他们两个了 月光菩萨看了眼 旁边的空蝉和伐海 从两人略有一丝 局促的神色中 便知己方不怎么站立 既如此 他也没有多问 徐掌院修为不凡 一身雷法更是霸道 不如我二人 再次论到一番如何 既然菩萨相邀 在下敢不从命 请 请 你们再次等待便是 交代了几个弟子后 徐君明大秀一挥 身形轻云直上 很快便来到了万丈高空 月光菩萨也一样如此 两人都知道 太义境界的存在 一朝一世都有绝大威力 若是在地上破坏太大 稍有不慎 伤及轻轻性命 就是大业力 反倒是一片虚空之中 更容易放开手脚 一左一右 两人相隔千丈 凝视片刻后 几乎同时动手 太阴月华 雷霆神光 清亮如水的月光 比先前强大了何止十倍 滔滔如水的月华 仿佛绝地的江河 带着销魂尸骨的阴冷 横扫万丈 赤色仙兜雷 仿佛如同火焰冲天 更带有一股 实当实觉的霸道 一刚一柔的两种道法 威力却强得出奇 仿佛两头巨龙呼啸着 冲向对方 疯狂地撕咬着 彼此死死地抓着对方 想要战而胜之 但最后却一点点同归于尽 两人同时结印 更强烈的雷霆和月华冲了出来 此时此刻 不管是仙兜雷 还是太阴月华 每一丝的力量都纳入掌控 绝对没有半点浪费 这种妙的豪颠 仿佛艺术一般的操控能力 让周围的观战者 看得如痴如醉 太以真仙境界的大战 威势浩荡数万里 很容易就能引来观战者 咦 那是佛门的月光菩萨 一个坦胸鹿乳 手持菩膳 有着一双大脚板的秃头老者 满脸惊讶 我更好奇对面 那个御使雷霆的人是谁 天庭雷布雷公弱 是抛开神位加持 对雷霆知道的领悟 也未必有此人强 说话的人 背着一个赤红大葫芦 身穿葛衣 组着一个木管 形入一个操汉乞丐 但两人身上的气势却不弱 凝食半晌后 秃头老者摇了摇头 李兄可认识此人 哈哈 大仙交友广阔都不认识 我这瘸子怎么可能认识 没想到出来一趟还能碰到这等斗法 真是不虚此行 秃头老者道 曹汉点了点头 拼着迟道 被镇元仙师责怪 也要看完此番斗法才是 哈哈 英雄所见略同 第零八零九章 赤脚大仙和铁拐领 李兄太轻道法神庙 可看得出这二人谁能够胜出 秃头老者看了一会后问道 自然是月光菩萨 虽然这二人现在势均力敌 但那轻袍男子对雷霆的操控 始终不如菩萨圆润 可见修为仍然差了一筹 短时间内或许看不出什么 但时间一久 随着法力不断被消耗 这个缺点不断放大 将最终成为决定胜负的重点 秃顶老者点了点头 手中芭蕉扇闪了闪 李兄法眼无额 就看这轻袍道友 还有没有其他手段了 否则如此僵持下去 必败无疑 不过即便如此 这位轻袍道友已经足见不凡 不是谁都能跟佛门东方三圣之一的 月光菩萨斗得不相上下 此言有礼 此战过后 我被当结交一二才是 邋遢汉子笑着点了点头 两人化身刚落 场中局势突变 月光菩萨只觉变幻 掌中莲花忽然变化为 一株通体双白 长满电青色树叶 巨大无棚的庞然巨树 月光菩萨 法应一定 口中顿鹤 禅功折柜 悬音红亮 巨树绽放无量荧光 浩荡的光辉 瞬间化作漫天月刃 风锐之气 撕天裂地 即便隔着数千里 都有一种如芒在背的痛感 杀 铺天盖地的月刃 在月光菩萨即止下 成漫天之势 如同江河道卷 纵横千里 几乎没给徐军明 留下半点躲避的空间 那灵灵之威 浩荡之势 让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孙时 孙儿 许仙众人 更是瞬间紧张起来 这漫天月刃 透露出来的气势太强了 要说 邋遢汉子 秃顶老者同时道 迎着漫天月刃 徐军明神色平静 双手合并 十之紧扣 无穷的雷光 从全身上下 每一个穴道中 喷波而出 赤红色的仙兜雷 如同炙热的火焰 奔放之极 虚域间 已然化作数千丈 赤红色的雷霆 凝成一口庞然巨骨 惊人的威势 散发开来 浩荡千万里 与此同时 徐军明背后 突兀地献出一个 黑色大洞 一道浓郁的造化灵气 从中飞了出来 吸收了这造化灵气后 众人眼中的赤红色巨骨 猛然膨胀了一截 几近万丈的巨骨 散发出惊人的毁灭之气 怎么可能 月光菩萨 邋遢汉子 秃顶老者 同时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难以置信 与此同时 清朗而又坚定的声音 响彻天际 雷电神矛 下一刻 无穷雷霆化作万丈神矛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疯狂地朝前方冲去 恍如天际彩虹 却比刀剑更犀利的雷电神矛 冲击下 所有的月刃纷纷崩溃 月光菩萨神色凝重 双手仿佛穿花蝴蝶 快速变换 凡复的法印催动下 头顶桂树瞬间挡在身前 碰 刀斧入目的声音响起 雷电神矛深深地嵌入桂树当中 这一刻 天地仿佛安静下来 一切都陷入了凝固 直到那庞然桂树一下炸开 翩翩碎裂 在半天银白色光滑中 雷霆也逐渐崩散 汹涌的气静 化作漫天刚风 吹动了一袍 半空中 两人仍然隔着千丈 遥遥对立 菩萨 就此点到极致如何 佛门是大 现在还不是撕破脸的时候 月光菩萨深深地看了对面一眼 告辞 大秀一挥 卷起空蝉和法海 纵起顿光 不过一刻钟 便已是几十万里 突然 月光菩萨脸一白 哇 一口溺血喷出 但金色的血液中 绽放雷音 数十道赤红色的闪电过后 血液蒸发一空 菩萨 你 挥手打断两人 一些淤积在体内的雷劲而已 逼出来就没事了 看着面带金色的二人 说吧 你们怎么会跟那徐道人起冲动 师徒二人 交换了一下神色 脸上露出犹豫之色 看样子 是你们的不是了 菩萨容炳 弟子也是无奈 组织了一下语言后空蝉继续道 就在三年前 观世音菩萨找到弟子 让弟子门下五徒弟法海出面 与一个名幻白素贞的蛇妖为难 而且 特意嘱咐 在那蛇妖生子之后 才能把他抓到雷锋塔内关押 就你们两个 也能抓到人 听出菩萨语气中的嘲讽 空蝉不由面陷苦涩 白素贞只是一介散修 虽然在离山老母那里听过道 却算不上弟子 以我师徒二人的修为 抓他不难 只是不知他的丈夫 居然是崇山书院弟子 而且地位不低 故而这才导致失败 观世音不是精通天机之术吗 怎么没算到这些 这个弟子实在不值 行了 你们回去吧 弟子告退 空蝉和法海不敢多留 连忙催动顿光离去 看着两人离去 月光菩萨脸上多了一抹嘲讽 观世音 这次你真是失算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佛门作为跟道门顶足而立的赫赫大宗 其中自然也因为教义的不同 分为不同的势力 观世音菩萨 文书 普贤 地藏这些以功德成就佛果的佛门修士 天然就跟靠苦修成就的日光菩萨 月光菩萨 大势志等不是一路 虽然不至于敌对 但也不会太亲密 与此同时 徐军明也收起法力 朝远处看去 二位道友既然适逢其会 如不嫌弃 不如过来一会如何 哈哈 李兄 人家邀请了 我们走吧 邋遢汉子微笑着点了点头 两人纵起顿光 很快便跨过数万里 来到了徐军明面前 原来是大仙和药王当面 徐军明拜见 虽然他来地仙界时间不长 但一些知名的仙人 多少都有些了解 尤其赤脚大仙和铁拐李这两位 长相特征实在太明显 几乎一眼就能够认得出来 赤脚大仙姓秦豪放 手中芭蕉扇一晃 徐道友一身雷道功法 出神入化 实在是令人佩服 大仙过誉了 这时候 孙儿 孙石等弟子也飞了过来 赤脚大仙 铁拐李目光从中弟子 身上扫过后 其他人也就罢了 唯独看到孙儿的时候 目光变了变 虽然孙儿掩藏了自己 六尔弥猴的本相 但一两人太以玄心的修为 却能够一眼看破 徐道友 我二人此番只是路过 能遇到道友实在三生有幸 恨不能畅聊三天三夜才好 只是我二人受阵 袁大仙相邀 路上已经耽搁了一些时间 不敢再多留 此番就先告辞了 等来日得了空闲 再来拜访 铁拐李拱手道 徐军鸣目光一闪 他不是傻子 当然看得出 两人前后态度大变的原因 既然二位道友有要事 那平道也不便再留 告辞 告辞 目送两人远去 徐军鸣转过身 走吧 我们回去 先让许仙和白素贞 带着小青离开 徐军鸣拍了拍孙儿后背 以六尔弥猴的聪慧 以及六师之敏锐 当然能察觉到 那两位仙人 看自己眼神时的怪异 而且 在遇到龙帝之前 他也曾去道门大派 佛门大宗拜师 但都被拒之门外 就因为道祖的一句话 法不传六尔 他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句话 也从来不记得 自己的罪过什么 道祖 可就因为这样一句话 他无数次拜师无门 背后的一丝温热 让他下意识回过头去 一张熟悉中 透着关爱的脸庞 映入眼帘 世伯 我 不用多想 好好修炼 简单的一句话 化作滚滚红涛 温暖的身心 是 走 师弟 我们在大战八百回合 这次 我一定把你做得满地着牙 虽然言语可恶 但师兄的语气中 却透着让他难以拒绝的清静 一瞬间 所有的冰冷 都被温暖化去 嘴角一撇 放屁 就算你秀为高那么一点 也不是我的对手 走走走 再去打过 打就打 怕你不成 两个猴子勾肩搭背地走出院子 看着他们的背影 徐军鸣脸上笑容渐渐消失 眉头皱了起来 地仙界不过是大千世界 实力最强 也不过大罗真仙而已 道祖实力都已经是圣人了 双方之间 不应该有多紧密的联系 想到这里 他眉头皱得更深了 难道说 地仙界跟更上一层的洪荒世界间 一直有某种联系 越想越觉得有这种可能 同时他也想到了六尔弥猴气韵中 通往冥冥不知处的那根细细的红线 法身 脑海里突然现出这两个字 命运一到越发今生后 很多问题都会有灵光一闪来的答案 偏偏这些答案都极为准确 再想想自己的欺破法身 越想越有可能 不过 他不知道 为什么同为法身 败入崇山门下的六尔弥猴 明显没有关于另一个世界的记忆 也许是时机不到或者功法本身的原因吧 不过这件事倒是要多注意一下 崇山书院不能混进一个别有用心的人 突然 脸上露出一丝傲骂 早知道 刚刚就应该看看铁拐领和赤脚大仙 如果他们也是法身的话 应该也有同样的红线 第0810章 法部传六尔 成圣之秘 与此同时 距离航城郡几十万里外 铁拐领和赤脚大仙 正驾云朝犀牛鹤州飞去 那徐道人倒是大胆 居然敢把六尔弥猴收入门下 赤脚大仙笑道 估计是刚成太已经不久 还不知道六尔弥猴的虚实 看到一个资质绝佳的徒弟 就赶紧收了 根本不知道那猴子有多麻烦 当年在赤明大迁世界 赤明宗收下六尔弥猴 还未等他记忆复苏 便被十数名上古大妖联手灭亡 连带大罗金仙境界的赤明道人 也被盘望斩杀 亿万年修行化为流水 真是可悲可叹 赤脚大仙摇头叹了口气 若是那徐道人不快刀斩乱麻的话 崇山书院说不得 也会走上当年赤明宗的老路 铁拐里道 赤脚大仙认同地点了点头 两人沉默着继续向前飞去 两久后 赤脚大仙忽然道 传闻当年盗祖单独为七位圣人 讲解成圣之道 结果被六尔弥猴偷听 惹得盗祖传下法部传六尔的法旨 洪荒众生都认为六尔弥猴知道成圣之秘 这才屡屡追杀 未曾想着神侯神通玄妙 屡屡躲过 后来更是销声匿迹 后来数次现世都是转世之身 而非本尊 即便如此 每次六尔弥猴转世之身出现 都会引来无数大能窥视 希望能从他身上得到成圣之秘 故而引发无穷大战 而今之事 除了道教三脉 佛门和女娲娘娘 没有任何门派和势力 能庇佑六尔弥猴 而道门 佛门和女娲娘娘 碍于道祖法部传六尔的规矩 却不会收录 所以 六尔弥猴注定道徒多奸 其货连连 不得善终 说完后 赤脚大仙闭口不言 大仙何必啰嗦这些 铁拐里传音道 唉 我只是不忍心地先见 再来一场大乱 到石森林涂炭 何其悲惨 还是主动说出来 让那六尔弥猴 自行离去的好 还是大仙慈悲 竟然是听天命而已 跟孙时斗了一场 正在休息的孙儿 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身体更是轻轻颤抖起来 六尔弥猴天生神通 天耳通 能听便四海八荒 而且 除非修为高他太多 否则根本难以察觉 所以 自从察觉到铁拐里 和赤脚大仙 看自己异样的眼神后 就一直借助神通 偷听二人谈话 终于知道了自己屡屡败师 却屡屡被人拒之门外的原因 你怎么了 孙时察觉到异常问道 没事 深吸了口气后 孙儿站了起来 我去恢复一下法力 回来再跟你打 等你 快点 孙儿摆了摆手 转身离去了 忙过孙时的他 偷偷出了航程 热泪盈眶 扑通跪了下来 咚咚咚嗑了三个响头 师父 师伯 弟子不孝 不能连累你们 从今日开始 便自觉于重删了 咚 洪亮的钟声在耳边响起 孙儿直觉脑中一震 瞬间昏了过去 徐军铭的身影 出现在他背后 上前两步 右手盖在了他的头顶上 不过片刻 便明白了整件事的始末 原来这就是 法不传六尔的始末 成圣之秘 真是好大的秘密 因为青铜镜的存在 徐军铭向来 对自己的未来 极具信心 多年来 让他也变得骄傲起来 甚至有些天 不怕地不怕 但这一刻 他承认自己害怕了 先不说道祖 从上古到现在 不知道多少大能 困在大罗金仙境界 不得寸境 而这些人 都是成圣之秘的寄予者 他很清楚 人为了道徒 能做任何疯狂的事情 徒成灭教 也不过是等闲罢了 若是让这些人知道 六尔弥猴在崇山书院 包括他在内 将面临无数老牌 大罗金仙的疯狂围攻 除非他愿意 让六尔弥猴 吐露成圣之秘 先不说 六尔弥猴 到底知不知道 成圣之秘 就算知道 也不可能吐露 否则得罪的 就不是这些大罗金仙 而是高高在上的 七尊圣人 一个世界的资源 就那么多 多一个人就少一分 换成是徐军明 只怕也不愿意 多出一人来分享 一边是成群的 上古大罗金仙 一边是七尊圣人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只怕也是六尔弥猴 隐藏不出 只敢原神转世 以法身行走天下的原因 想明白了这些 徐军明心中沉甸甸 全是压力 这可真是大麻烦 想想 刚才 孙儿想要自逐出门 也不愿意连累 崇山书院的举动 让徐军明 做不出弃之不顾的事 挥手抹掉 孙儿先前的记忆 先让你去崇山世界吧 将来等我有足够的实力 保住你的时候 再出现也不迟 大袖一挥 把孙儿收入袖中 南海紫竹灵 盘坐于莲花法台上的 观世音菩萨 突然睁开双目 左掌摊开 一枚乳白色玉碱出现 很快 一行行字迹出现在上面 看完后 眉头微皱 思虑片刻后摇了摇头 为了一个白素贞得罪一尊 实力强大的太乙真仙 实在不值 此事便算了吧 通过传讯预检告知空缠后 观世音便把此事放到了脑后 马上就是佛门东传的关键时期 他不想再节外生枝 时光一老 岁月匆匆 眨眼间便是一甲子过去 白云飘荡 灵气浓厚的天界上 数个仙官在前 后面一个身穿暗红色官袍 相貌俊朗的青年 策马前行 时间不长 便来到一座仙宫之外 旁边高大微额的牌楼上 两亿档摩真军仙府八字 金光璀璨 两侧守门的仙兵看到来人 连忙上前 参见闻取新军 真军可在府中 真军正在仙府前修 点了点头 下马进去 随行人员自然游档摩真军 仙府上的仙官安排 轻车熟路的来到后院 二师叔祖 许士林拜见 进来吧 略带几分同志的声音 从后院正厅中传来 许士林推门进去 看着盘坐在正厅法台上 身穿葛黄袍 形如童子的二师叔祖 阴阳真军任无极 连忙上前败道 还没等开口 就被一股大力拖了起来 你小子跟你爹一样死板 都知道我不洗这些俗脸 还是死性不敢 许士林也不尴尬 爹爹许仙 从小教他四书五经 礼仪规矩 多年来都已经刻在了骨子里 怎么可能改得过来 而且 二十年前成仙 恢复文曲新军的神位后 他已经来二师 叔祖这里多次 早就习惯了他老人家的唠叨 说吧 这次来我这里什么事 许仙一拍腰间的储物葫芦 从中跳出一个棕色的大葫芦 任无极一看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伸手一招 把葫芦拿过去 猴儿酒 知道您喜欢 所以 师尊特意吩咐我给您带来的 打开封印 美美地喝了一口后 任无极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他不像太乙真军那样 无酒不欢 但也喜欢这杯中之物 还是孙时那小子孝顺 我替师父谢谢师叔祖夸奖 许氏零六岁通过人魂神门考验 败入孙时门下 花了三十四年 便成就远阳天仙 飞升天界 成为文曲新俊 现在已然是 远阳真仙级别的存在 看了他一眼 你那小媳妇呢 怎么没起来 他已有身孕 无便远行 便留在了府中 说到这里 许氏零不由面献幸福之色 是吗 那真是恭喜你小子了 多谢师叔祖 任无极挥手间 一个金色圈子飞了过来 许氏零下意识地接住 这幅摩金圈 是我早年用的宝物 就送给我那位 谋面的小小侍子 做礼物吧 师叔祖 这宝贝太珍贵了 挥手打断他的话 休要再啰嗦 忠品仙气而已 我早就用不上了 师叔祖我又没徒弟 留在这里 也是浪费 看他如此 许氏零连忙功身道谢 还没等他站直腰 轰隆 天地震动 整个天庭都晃动起来 许氏零大惊失色 他实在想不出 什么人能让庞大的天庭 为之颤动 师叔祖 不用担心 回去看看你媳妇吧 现在 他更需要你 看着师叔祖平静的样子 许氏零没再多言 连忙点头后 功声告辞离开了 任无极盘坐云床之上 催动青铜镜 可以清晰地看到花果山上 刚刚烈尸而出 兴奋无比的金毛猴子 大事终于开启了 西游记 佛门东传 都将围绕着这个猴子开始 过了一段时间 门外传来脚步声 启禀真君 灵霄宝殿传来消息 御帝生殿 请真君前去议事 就说我在闭关 是 事实上 自从飞升天界 被封为两仪荡魔真君后 除了偶尔下界降妖 他几乎 从不参加 灵霄宝殿的先会 毕竟 玉帝不是好天 只是一个凭借 无量功德 坐上帝仙界 天地宝座的凡人而已 拥有太乙境修为的任无级 完全有听调不听宣的资格 事实上 仙界中大部分太乙境大能 都是如此 第零八一一章 石猴出世 石破天惊 孙悟空出世的动静 撼动三剑 几乎所有太乙境大能 都感知到了 位于崇山居 混元神门内的徐军明 和太乙真君 瞬间睁开双目 四道水灿的金光过后 开始了 徐军明沉声道 嘿嘿 是啊 真期待这个假悟空 接下来会有怎样的表现 徐军明缓缓站起身 你要出关 点了点头 我该渡截了 太乙真君恍然 你确实该渡截了 一百倍的时间流速 你已经在这里修炼了七千年 五道肉身需要的灵气再多 这回也该够了 徐军明神色平静 七千年 他提升的绝不仅仅是肉身 更多还是对大道的领悟 尤其是时间之道 已经跟空间 灵魂 封印 造化等提升到了身体 能够承受的极限 你也跟着一块出来吧 等我进阶 混元神门需要重新炼制一番 太乙真君眼睛一亮 到时 我岂不是也能享受百倍时间流速 嗯 那还等什么 走走 除了混元神门 徐军明直接进了天象神门 晋升中品仙宝后 天象神门内 虚空世界比得上一个小号的大千世界 别说是渡太乙仙节 就是大罗仙节都够了 不过太乙仙节跟之前 徐军明曾经度过的元阳仙节又不同 不再是九九天节 而是烽火雷三灾和星魔节 虽然天节种类只剩下四种 但威力却比元阳天节时强大了数百倍 太乙天仙境界真仙境界的 烽火雷三灾各有三道 不过第一道雷节的规模 便已经超越了徐军明 曾经度过的九九天节 百丈之巨的赤红色 仙兜雷 如同燃烧的火云 瞬间贯穿了天地 整个把徐军明笼罩进去 七千年的准备 让徐军明攒足了渡节的底蕴 烽火雷三灾虽强 却奈何不了他 花了一日时间 便顺利度过了三灾厉害 从天而降的造化灵气 加上先前一直储存在体内的法力 瞬间让他的修为实现了月前 吸纳了这股造化灵气 丹田青铜镜表面的秀迹 再次消除不少 清亮如水的静光 反照十海 悟性急速提升 而徐军明把这次难得的机会 用在了时间之道上 原本停滞的时间法幅快速提升 渐渐进入了太乙精先境界 与此同时 站在远处的太乙 真君瞬间发现 不知何时起 一条不知来处 也看不到尽头 仿佛虚无又真实存在的河流 渐渐出现在徐军明身边 虽然看起来不过十几丈长 两三丈宽 却透着一种岁月的沧桑 纪元的兴衰 世界的兴灭 浩瀚博大 人力难以窥视 这是时间的伪力 太乙真君惊叹道 不知过去多久 围绕徐军明的时间长河 缓缓消失 他也渐渐睁开了双目 感受到自身的进步 欢喜之余 又有些遗憾 漆破法身显化的葫芦藤上 代表非毒破的青色葫芦 虽然又长大了不少 但仍然没有成熟的迹象 本尊 你的时间 道道行有提升了 徐军明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高兴的笑容 这次起码 节省了五百年参悟之功 时间道领悟格外艰难 就算有青铜镜辅助 想要从太乙玄仙 提升到金仙境界 也要五百年 那混元神门 能不能提升到极品仙宝 当然 不过需要消耗不少时间 混元神门是徐军明本命仙宝 他对时间之道有多深的领悟 混元神门就能够达到什么级别 这也是本命法宝 区别于普通法宝 被称作再道之气的原因 但混元神门 是徐军明捏举黄忠理转化的先天灵气 炼气成金后 炼成的宝贝 再想进阶 也需要巨量的先天灵气 就算黄忠理转化的灵气足够多 想要把混元神门 从中品仙宝 进阶为极品仙宝 也需要不断的时间 需要多长时间 徐军明考虑半上 大概两甲子 两甲子 我还等得起 正好 你先练吧 我去花果山看看热闹 脚步一迈 人瞬间消失 这家伙 摇了摇头 转身朝天外神山小世界走去 花果山 水连洞 十八罗汉隐身在半空 看着喝得东倒西歪的猴子 以及中间宝座上呼呼大睡的蛇猴 彼此交流了一下眼神 满满的都是无奈 这是第几个了 降龙罗汉看着不远处放在一块巨石上 已经死去多时的白毛老猴 重重叹了口气 第七个了 难道他不怕死吗 怎么没有半点修道的念头 俯虎罗汉是个脾气暴躁的壮汉 此时看着那呼呼大睡的时候 心中生出把他拖过来打一顿的冲动 幸好也只是冲动 是不是哪里出了差错 坐路罗汉 咒没道 不可能 当初佛祖的交代 我们十八人都在场 就算一个听错了 也不可能十八人都听错了 长眉罗汉摇头道 那这是怎么回事 举拨罗汉一直酣睡的石猴 看着他 十八罗汉人人头疼 当初水帘洞选猴王 群猴奋勇 唯独背负着众人期待的 石猴老神在在 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 就算他们控制几个猴子 出颜激将 也完全没效果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直接控制几只野猴 暴露了水帘洞的存在 而且带领群猴 拜了石猴作王 这才总算是把这位美猴王 请进了水帘洞 下一步就是让他看见生死 蒙生修道之念 而后出海拜师 佛祖的分身菩提祖师 早就在斜月三星洞 等了数百年 就拆他上门了 结果十八罗汉 一连弄来七只冰死的老猴 也没让这美猴王 蒙生半点修行之念 若非识这石猴 是佛门东传的关键 佛祖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看好的话 他们早就把他抓过来 打一顿了 要不再试一次 看门罗汉提议道 众罗汉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 除此之外 众人也没什么 其他更好的注意 只能如此了 降龙罗汉叹了口气 第0812章 慵懒狮猴 气死罗汉 大王 这是从南山上 刚在的果子 一个壮瘦的青毛猴子 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走了过来 慵懒地躺在宝座上 石猴睁开一只眼 瞟了瞟青猴手中的果盘 里面香蕉 苹果 橘子等六七种水果 可谓丰富 随手拿了个苹果 咬了一口后 吐了出去 放那把 是 是 青猴把果盘放下后 恭敬地退了出去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再看看周围华丽的洞服 啊 美美地打了个哈欠 伸了个懒腰后 重新躺下 双臂枕在脑后 心中感叹 这才是生活啊 大权在握 数千猴兵 毕恭毕敬 每天享受 十七八个漂亮母猴侍后 而且还能占而胜之 各种各样的果子随便吃 想什么时候吃 就什么时候吃 想吃多少 吃多少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如此猴生 简直比上辈子 强了无数倍 虽然他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转世重生 却仍然有前世的记忆 但他决定 一定要保守住这个秘密 坚决不能让任何人 或者猴知道 就在石猴 沉浸在自己思绪中的时候 一个黄毛老猴 走了进来 可以看得出来 他已经很老了 曾经柔顺光泽的黄毛 如今已经变成了 暗淡无光 带着灰白色 仿佛枯草一般 脸上肉褶层叠叠 堆满了岁月的痕迹 上一世曾经也经历过这种状态的时候 知道他已经很老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倒下 再也起不来 大 大王 我 后面的话 还没来得及说完 便神色呆滞 扑通 倒在了地上 手里几个果子 咕噜噜 滚出很远 旁边一个壮瘦的黑猴走过来 探了探鼻息 站直身体 大王 他已经死了 死了呀 石猴带着几分哀叹地说完后 挥了挥手 带出去找个好地方埋了 几个壮瘦的猴子走过来 架起老猴走了出去 经过了刚刚这一幕 石猴瞬间觉得 嘴里的苹果也不香了 随手扔了出去 大王 可在为那老猴死去之事烦恼 突然 一个黄毛老猴 站在一边开口道 看了他一眼 出去 本王想静静 老猴嘴角一扯 眼底闪过一丝怒涩 但深吸口气平静下来 大王可知修行之事 若是能修炼成仙 便可长生不老 与天地同寿 来猴 把这个几次三番 骚扰本王的老疯子拉下去 别让他再进本王的水帘洞 两个壮猴走上来 抓住老猴的胳膊 就往外拖 但老猴的身体 出于预料的沉重 任凭他们用尽力气 也难以拖动 大王资质非凡 绝对有成仙之姿 到石朝北海 木苍吾 一日之间 由遍天地乾坤 尚可为御地地做上兵 下可做阎王的家中客 岂不胜过 整日再次浑浑噩噩 石猴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脉步走到老猴面前 圆滚滚的双眼 直勾勾地瞪着老猴 琥珀色的瞳孔 看得变成老猴的举波罗汉 都有几分不知所措 就在他准备再行劝导的时候 石猴突然伸手抓住了老猴后颈 直接把他朝外面拖去 所谓太极级别先天神灵 虽然少了一滴本命精血 但一身肉壳 仍然具备无边大力 举波罗汉虽然能抗拒 但若是暴露修为的话 只怕引来不可预估的变化 故而咬了咬牙 压下丹田法力 任由石猴揪着 拉了出去 拎着仍然喋喋不休 描述修行好处的老猴 来到水帘洞洞口 罩着屁股就是一脚 划过一道优美的抛物线 普通一声 溅起急许潭水 拍了拍手 可恶的老家伙 居然敢如此蛊惑本王 石猴上一世 活了一百多年 当然知道修行 如果有机会 他也想成仙成胜 但这老猴 居然蛊惑他泛舟出海 去拜师学艺 该死的 无边无际地大喊 他怎么过得去 只怕戳倒不过三日 就为了海里的王八 刚刚重生 还没来得及 好好享受猴生的他 怎么可能如此作死 看着石猴 湿湿然回到座位上 找来几个母猴 捏腿按脚 好不快活的样子 隐于半空的十八罗汉 愤怒而又无奈 怎么办 看门罗汉道 别看我 我也没办法了 降龙罗汉摇了摇头 这猴子 这猴子铁了心不会出海 除非我们能直接把他 带到东圣神州 伏虎罗汉道 众罗汉进阶摇头 佛祖千叮咛万嘱咐 让他们不能干涉石猴行止 当初把他送进水帘洞 就已经跃全了 若是再把他 带到东圣神州 谁知道 石猴是拜师 还是在找座山 钻进去当猴王 实在不行 就把此事告知佛祖吧 我等已经尽力了 再耗下去 也不过是浪费时间 举波罗汉怒道 他再也不想被揪着 扔进水里了 而且 那石猴还喜欢踹屁股 他好歹 也是佛门十八罗汉之一 原阳精先级别的存在 说出去也太丢人了 众罗汉交换了一下眼神后 各自点头 降龙罗汉为诸罗汉之手 便代为传训 先离开了水帘洞 回到平时下他的山洞 降龙罗汉 从法带中 拿出一根金黄色的信箱 以佛火点燃后 秒秒清烟直上高空 约莫一刻钟后 清烟突然晃动起来 在一股玄傲晦色 而又强横的力量下 逐渐变成一张佛脸 感受到那股浩瀚博大的气息 十八罗汉及其失礼 弟子参见佛祖 寻我何事 降龙罗汉上前一步 回佛祖 弟子等谨尊御令 在此守护石猴 并引导他飘洋过海 去犀牛鹤州拜师 但此猴凡尘之心过重 畏惧艰苦 始终不愿出海 弟子等想尽办法 始终无法让他东行 特此向佛祖请罪 清烟形成的佛脸 眉头微皱 而等把那石猴出世后的 所有事情 一一说与我听 弟子遵命 降龙罗汉便把之前 发生的事情 以及自己等人用过的手段 一一说了一遍 果真如此 千真万确 佛脸脸上露出思索之色 洞穴内也随之变得安静下来 半赏后 而等再次等待 我自有安排 遵法旨 第零八一三章 屈神大胜于荣王 太乙真君笑得前仰后合 太好笑了 那猴子真是老鼠拉龟 任凭十八罗汉用尽办法 也没让他出海拜师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 菩提祖师那家伙 居然千里迢迢 从犀牛鹤州赶到花果山 施展手段 才引得那猴子拜师 徐军民笑了笑 他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给狮猴换了个魂魄 便引来如此大的变化 菩提祖师还在花果山 已经带着孙悟空 回灵台方寸山了 顿了一下 本尊 若是万一那猴子不堪造就的话 佛门只怕会怀疑 摆了摆手 放心 我以灵魂精粹 蕴养过那老猴的魂魄 又用造化灵器 养了他七十年 单问悟醒 这老猴 不比我们 重山一脉的嫡传弟子差 肉身更不用说 修炼起来 虽然比不上一尊完整的灵魂石猴 但也不会差太多 退一步说 就算释迦牟尼发现 石猴资质不及预期 也未必能发现 是我们动的手脚 他用半生的青铜镜质宝 为媒介施展踢命术 并遮掩了天机 以他如今的眼光来看 青铜镜 至少是一件极品先天灵宝 就算是大罗精先出手 也未必能堪破谜局 若是圣人出手呢 太乙真君道 徐君明沉默下来 圣人那是远远超出 他想象的强大修士 无法揣测 无法预知 一个大千世界 应该还不至于惹得圣人瞩目 而且事情已经做下 后悔也晚了 与其战战兢兢 还不如努力修炼 越高的修为 才能给我们足够的底气 太乙真君点了点头 还是周围近千个正宁炼 先天灵气祭炼 混元神门的身影 要不我还是先进去修炼吧 不用急于一时 如果我们这点是 真的被西方那两位圣人知道的话 你就是把修为提升到大罗精先 也无济于事 说的也是 那我便出去一趟吧 顺便也为那些小家伙压压阵 经过一甲子的发展 有混元神门相助 崇山书院第二代弟子 基本都已经度过八九天节 成就太乙天仙 众敌传弟子在百倍 甚至千倍的时间流速下 实力飞速提升 真正夯实了崇山书院的根基 除了没有顶尖高手压阵外 不比辅到两门那些顶尖大宗逊色 所以 一甲子的时间 崇山书院的扩张不断加速 如今已经占据了百亿里的地域 扫清的太乙境界妖鬼 已经有十三位 压下的拥有太乙境高手的福道玄等门派三家 拥有堪比一家皇朝的庞大地域后 一个强大的障碍 挡在了崇山书院面前 昆吾山 只是一座纵横三千万里的小山 在地仙界 这种级别的山 不说多如牛毛 但也差不了太多 山虽小 但在周围百亿里之内 确实大名鼎鼎 但因此山之主 来是一位声名赫赫的大妖 屈神大胜于荣王 以太乙真仙的修为 以及强横的战绩 称霸周围百亿里方圆 浩荡白云之上 两道顿光正急速飞行 很快便来到了昆吾山中 顿光一停 现出一大一小两个身影 大者身穿白色长裙 相貌美丽 气质中透出一丝华贵 但神色却冰冷至极 令人望而心生 自残形脆质感 小者同样身穿白色长裙 输着双压计 大概八九岁的样子 胖嘟嘟的小丫头 睁着圆溜溜的大眼睛 左看右瞧 师父 我们到了吗 到了 就是这 说吧 千千束手弹指惊雷 鱼龙王何在 重山门下徐皇拜见 浩荡的声音 覆盖三千万里 昆吾山 不过片刻 浩荡的腰云冲天起 急如奔马般来到徐皇对面 千丈外站定 云气散开 数百个气息强大的妖族 露出身形 最前面一个 身穿赤色铠甲 长着金红色毛发 气势冲天的猴腰 此刻 对方的脸色不怎么好 紧紧盯着徐皇 冷声道 本王已经约束麾下尔郎 不再出昆吾山 跟你们崇山书院 井水不放河水 你们怎么还是不放过我们 难道非要逼的本王 与你们鱼死网破 才肯甘心 徐皇神色不变 我们崇山书院 从不会欺凌弱小 霸道行事 今日平道之所以会来 盖伊尼麾下 有妖族 吞吃了杨武县江口阵 数百条性命 累累血债 必须偿还 你们血口喷人 一个留着明显老虎特征 修为达到原阳 悬仙境界的妖族 突然怒声道 谁不知道你们崇山书院 自持实力 对周围势力 非打即杀 灭国时期 斩杀太 已经修士十五尊 从无例外 如今 我们昆吾山 挡住了你们 向西阔章的道路 你们欲除之而后快 所谓吃人性命 不过是借口罢了 虎先锋说得对 崇山书院行事霸道 大王万万不可上当 凭什么他们人族 可以打杀我们妖族 我们妖族就不能杀人 大王 今日先灭了这小娘皮 来日究极各山大王 大家一起灭了崇山书院 一时间群起鼓噪 仿佛恨不得把徐皇生吞活泼的样子 徐皇神色依旧冰冷 双目直视于荣王 看来你这些属下 丝毫没有打算遵守我们 崇山书院绿条的打算 徐皇神之自己挥下这些狼 都自由惯了 之前就总是下山抓人吃 现在让他们忍住不出手 基本不可能 你欲如何 徐皇王左掌一握 一根赤色长棍出现在掌中 情下等 压入我崇山门下 行步发落 有罪者斩首 无罪者释放 哈哈 就凭你 就凭我 徐皇轻轻淡淡 语气中却满是自信 好好好 今日我便来领教一下 一个太乙天仙的真本身 冰残 你且退到一边 把你八位师姐喊过来 扫清对面 那一干妖孽 是 师父 徐冰残点了点小脑袋后 连忙朝远处飞去 他是徐皇门下 最小的九弟子 原本是蜀山世界的 万年冰残 后来徐皇从徐军明那里 求来造化灵气 点画而生 如今已经有 太乙玄仙的修为 第0814章 崇山九凤仙 徐冰残飞到千里之外 用自己的随身 动天中的传送法阵 把八位师姐招了过来 这次 徐皇之所以带她过来 是因为 她刚刚突破 太乙玄仙稳定了修为 不想其他徒弟 还在修炼 最先过来的大师姐 韩凤仙子 傅清风 一身白裙的傅清风 看起来酷似奶湿 只是脸上的表情 不似徐皇那么冰猛 多年修炼 在混云神门的辅助下 如今已经是 原阳精心圆满的修为 后面是 韩月仙子傅月池 姐妹两人在徐皇门下 已经修行千年 如果算上 借助混云神门修行的时间 足有万年 一身修为 虽然比不上姐姐 却也是原阳精心中气 在后面是 韩灵仙子 唐子晨 韩阳仙子 邓八姑 韩玉仙子 徐玉禅 韩云仙子 一静 韩双仙子九凤 韩阴仙子李英琼 以及最小的小师妹 韩冰仙子徐玉禅 他们在崇山书院内部 被称作崇山九凤仙 除了入门 较晚的李英琼和徐玉禅 其余都是 原阳精心的修为 看了远远处 跟于荣王对峙的背影 傅清风转过头 小师妹 师父有什么交代吗 大师姐 师父让我们九人 把剩下的妖念 全部扫清 傅清风 看着数千里外 庞大的妖云 目光清冷起来 走 擒下这些妖念 为我崇山书院 除去这一大害 是 九道顿光集如闪电 直朝千里之外冲去 你九个弟子 就想灭了 我昆乌山数百精锐 鱼戎王道 精锐 在我眼里 只是一群乌合之重罢了 哼 猖狂 也罢 先把你情下再说 手中长棍一挺 急如闪电般 朝徐皇冲去 浑厚的棍式展开 浑如天崩 惊人至极 徐皇伸手一指 背后一道雪白色光滑 冲天起 片刻间 便已经是数千丈之举 而后仿佛天柱断折般 气势浑厚 而又快如闪电般 刷了下来 还未到来 一股洞彻骨髓的寒冰之气 已燃到了面前 感受到这雪白色 光滑的强横 于荣王神色凝重 心中一动 手中长棍迎风剑掌 不过虚余便达到 数千丈之举 哼 惊天巨阵 一股无法形容的 狂暴力量 汹涌来 于荣王猝不及防 仿佛皮球般 被打飞数千丈 一口鲜血喷出 满脸的难以置信 怎么可能 徐黄神色冰冷 伸手一指 冰魄神光 再次刷落下来 一个寒冰世界的重量 就算于荣王修为 达到太乙真仙 也挡不住 借助混元神门投影 带来的时间优势 他的冰魄神光 在地仙界 浓厚的灵气滋养下 彻底进阶 威能大增 而且 并不是所有猴子 都是混世似猴 看着那神光 再次刷下来 吃了大亏的 于荣王 不敢硬碰硬 催动顿光 飞速逼腿 不好 感受到身后 突如其来的 风锐之气 于荣王不敢怠慢 硬绝一催 屈神令 一道强盛的紫色 光滑爆开 不过虚余 变化作数千丈之巨 哄 震耳欲龙的轰鸣声中 一根璀璨的金戈 重重地打在 紫光所化的令牌上 尚品仙宝 看着那气势 强横的紫色令牌 徐皇心中暗道 于荣王之所以 被称作 屈神大圣 这件拥有 八道太义先进的 屈神令 功不可没 看着出现在自己背后 身穿蓝色长裙 秀发高婉的中年女子 屈神大圣 神色难看 她怎么也没想到 刚刚交手 不过两个来回 修为 明显比对方 高一个层次的 她居然就被逼得 不得不亮出了 自己的底牌 更想不到对方 居然有一尊 如此厉害的帮手 刚刚那金戈 绝对是一件 六道太义先进的 顶尖中品仙宝 而且 这还不是结束 在那中年女子 出现的刹那 她右后方 又出现了一个 手持竹杖 头顶一尊八层宝塔 童颜鹤发的老玉 又是一尊 太义天仙 于荣王心中一尘 而且那八层宝塔 也是一件 丝毫不比金戈差的 中品仙宝 本还对你高看几分 没想到 也是一个 以多欺少的 无耻之辈 面对于荣王的讥讽 徐黄扬了 羊好看的眉头 丝毫没放在心上 旁边那两位 不过是她修炼 恩师传授的 三师法身的大神通 借助先天生的 三根尾鱼斩出的法身 中年女子 是先天水行尾鱼斩出的 水母法身 老玉 则是先天封行 尾鱼斩出的 丰厚法身 等她把最后一根 先天寒冰尾鱼斩出后 三师法身就完整了 可惜 这最后一尊法身 最难斩 直到现在也难以成功 但即便如此 凭借着三师法身的大神通 她也屡屡挫败强敌 也是今日 她降服于荣王的底牌之一 徐黄本尊 两尊法身 同时记起一幅阵图 三才练妖阵 兵破神光 金戈 八宝阵摩塔 嗡的一声 浩荡灵光冲天气 三剑宝物镇压下 条条静置 飞速蔓延 于荣王也不是傻子 当然清楚 若是自己落入大阵中的话 就算有屈神令护持 也会陷入被动 当下不再迟疑 妖气滚滚流入屈神令 浩瀚的紫色霞光 仿佛火焰一般 直冲徐黄飞去 尚品仙宝之威 堪比太乙玄仙 在于荣王不计法力施展下 威能倍增 一瞬间 徐黄心中压力倍增 好在 他来对付于荣王 也不会完全没有准备 双手快速掐了几个法印 一件金灿灿 华丽无比的宝箱 从冰破神光中飞了出来 感受到那宝箱上 惊人的仙天灵气 于荣王大惊失色 忠品仙天灵宝 下意识地想要掉头 但那宝箱已然打开 刹那间 浩瀚的白色光滑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汹涌而出 强大的紫色光焰 与这白色光滑一碰 仿佛被瞬间冻结 再也难以动弹 层层叠叠的白色光滑 快速蔓延 紫光寸寸凝固 于荣王也是心智坚毅之辈 一看是不可畏 瞬间撞势断腕 不惜抛弃驱神令 把顿光催动到极致 全力朝还为和龙的阵法外飞去 徐宏未曾料到他居然如此果断 意识难以封堵 想跑 哪那么容易 伴随着略带几分调侃的声音 一道强横的法力破空而止 于荣王大惊失色 连忙横棍挡在身前 碰 去世立旨 这一耽搁 阵法瞬间完成 于荣王再无逃脱的可能 徐宏松了口气 催动阵法 借助金约桂的封印之力 不过一刻钟 便把这位驱神大圣 封在了约桂中 收起法宝和法身 脚步一脉 来到太乙真君面前 多谢武师叔 若非您出手 险些让那于荣王逃走 太乙真君摆了白手 好了好了 不用这些俗礼 快把昆吾山中的妖族清除 搬开这障碍 去向你世尊负命吧 弟子遵命 第0815章 邪阅三星洞 灵台方寸山 镇压了渔戎王 挡在崇山书院东面的威胁消失 扩张的脚步骤然加快 前后三十年 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 在青铜镜和混元神门的辅助下 快速成长的崇山书院 敌传弟子们 快速成长 突破成就太乙天仙的越来越多 快速成为崇山书院的中坚力量 三十年后的灵台方寸山 菩提祖师高作法台上讲道 虽然没有天花坠落 地勇金莲的异象 但也是玄音浩荡 神妙非常 众弟子听得如痴如醉 看了眼坐在人群中间 认真听讲的孙悟空 菩提祖师微微皱了皱眉 对方的资质比他想的要差一些 花了三十年的时间 才练成仙体 成就原扬天仙 想想时间也差不多了 便停下讲道声 众弟子纷纷清醒过来 悟空 弟子在 身穿青色道袍的孙悟空 连忙应了一声 你来我处多久了 弟子愚笨不知道年月 只知南山上的桃子 已经被弟子饱饱吃了二十次 那山明焕烂桃山 你既吃二十次 便是二十年了 顿了一下 你想从我这里学些什么道 弟子不敢贪多 只是祖师每日教导的这些便足矣 孙悟空恭恭敬敬 丝毫不敢有半分的愉悦 菩提祖师嘴角扯了扯 这跟剧情不复 看着恭敬的孙悟空 微微吸了口气后 你所学只是皮毛 我这里有三百六十旁门 旁门皆有正果 不知你学那一门 孙悟空小心看了眼祖师的表情 凭师父意思 弟子倾心听从 祖师道 我教你个 自门中之道如何 孙悟空好奇道 树门之道怎么说 树自门中 乃是些倾先扶鸾 问补 蝶师 能知屈及避凶之理 孙悟空高兴道 愿学 愿学 教你 自门中之道如何 侯姓好奇 老侯也是一样 留自门中是什么 留自门中 乃是儒家 世家 道家 阴阳家 墨家 医家 或看经 或念佛 并朝真降圣之类 愿学 愿学 孙悟空很高兴 做一个初次接触修行的 侯 他对任何法术 法门都有兴趣 教你 自门中之道如何 祖师继续道 镜子门中 是什么正果 此事修良手骨 清静无为 参禅打坐 介于持斋 或睡功 或立功 并入定做官之类 愿学 愿学 祖师文言 怒哼一声 跳下高台 手持戒齿 指定悟空道 你这 胡孙 这也学 那也学 全无一丝定性 真是贪心不足 走上前 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 倒背着手 走入里面 将中门关了 只留下面面相亏的众弟子 你这泼侯 祖师学究天人 365旁门道法 门门可证道过 似我等弟子得一门修行 已然是了不得的大机缘 恨不得日日钻研 时时琢磨才好 绝不敢贪多 你这泼侯 居然贪心不足 根性不过二 还欲修行三门道法 惹得祖师大怒 害得我等 也没了大道可听 实在可恶 刘师兄所言甚是 这猴子贪心惹怒了祖师 真该教训他一顿 我看这猴子过不了几天 就该被祖师赶下山去了 众弟子议论纷纷 说什么的都有 时间一久 便三三两两地散去了 看着众人背影 孙悟空成黄成恐 生怕自己惹怒祖师 被赶下山去 突然 一只宽厚的手掌 让孙悟空下意识地转过头去 一个白净俊朗的面孔 出现在眼前 刘师弟 师兄 没事 祖师不会迁怒你的 真的 当然 安慰一番后 看着猴子离去的背影 刘真眉头皱了起来 好像有些不对啊 摇了摇头 出了中院后 他回自己的住处 邪悦三星洞 虽然看似只是一个简单的道观 但内部别有洞天 地域广大 足有数百里 菩提祖师的玄妙观 位于山顶之上 众弟子的道场 位于山腰 除非祖师召唤 或者祖师讲道时 否则不得靠近 刘真作为 邪悦三星洞中 资格最老的弟子之一 他的道场 最靠近玄妙观 闭门谢客后 来到山洞内侧 走到书架旁边 移开后 露出一个向下的通道 沿着向下约七八米后 隧道变得悠长起来 虽然隧道中暗淡无光 但对于修为 已然达到原音景 早已能暗中事物的 刘真而言 跟白日没什么区别 沿着隧道不断向前 可以感受得到 他在不断向上 约莫三四百米后 终于到了尽头 此时的刘真 已经把自身气息 收敛到了极致 脚步声更是早已消失 甚至 最后一百米的时候 他每走一步 都要停顿一刻钟 才迈出下一步 花费了数个时辰的时间 终于来到了隧道尽头 看到十几米的石室上方 仍然完好无损 嵌于其上的石瓮 刘真松了口气 把自身的法力 收敛到极致 脉步走上高台 盘坐在了石瓮下方 可以看到 在石瓮底部 一根铅笔粗细的麻绳 绵延百米后 嵌入一个篮球大小的小瓮中 这小瓮向上一米 便是一张一丈长 六尺宽的云床 云床上盘坐着一个身穿 躁色道袍 下河留着三缕常然 面色轻瘦 头戴玉冠 先锋道骨的老道士 正是菩提祖师 刘真静静地听着 瓮中的动静 心情期待而又忐忑 作为一个看了无数遍 西游记 曾经的华夏世界吃瓜群众 当他在地仙界重生 而且知道距离自己家不远 便是灵台坊 寸山斜月三星洞的时候 他是激动的 以为自己时来运转 混上主角模板的刘真 带着无限期待上山拜师 也许是看他还有几分资质 菩提祖师便把他收入门下 当然是算是记名弟子 尽管如愿得到了修行之法 但明显算不上高明 百年修行也不过才原因尽终期 归咎于功法太差的刘真 几次苦求菩提祖师收为敌传 不仅没有成功 还差点被赶下山后 他就萌生了窃听的注意 而且还趁着菩提祖师外出 做了一个最简单的窃听器 并用土盾树挖好了这束隧道 他想过做更复杂 甚至法器级别的窃听器 但菩提祖师修为太高 任何法力波动都会被其感知 所以还不如这种普普通通的东西 更隐秘 如果被发现 他也认命了 到时苦求菩提祖师 也不至于丢掉性命 如果没有被发现 得到他梦寐以求的大品天仙诀的话 未来道徒再无寡 所以看到西游记中 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桥段后 他便来了 只等孙悟空领会了菩提祖师三届时后 从后院过来 第0816章 大品天仙诀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夜色越发的浓郁 眼看三更天过去 仍不见悟空前来 菩提祖师眉头皱了起来 难道那猴头愚笨 没领会我的意思啊 强大的神识 直朝山下孙悟空的洞府飞去 后者布下的静止 在菩提祖师眼里幼稚的可笑 穿过去后 一阵响亮的呼噜声 顺着神识传入石海 但见 内侧的石床上 一个黄毛猴子 正四仰八叉的 躺在上面呼呼大睡 也不知道 想到了什么美食 这次在睡梦中 居然面带浪荡的笑容 嘴角更是留下大片的咸水 只看得菩提祖师心中 怒火翻腾 岂有此理 简直不堪造就 菩提祖师 几乎实质化的神识 化作剧长 呼的一下 直朝孙悟空打去 到底是成仙的人 感受到威胁 瞬间从睡梦中清醒过来 原阳天仙在底层修饰看来 或许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但在菩提祖师这里 跟蝼蚁没什么区别 碰 凹 呲牙咧嘴的孙悟空 瞬间跳了起来 捂着脑袋 愤怒的 那个混蛋 打你孙爷 祖师 探着悬浮在半空的菩提祖师 孙悟空心中胆战心惊 连忙跳下来 跪倒在地 弟子拜见祖师 不知祖师先知驾灵 未能远迎 还望恕罪 在灵台方寸山修行三十年 周围的人族师兄弟来来去去 让他的见闻也广播起来 不再是当初在花果山 不知李毅廉耻的妖猴 而且看祖师脸色发青 神色难看 以为对方怪罪自己尚无讲道时的贪婪 举止越发恭敬 偏偏菩提祖师 最看不惯他 这副恭恭敬敬的样子 他佛门的斗战圣佛 第一护法 必须是一个内心桀骜 心比天高的强者 起来 孙悟空连忙爬起来 你给我记住 南而西下有黄金 以后除了师长 就是天庭玉地当面 也不能贵 否则 我便收回你的神通 再把你扒皮抽骨 贬下酒悠 言辞激烈 让孙悟空心中胆寒 连忙点头应声 弟子遵命 日后绝不敢违背 到我近时来 孙悟空面色一苦 却不敢不去 收回神时 菩提祖师右手一挥 强大的法力没入地下 蝼蚁之辈 也敢算计平道 刘真还未来得及逃走 便被心中生气的菩提祖师 打成肉泥 好在后者念在师徒一场 留他魂魄 坠入幽冥地狱 轮回转生 处理了这个小尾巴 菩提祖师双手掐绝 演算一番后 发现天机微变 佛门东传的第一护法 仍然是孙悟空 而后者的天命 也一如当初 没算出什么后 菩提祖师摇了摇头 也许大千世界 郁郁的太极先天生灵 不如混元世界的 本元魂后吧 孙悟空的资质 虽然超凡脱俗 但比他认知中的 太极先天神灵相比 还差了很多 时间不长 一个金毛猴子 捏手捏脚地走了进来 看着吗 还不进来 孙悟空不敢怠慢 连忙推门进来 看到高座云床上的师父 快步走了过去 弟子拜见祖师 起来吧 且坐过去 孙悟空汉手后 坐到了旁边的蒲团上 本祖师念你资质颇佳 一心向道 今日便传你长生妙诀 我讲三遍 你且用心记下 不懂便问 本来他只想讲一遍 但想想 孙悟空的资质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 便只好讲上三遍 以求万无一失 在方寸山修道三十年 孙悟空当然知道 什么是长生妙诀 当下心中高兴 连忙平心静气 只带祖师传法 显密元通真妙诀 西修性命无他说 多来总是精气神 紧固牢藏修漏险 孙悟空知觉此法 今生奥妙 胜过他先前修行之法 千倍万倍 心中欢喜之余 越发地认真起来 看他如此 菩提祖师不由暗暗点头 一番传授后 天光已经大亮 你可记下了 回祖师 弟子都已谨记在心 祖师汉守后道 这显密元通妙诀 又称大品天仙诀 乃是我门下不传之密 非得我允许 绝不可传授外人 否则定不轻饶 弟子遵命 绝不私自外传 想了想 菩提祖师左手一挥 一枚青花瓷瓶 飞入孙悟空手中 这里面有七十二里 鸳鸯天香丹 每七日浮食一粒 可助你增长功力 为了不至于耽误 佛门东传的时间 只能用丹药 强化孙悟空的修为 多谢祖师 下去吧 功法 修行中 但有不懂之处 可在三更 后来此处寻我 是 得了真传的孙悟空 凭着一半太极 先天神灵之体 以及菩提祖师的 丹药和教导 进步神速 短短五年的时间 便进阶元阳真仙 五年后 从菩提祖师这里 学到了 躲避三灾厉害的 七十二般变化 又三年 学了金斗云 再五年 进阶元阳玄仙 其后九年 进阶元阳金仙 曾经西游记中的 真悟空 用了二十年 便进阶元阳真仙 只有太极 先天神灵之体的 假悟空 用了五十二年 有了之前的 数次教训 菩提祖师 也没再玩什么手段 眼看时间差不多 直接把孙悟空 叫到了跟前 你来我处修行了几个寒暑 回祖师 弟子已经在烂桃山 吃了五十二回 已经五十二载了 叹息一声 我能教的 都已经教给你 你回去吧 孙悟空一正 祖师让我回哪去 你从那里来 便从那里去就是了 悟空顿然醒悟到 我自东圣神州 奥来国花果山水莲洞来的 你快回去 便留你性命 若在此处 断然不可 祖师 我也离家有五十二年已 虽是回顾旧日儿孙 但念师父厚恩未报 不敢去 那里有什么恩义 你只别惹祸 别迁待我就好 孙悟空看师父说的坚决 不敢再说 只得点头答应 你这去定身或端 凭你怎么惹祸行凶 却不许说是我的徒弟 你说出棒的字来 我便知道 到时定把你这胡孙包皮错骨 将神魂贬在九幽之处 教你万劫不得翻身 森严的煞气 让孙悟空心中胆颤 连忙道 绝不敢提起师父一字 只说是我自家会的 菩提祖师点了点头 去吧 孙悟空刻了三个头后 师父 弟子这就告辞了 菩提祖师半赏无声 孙悟空一咬牙 催动法力 一个金斗出了斜月三星洞 再一个金斗便是十万八千里 犀牛鹤州距离洞身神州虽远 但以金斗云的神速 三日时间便已跨过 第0817章 南瞻不周 哄 浩荡的雷霆打落下来 耀眼的电花照亮了天空 一座高达万丈 表面撞刻无数悬崖纹路的水晶巨门 屹立在天空中 任凭雷霆打落 我自微然不动 不知过去多久 仿佛毁天灭地的雷霆终于过去 吸纳了渡劫后 天地奖励的造化灵气 混元神门气势暴涨 一种岁月不老 亘古长存 天地难灭 万界不魔的强横气势散发开来 当混元神门气势达到顶点后 光芒暴涨 刹那间化作一条十万丈长 三万丈宽 不知来处 也不知归途的浩荡河流 水晶色的河水翻腾不休 以一个特定的频率滚滚向前 一股强横的时间伪力 慢慢散发开来 下一刻 时间长河化作一道灰红的光芒 从天而降 飞落徐军名掌星 旁边太乙真君一把抢了过去 看着不过一尺高下 有些秀珍的时间神门 太以真君好奇而有兴奋 果然不愧是顶尖的上品仙宝 气息比之前强了何止百倍 看够了 就给我还回来 徐军名美好气道 你不是打算 把他祭练成极品仙宝吗 随手一抛 混元神门飞入徐军名手中 想要一口胖子 哪那么容易 不过就算是上品仙宝 暂时也够用了 随手一挥 混元神门飞上高空 在那里 还屹立着天象神门 地藏神门和人魂神门 盘陀神枪 以及重新炼制的天机神球 等众多仙宝 下方 黄中里仍然在缓慢地生长 丝丝缕缕缕的后天混沌器 从魂名中飞出 被其吞袭后 释放出巨量的太极先天灵气 高质量的先天灵气 不管是拿来修炼 还是蕴养法宝和灵根 都是上甲 混元神门能在一甲子内 进阶顶尖上品仙宝 造化灵池内各色灵根 能快速生长 黄中里的灵气功不可没 我能想用多长的时间流速 百倍 太乙真君眼睛一亮 身化顿光 直朝神门中飞去 他已经迫不及待 要突破自身境界 境界太乙玄仙了 当然 徐军明自己也是一样 心中一动 一道分身 从体内走出 伸手一招 一尊黑色大印 飞入掌中 正是当初 灭杀南山郡王后 所得的上品仙宝 黑山印 经他重练后 虽然没能进阶级品 但如今 拥有九道太乙仙境 威能不俗 融合黑山印后 徐军明分身 瞬间凝食了无数倍 除非跟他修为相当的大能 否则 别想看出 这只是一个分身 去吧 分身点头后 脚步一脉 身形瞬间消失 看着他的背影消失 徐军明这才背着双手 朝混元神门中飞去 作为崇山书院的祖师 现在他最应该做的便是 安心前修 增长修为 至于追往主北 让崇山书院的领地 不断扩张的事 交给弟子们便足够了 除非他们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 否则 徐军明便不用自己出面 分身借助崇山居内的传送大阵 很快便辗转亿万里 从传送法台上出来 浓厚的灵气 瞬间包围上来 抬眼看去 远处一株高达万丈的松树 屹立于广阔的山谷中间 这松树干精求知 色成五彩 周身缠绕着浓郁无比的五行灵气 如果俯瞰的话 就会发现 松树周围的山岭呈放射状 向周围延伸 把足有三千里大小的天地 切割成相等的五个部分 这五条山岭 仿佛五条巨龙 巍峨而又壮阔 一道流光飞来 落地后现出龙帝冷漠的脸庞 你怎么来了 闲着没事 来你这里看看 还别说 你这洞天世界灵气 还真是浓厚 龙帝挑了挑眉 他以一株太义先根级别的五彩松为阵机 布置了一座五行巨龙峰界大阵 不仅把随身洞天的面积 限制在三千里 还能不断抽掉外界丰厚的灵气 提升随身洞天中的灵气 同时供应五彩松生长 五彩松月墙 大阵威力就越强 从外界吸纳的灵气便越多 随身洞天中的灵气便越丰厚 变成了一个正循环 五行洞天的灵气再浓厚 也比不上你的崇山居 徐军鸣淡淡一笑 崇山居钟灵根众多 不算黄钟里 只是先天诸果和翡翠宝树两株中品 先天灵根聚集的灵气 就远超五行洞天 脚步一脉 下一刻出现在一座湖边 碧波如镜的湖面倒映天光 平静又美丽 在湖中心是一座小道 入目所见 一栋清雅的竹楼背靠竹林 面南而建 带着积许青苔的石板小鹿 从越门出来 蜿蜒着来到一座 位于湖边的凉亭 两人来到凉亭中坐下 徐军鸣一拍腰间葫芦 一个青花瓷瓶飞了过去 这是我炼制的太乙人黄丹 一共七十二里 等你服完后 差不多就能渡太乙天真仙洁了 龙帝接过来简单看了看 现在 你炼制这种丹药成功率 越来越高了 借助混元神门 徐军鸣在其中修炼数千年 提升的绝不仅仅是 肉身和法力 还有造化 时间等主修道法的境界 如今的天宫道 已经被徐军鸣 推进到太乙玄仙圆满 再加上充足的法力 以及天宫神炉 成功率提高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当然 黄中李提供的丰厚灵气 让造化领导中 各种灵职成熟周期 缩短了数十倍 也是重要原因 呵呵 那是当然 至少突破大罗径之前 我们都不缺丹药服用 微微点了点头 龙帝收起丹药 屈指一弹 一株灵光 飞向徐军鸣 白鹿灵草 看着手中长三尺 叶片修长 边缘泛白的灵草 徐军鸣不由面露惊喜 白鹿灵草是太乙上品的灵根 药性深厚 极为难得 三月前路过当阳山 斩杀了一头太乙境蛇妖 从他那里得了这灵草 我不会炼丹 留在这里浪费 交给您了 这可是好东西 一拍腰间葫芦 无形之力笼罩白鹿灵草 很快收了进去 徐军鸣炼制的储物葫芦 上下两重空间 上层可以储存灵根 灵兽等活物 下层只会放死物 而且还具备一定的困 杀之用 龙帝再次从自己的储物葫芦中 拿出一张布卷 展开后 可以看到其中山河纵横 城池村镇 无限天地 正是一张地图 不过可以看到 除了最南边的一块大路 绘制的比较完整外 其余三块 连带海洋 几乎是一片空白 随手一抛 地图光芒大放 刹那间化作千丈之巨 曾经平面的地图 也随着山高海深 而变得立体起来 这就是我花了两夹子多 绘制的地仙界渔图 可惜时间不够 只完成了南瞻不周一地 其余三周和四大海 还需要不少时间 顿了一下 整个地仙界 天元地方 南北纵横2900万亿里 东西接近3200万亿里 海洋面积接近65% 四大部周中 北距卢州最为广大 南北纵横近400万亿里 可惜近半地狱被冰雪笼罩 极为苦寒 魏巫 妖两族占据了大部分 只有靠近南边的部分 使人族城池 东盛神州次之 南瞻不周再次 犀牛鹤州最小 但也有近200万亿里 徐军明微微点了点头 说说南瞻不周 南瞻不周南北纵横230万亿里 东西接近210万亿里 以人族为主 妖族次之 巫族再次 佛魔巫妖鬼诸道征杀 虽然人丁凡胜 修行众多 却也是四大部周中 最为混乱的地方 在南瞻不周中 人族列国近万 其中最为强大者为隋 纵横近18万亿里 人丁数以异议计 自称大隋帝朝 地主杨广 亦如你所了解的历史 雄才大略 却浩大喜功 这些年 隋朝因为三讨东北皇朝 高丽 已献出混乱之兆 不出意外 再有数百年 便会出现唐朝戴隋 进而迎来佛门东传 修行势力 以佛 道两门最强 道门中 则以南瞻不周北部 于朝内的全真道 大隋帝朝中的正义道 南瞻不周南部 南汉境内的天平道三派为尊 传闻这三派中 皆有大罗天仙坐镇 而福道这边 则是北汉境内的白马寺 魏国境内的福龙寺 最富盛名 妖族中最强者是占据 万寿山的白虎族 以及南瞻不周 十万大山中的凤凰一族 巫族中最强者 则是南蛮密林中的井山大部 以及西部大沙漠中的火筛大部 前者自称传承十二祖屋中的巨芒 后者则传自火之祖屋祝戎 距离我们最近的大势力 则是白虎妖族 不过仍然隔着三万亿里 按照崇山书院现在的扩张速度 至少千年之内 我们不会跟他们产生多少冲突 崇山书院经过近三甲子的发展 才不过占据了三百亿里的地域 勉强在人族诸多皇朝中 只算是中等 跟南汉 大鱼 魏朝这些强国 仍然差了一个档次 看着在整幅南瞻布州地图上 丝毫不起眼的崇山书院辖地 徐军明不由叹道 之前 我还总担心扩张太快 会引来其他大势力的窥视 现在看来 我们还差得远 龙帝汉首道 地仙界太大了 已经不同于一般的大千世界 我们想要像之前吞并赤县神州 和华夏世界那样吞并这里 就算有混云神门相助 也需要数万年 甚至更久的时间才有可能 徐军明认同地点了点头 漠然片刻后忽然一笑 数万年就数万年吧 有点挑战 才更有修行的动力 龙帝点了点头 悠悠道 等我们有实力吞下地仙界的时候 或许就有能力抱住孙儿了 看了他眼 徐军明没有多说 除非他也能成为圣人 否则根本护住孙儿 拿出一张空白卷轴 把地图复印了一份后收起 接下来 你准备去哪 犀牛鹤州吧 取经之路的必经之地 提前熟悉 也方便我们以后浑水摸鱼 点了点头后 徐军明站了起来 好了 我也该走了 去哪 花果山 看看那头老侯学了本事后 是不是还像之前那么畏首畏尾 第零八一八章 东海龙宫 定海神针铁 一杆黄色大旗 屹立于花果山山顶 美猴王三个大字 在耀眼的阳光下 熠熠生辉 漫天妖云 云集于花果山中 徐军明身在半空 简单一看 起码有数十万妖猴 未及在此 借助青铜镜的神威 水帘中的一切 静在眼前 但见 顶盔冠甲的孙悟空 高坐云床上 下方四只 达到元阳玄仙境界的妖猴 正聆听教会 不出意外 这四个猴子 便是崩巴尔将军 和马刘二元帅了 咦 这就有意思了 徐军明赫然发现 在这四个老猴体内运行的 居然不是妖气 而是纯正的佛力 既能辅助孙悟空掌控花果山 还能监控这个不稳定因素 让他按照既定的策略 蜕变成佛门护法 佛门的布局 还真是面面俱到 摇了摇头 他没打算再插手佛门的事情 再看孙悟空 很显然 这时候的 他还没从龙宫借宝 他身上的盔甲 虽然威武 但也只是普通法器而已 不过 看他脸上自信桀骜的样子 就知道 这只是早晚的事 毕竟拥有 元阳经线的修为后 换成谁也一样 不会再甘于平凡 而且 菩提祖师为了 佛门东传的大计 多年教导下 已经完全激发出了 老猴的野性 再加上 躲在暗中的十八罗汉 加以引导 不管是龙宫戒宝 还是大闹天宫 多半还会发生 不过时间可能要长一些 起码要等到猴子 进阶太乙天仙再说 否则 别说大闹天宫 连天宫的门都进不去 就是不知道 大品天仙诀 到底如何玄妙 是不是传说 中佛门第一护法 神功八九玄弓 看了眼孙悟空 考虑一番后 压下搜魂的想法 不管大品天仙诀 还是八九玄弓 绝对是佛门不传之秘 多半也会有 针对搜魂秘法的封印 或者禁止存在 除非他的灵魂 倒修为晋极大罗晋 否则还是算了吧 徐军明从花果山山顶 收走了孙悟空 化身十崩碎的石胎碎片 免得被别人看出痕迹 而后在花果山停留了几日 实在没心思 看一群猴子 整日嬉戏的他 顺着水帘洞石桥下的水道 直朝东海龙宫顿去 他想见识一下 大名鼎鼎的如意金箍棒 到底是件什么样的宝物 东海广博 作为四海中最大的一个海 东西纵横近五百万亿里 比东盛神州和南瞻步州 加起来还大 烟波浩渺 灼浪排天 水晶之气浓郁无比 浩荡海水中 时常可见体型庞大的海妖水冠 尤其是龙王的巡海妖兵走过 庞大的妖云 蔓延百里 声势浩大 徐军明欣赏着海中的美景 飞顿了数百万里后 一片巨大的海底平原上 现出了一座灰红壮阔的水晶宫殿 当初在辽斋世界和赤县神州的时候 他都见过龙族的水晶宫 但与现在 这座东海龙宫相比 就好像一间小四合院 比紫禁城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单市占地 便有数百万里 这比灵次的宫殿密密麻麻 数不清有多少 耀眼的光滑 从水晶宫中散发开来 把方圆数千万里内照得 犹如白昼一般 五颜六色的珊瑚 上街滑光 在周围映出一片锐彩 云征霞卫的样子 衬托水晶宫 仿佛天上仙宫一般 神圣无比 不管那里的龙族 都喜欢这种调调 简单看了一眼后 徐军明便把目光转向他处 时间不长 找到了 心中一阵 催动胡天神行术 瞬间穿透了龙宫的外围静置 跨过百万里后 龙宫已经近在眼前 透过密集的珊瑚丛 可以看到里面顶盔灌甲 正巡逻的虾兵蟹将 以及高达数十丈甚至数百丈的水晶宫殿 龙宫的静置极为严密 想要打开还需要花点时间 双手仿佛穿花蝴蝶 快速结印 片刻后 开 一声顿鹤 浓郁的天青色灵光 从指尖绽放开来 身前三尺处 一个黑色的空间通道 慢慢出现 徐军明不敢怠慢 迅速压缩身形 飞了进去 下一刻 出现在一座高大的水晶宫殿顶端 可惜只是分身在此 否则 何须如此麻烦 摇了摇头 看清四周的情形后 脚步一脉 瞬间跨越千丈 来到一片巨大的珊瑚丛林 在这丛林中央 昂然屹立着一根千丈高 百丈粗细的黑色铁柱 铁柱暗淡无光 看起来不怎么起眼 但放在这里 却有一股山河定顶 万界不魔的强横 仿佛这不是一根铁柱 而是一座千万丈高的巍峨巨山 雄魂 沉重 霸道 要一根震海神针铁 徐军明双目放光 身为炼器师 他能清晰地感应到 这如一金箍棒的不凡 催动青铜镜可以看到 在这根铁棒内部 三道银白色的强横静置 仿佛精密的齿轮一般 紧紧咬合在一起 而且 这静置并非太以静置 而是更为强大的大罗静置 每一条静置都繁复无比 且奥妙今生 各有不同妙用 分别代表更经一道的坚韧 以及封印道的运用 徐军明还是第一次看到 大罗级别的仙器 剑烈欣喜 催动青铜镜准备好好参悟一番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刚参悟不久 一个鬼祟的身影 出现在了神识感知范围内 看他浑身笼罩黑雾 形象难辨 摩气森森的样子 就知道不是龙宫中人 嗯 此人显然也感受到了 徐军明的神识 脚步瞬间停下 下一刻身如闪电 直接冲了上来 一副要杀人灭口的样子 徐军明眉头一皱 这是把他当软脚瞎了 不过这黑衣人 修为确实强 修为达到太乙玄仙 若是碰到普通的太乙真仙 还真有可能被他拿下 毕竟他的速度实在太快 几乎瞬间 就到了徐军明面前 可惜再快 也不如胡天道法快 只是一动念 层层空间快速延伸 眨眼间便是数百万里 胡天道法啊 苍老而又阴沉的声音响起 徐军明急指向前 黑山印 轰隆一声 一枚墨盘大小的黑色大印 急如流星 带着庞然威势 闪电般朝那神秘人打落下来 久到太乙仙境的顶尖上 品仙宝威能不凡 黑衣人下意识地想要避开 但 静 一声顿喝 无穷黄色光滑绽放 黑衣人顿觉身体 仿佛无穷铁索加身 体内的法力都开始迟滞起来 速度瞬间降了下来 眼看大印铃声 黑衣人心中一动 一朵六品黑莲飞了出来 虚余间 一层淡薄的黑色悬光 从头至脚 把它护在中间 徐军明瞳孔一说 急品仙宝 动 升阵万里 仿佛两座大山撞到了一起 澎湃的冲击力 瞬间把周围的珊瑚林 破坏得一干二净 除了昂然毅力的金箍棒 千里之内一片狼藉 但强横无比的黑山印 却被黑莲挡了下来 可以看得出 这黑色莲花防御力极强 黑山印根本没有撼动分毫 不过两人斗法的弱大动静 却惊动了整个龙宫 都是不速之客 这时候留下简直是找死 所以双方很默契地彼此罢首 各自逃窜 徐军明本带离去 但看到仿佛炸了锅一般的龙宫大军 以及数十道强横的龙器 略一思索后 连忙停了下来 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 还是让那个老家伙 去吸引龙宫的火力吧 摇身一变 化作一只虾兵 很容易就混进了龙宫的队伍 在一头猿鹰镜瞎妖的带领下 来到广场点茂 数十万妖族散开的妖气 瞬间遮蔽了他的气息 与此同时 龙宫东南却传来了激烈的大战声 三头数千丈长的巨龙 蜿蜒盘旋 如同山岭一般 浩荡的龙火 呼啸的真水 铺天盖地地朝黑衣人打去 但后者头顶的莲花实在玄妙 不管是龙火还是真水 都难以奈何 东海龙宫的实力 果然非凡 太乙金仙级别的龙就有三条 太乙镜的真龙足有四十三位 若是加上南海 北海和西海 徐军铭瞬间明白 如果没有佛门在背后支撑 孙悟空根本别想 拿走如意金箍棒 奉斥紫金冠 锁子黄金甲和藕丝布云旅 而是何人 居然敢闯我东海龙宫 浩荡的声音 震耳欲聋 呵呵 无可奉告 可恶 给本罗王死了 敖广怒吼一声 一把剑气冲销的白色长剑 流星一般 瞬间斩了下来 强大的剑光 堪比日月 耀眼之极 正借助青铜镜观看战况的徐军铭 心中一颤 中品先天领宝 大千世界诞生后 会孕育三剑上品先天领宝 九剑中品先天领宝 但来第仙界多年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此界的先天领宝 在太乙惊仙境界的敖广手中 这把长剑真正爆发出了全部的威力 剑气雷音 气势勃发 哄 满空剧阵 散乱的剑气和法力 汹涌地冲向四方 但很快又被周围的龙族挡了下来 但令徐军铭惊讶的是 那六品黑色莲花的防御力 居然如此强横 中品先天领宝级别的杀伐剑气 居然都没破开他的防御 第0819章 六品黑莲 先天神剑 当然 震惊的不只是他一个 敖广也一样难以置信 不过到底是一族龙王 深吸了口气后 敖广很快便平静下来 一起出手 务必拿下此贼 周围两头 太以惊仙级别的龙族纷纷应声 一蓝一红 两把长剑分别出现在两龙身边 黑袍人虽然笼罩于黑暗中 难以看清表情 但看他此刻的气息 肯定不想外表看起来那么轻松 毕竟修为上 他还差了一个境界 先前能平分秋色 全仗着六品黑莲神庙 但强大的仙宝 对法力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拖得越久 形势对他越不利 嘿嘿 敖广 惦记你龙宫藏真的 可不止我一人 那家伙深谙胡天道法 你这龙宫静置 可挡不住他 敖广眉头一皱 刚刚的动静他也听到了 当然知道 暗中还有一个贼人 只是对方到现在也不见踪迹 让他心中有些焦急 原来是胡天秘法 怪不得找不到人 想到这里 敖云 一头体长千丈 修为达到太乙玄仙的真龙 轰然应声 请龙王吩咐 你立即带领五龙卫封锁龙宫 那人既然没出现 肯定还躲在龙宫之中 是 名为敖云的真龙 招呼了十几头太乙境龙族 呼啸着朝龙宫深处飞去 借助青铜镜 徐军明把一切看在眼中 龙族守护龙宫的大阵 威力如何 他早就尝试过了 就算全部启动 他也能平安离开 退一步说 这只是他的分身 就算被灭杀 也只是损失了一件上品仙宝而已 也有可能是这老龙照外套 显露踪迹后 他好从容捉拿 心下摇头 不管猜测正不正确 他都不打算在这时候离开 故意大声吩咐 敖云的敖广 看到龙宫深处半晌 没什么动静 心下暗感失望 再看那黑雾笼罩 难以看清样貌的贼人 心中越发痛恨 同时出手 无比斩杀此贼 应了一声后 左右两条 太以惊仙级别的真龙 催动法力 浩荡的剑光 冲天起 刹那间 三道犀利的剑光 仿佛三座喷发的火山 汹涌而出 强大的威力 把海水撕得粉碎 哈哈 欧广 你东海龙族 七龙洞中的龙骨 本作就笑纳了 吼 愤怒的龙孝 震动万里海江 而敢 轰隆 浩瀚的剑气 仿佛九天银河 带着迪荡乾坤的大威能 从天而降 一瞬间 大地破碎 海浪翻腾 爆炸般的力量 掀翻了亿万里水浪 许久之后 等一切稍稍平息 那笼罩于黑雾中的贼人 早已消失不见 虽然有龙宫中的大阵保护 大地上 仍然裂开了三道掌万丈 深数千丈的裂缝 相互交错的裂缝 仿佛一朵绽放的花朵 诡异而又美丽 敖广看在眼里 神色愤怒 敖江 你立即传令下去 发动水族大军 全力缉拿此贼 并联络南海 北海 西海龙族帮助 同时告知修行剑 任何能斩杀此贼者 可得尚品先保一剑 若是能勤拿此贼 可入我龙族宝库 任选宝物三剑 我东海龙族无偿满足他一个要求 遵令 左侧太以惊仙境界的蓝色真龙应声后 呼啸而去 敖火 你带领五龙卫 坐镇龙宫 刮第三尺 也要把第二个贼人给我找出来 遵令 右侧火红色的真龙 轰然应声 敖广龙区一摆 直朝龙宫深处飞去 时间不长 一声愤怒之极的龙笑传来 该死的贼人 我东海龙宫跟你势不两立 徐军铭借助青铜镜 把一切看得明白 怪不得敖广被弃成这样 感情是祖坟被绝了 所谓的七龙洞 其实是一座十五亿里纵横的中间世界 那中埋葬的是寿终 或战死龙族的尸身 从残留的痕迹看 这座龙族墓地中 起码有数万条龙族埋葬在此 而现在 起码有一多半不见了 剩下的那些 大概是死亡的年份太过久远 精华失去大半 已经没有太大价值 所以才得以保留 徐军铭对那些龙族尸体不感兴趣 但借助青铜镜 倒是在这龙族水晶宫深处 发现了一件让他好奇的东西 不过 现在整个龙宫戒备森严倒是不好动手 徐军铭也不着急 不过当龙族开始排查龙宫内 每一个兵将后 他倒是装不下去了 但几日时间 倒是让他对龙宫中的布局熟悉了很多 最后 直接封住自身法力 在一点尘埃中开辟空间 掩藏身形后 悄悄躲到了如意金箍棒周围的珊瑚陵 也许是知道 这东西要交给佛门 所以并没有多少龙宫兵将首位 除非敖广这些太义金仙级别的龙族 亲自过来 一点点排查 他也不担心暴露 但正处在多世之秋的敖广三龙 显然没这个时间 徐军铭藏在这里 放心大胆地参悟其中的大罗进法 与此同时 东海深处 接近世界边缘的地方 一座灵气稀薄的海底山谷中 一朵黑色莲花 悄然绽放 渐渐地 丝丝缕缕的雾气 从黑帘上飘起 快速凝成一个身穿黑色长袍 长发随意垂在脑后 神色英质的老者 长长地淤了口气 若非提前预留了退路 这次险些就在了 伸手一招 黑帘飞入掌中 看着上面残留的剑伤 脸上露出疼惜之色 显然 敖广 敖火 敖将三位太以惊险的愤怒出手 并不是全无效果 都怪那该死的混蛋 若非他撞破了本作的刑藏 惊动了龙弓 我这黑帘也不至于破损 脑海中浮现出徐军鸣的身影 下次再见到 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发了一痛恨后 黑袍老者收起黑帘 催动顿光 仿佛一串烟气 速度快到极致 不过片刻 已经跨过了数万里 三个时辰后 周围的一切越发荒凉起来 除了浩荡的海水 几乎看不到多少强大的生灵 这已经是东海最深处 接近世界的边缘 突然 一道长数千万里 宽数万里的海底裂缝出现 黑袍老者折返向下 接近一个时辰时间 足有数百万里后 黑袍老者的顿速 才缓慢下来 到了这里 已经完全没有了光线的存在 周围一片漆黑 而且冰冷 死寂 仿佛生命的禁区 突然 无尽的黑暗中 多出了两个琥珀色的光团 幽幽的棕黄色光滑 直径数百丈 驱散了周围的黑暗 渐渐的 一道黑色的细线 出现在昏黄色的光管中央 细线快速扩散 形成了两条扁圆形 中间深邃无比的大洞 在大洞稳定后 一种名为凶残的情绪 铺天盖地的喷波出 黑袍老者身形一顿 眉头皱起 冷声道 黑明 我有要事件魔主 还不让开 魔主闭关修行 没有要事 谁都不能打扰他老人家 阴冷的声音在黑暗中回荡 黑袍老者左掌摊开 一枚捐刻黑莲的令牌浮现出来 我有黑莲铁令再次 还不让开 轰 澎湃的妖气 打乱了黑暗 但见 一头巨大无棚的独角巨蛇 从黑暗中挺起上身 足有数千丈宽的蛇身 覆盖着比钢铁 还要坚硬晚辈的鳞片 盘起的蛇阵 占地足有数百万亩 若是展开身躯 怕是不下十万丈 而刚刚那两个琥珀色的光团 实际上只是这巨蛇的两只眼睛而已 同时 一座直径十丈的黑色大洞 从巨蛇蛇头下出现 黑袍老者也不管黑蛇眼神中疯狂上涨的杀戮和凶残 催动顿光 飞进黑洞 海水被镶嵌在洞口上方的屁水珠挡住 黑袍老者进去数百米后 眼前出现了一个灰红的石垫 足有数百亩大 百丈高的石垫中 由十二根粗大无比的石柱撑起 在石垫的尽头 是一座足有半亩大小的九品石垫 石垫后方则是一尊九头十二臂 每只手臂掌心都拖着一朵莲花的魔神石雕 黑袍老者走到莲台前方十丈外站定 语气恭敬之极 黑龙魔使陆平生 求见魔主大人 片刻间 倒到黑雾 盘旋着出现在莲台上 很快 一个身高丈六 身穿黑色长袍 面向鼓桌 黑发披肩的中年人 现出身形 参见魔主 陆平生连忙跪倒 起来吧 交给你的任务如何了 已经办妥 东海龙族七龙洞中 所有精气 未散的龙骨 已经全部被属下带来了 解下腰间的法袋 双手捧着 高举过顶 中年人身手一招 法袋飞落掌中 神识静润看了一眼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看你气息不定 似是受了伤 魔主法眼无恶 属下离开龙宫时 被敖广 敖火 敖将三位太乙金仙拦住 斗法一场 若非魔主赐下的六品 黑莲神妙无方 几乎陨落 中年人眉头微皱 敖广能窥破黑莲盾法 敖广不过一介真龙 怎么可能窥破魔主 大人赐下的黑莲盾法 只是属下离开时 不巧撞上了一个 窥视定海神针铁的窃贼 本想将他打杀 未曾想此人精通 胡天道法 还有一件顶级上品仙宝 一时失手 斗法露了形藏 这才被敖广挡住 胡天道法啊 正是 什么境界 能在一念间 画出百万里虚空 至少也是太乙境界 回忆了一下后 陆平升功境道 太乙境界吗 倒是不凡 日后有机会定要见识一番 随手一挥 一道流光 飞入陆平升手中 这十二颗六品 黑莲丹赐你 下去休息吧 多谢魔主 陆平升神色激动 六品黑莲丹 要力强劲 十二粒足够 让他的修为更进一步 去吧 中年人挥了挥手 属下告退 宏大的石殿中 恢复了平静 第零八二零章 龙弓宝库 混沌神石 如意金箍棒中的三道 禁法等级太高 徐军铭借助混沌神门的 时间神力 尚且花了半甲子时间 才完全参悟 果然玄妙非常 可惜 没有大罗级别的灵才 根本承受不住 如此强大的禁法 微微摇头 催动法力 悄悄朝龙宫 深处飞去 半甲子虽长 但对修士而言 却算不上太久 三十年前 七龙洞被盗的影响 到现在 仍然没有完全消失 龙宫内部 负责守卫的 虾兵蟹将 几乎布满了 每一个重要的地狱 但对精通 胡天顿法的 徐军铭而言 却算不上什么威胁 时间不长 他便穿过重重封锁 来到了一处 守卫森严无比的 大殿外面 七位太乙晋真龙 三位太乙玄仙 四位太乙真仙 敖广对自己的宝贝 倒是看得很严实 借助丹田内的 青铜镜投影 龙族的所有布置 对他而言都无所遁形 但见 除了七位看守 占地数百亩的藏宝殿 都被九重禁制 紧紧封锁 最外围的三重禁制 是防止外人 偷入藏宝殿 剩下六重禁制 把宝库内珠宝 按照价值高低 分为内外六层 每一层都有禁制 每一层的开启方法都不同 所以除非有龙王的法令 很难有人 把最深处的重宝盗走 若是强闯 一层层的禁制破开 早已惊动了整个东海龙族 徐军铭不打算找死 有青铜镜在 他完全可以花时间 参悟藏宝殿的九重禁制 从容地拿走自己想要的东西 一个月后 看着一对巡逻的妖兵走来后 徐军铭双手仿佛穿花蝴蝶般飞舞 一个个硬绝成形 淡淡的灵光一触及禁制 后者瞬间响 两侧打开 不需要多大 只要一点点缝隙 精通胡天道法的徐军铭 就能进去 丁点的法力波动 仍然瞒不过守卫宝库的太乙玄仙 眉头一皱 神识探查一番 并无异样 听着虾兵 谢江们整齐的脚步声 微微摇了摇头 或许是我想太多了 破开了第一重禁制后 破开第二重禁制的时间 比预想中要短 因为整个藏宝殿中的禁制 都是连贯 而且循序渐进的 第二重禁制 就建立在第一重禁制的基础上 花了一年的时间 破开三重禁制后 徐军铭终于来到了一重大殿中 宏阔的大殿中 密密麻麻 全是大大小小的石架 上面分门别类 放着兵器 仙器 丹药 灵石等一英诸物 等级基本都在原阳天仙 和针线级别 怪不得都说 龙族多宝 只是此处 便有数百万件藏针 虽然品级算不上多高 但也可以一窥 东海龙族的富裕 简单地欣赏了一下后 便来到了内侧一扇 紧闭的石门前 百丈高 七十宽的两扇石门上 阴克五爪龙纹 龙纹灿灿生辉 龙巾散射金光 仿佛随时可以扑下来的样子 有了外围的三重禁制守护 徐军明不打算继续像前面那样参悟了 直接催动法力 借助胡天道法 穿了过去 第二重大殿的格局 跟前面大殿相似 只是存放在这里的宝物 等级更高 数量也少了大半 徐军明扫了一眼 便直入第三层 到了这里 周围的宝物 已经完全变成了太乙集数 但引得他偷入龙族宝库的东西 却不在这里 第四重存放的宝物对应太乙真仙 第五重对应太乙玄仙 第六重对应太乙惊仙 第四重和第五重 徐军明已然凭借空间道法穿过 但第六重的时候 静置的威力太强 再加上天象神门不在身边 只能一点点参透 花了他两年时间 才算打开 即便以东海龙族亿万年传承 这第六重大殿中的东西也不多 零零总总加在一起 只有三百件左右 比我重山书院多年积累 加在一起还多 一时间 心中涌起一股 把这里珠般宝物一扫而空 揣入自己囊中的贪欲 不过很快他又克制住了 要是龙族宝库被他偷到一空 非让整个东海龙族狂暴不可 到时一来 变数太大 万一引火烧身 得不偿失 微微吸了口气 平复心思后 徐军明看向最后一道 明刻龙文的石门 这是最后一道 也是整个宝库中最难的一道 打开这道门 就能拿到他想要的宝物 有了先前参物 如一金箍棒上三道大罗 禁制的经验 以及前面八道禁制的基础 徐军明花了四年时间 才打来了这座石门 一步迈入 一间数百丈之巨的石殿 出现在眼前 石殿中 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 放着七尊石台 每一尊石台上 都放着一件宝物 而且都是 大罗集数的灵财 到现在为止 徐军明手里一件也没有 真想全部拿走啊 恋恋不舍地 从一件件宝物上扫过后 目光定格在了一块 黑色石头上 徐军明走上前 看着这块 如同水缸大小的黑石 眼神中露出火热 如果不是为了他 他绝对不会花上 七八年的时间 闯进这座龙族宝库 催动全部法力 缓缓拖起这块黑石 但见 随着黑石脱离下面的石台 体积居然快速膨胀起来 等徐军明 把它从石台上 拿下来的时候 曾经水缸大小的黑石 已然变成一块高三百丈 直径两百丈 形状不规则巨石 太沉了 怕不下千万斤 若非有黑山印这件上 品仙宝为支撑 自己这尊分身 早就背着黑色巨石 给压垮了 多 口战玄鹰 一座天青色的神门虚影 从丹田飞出 正是天象神门 突然间 灰红天青色神光 绽放开来 徐军明分身瞬间崩溃 一座强横的法力 包裹住黑山印和黑色巨石 飞入天象神门 消失不见 强大的空间波动 撼动了整个藏宝殿的静置 守卫宝殿的七位真龙 瞬间睁开双目 傲家 你去通知龙王 我等在此守护 一头蓝色真龙点了点头 呼啸一声 直朝龙宫前方飞去 此时 水晶宫珊瑚大殿中 身穿龙袍的 傲广高坐上手 面带笑容 目光却透着几分冷漠的 看着下方 正耍弄一杆 方天化戟的金毛猴子 时间不长 猴子停了下来 随手把方天化戟 抛了出去 把旁边的憋力士 杀将军 砸到一片 老邻居 还是太轻 可还有众些的宝贝 敖广刚要开口 一头蓝色真龙冲了进来 骑禀龙王 藏宝殿 深处有异动 还请龙王轻腹查看 疼一下 站了起来 敖广全身气势勃发 太以金仙级别的龙气 压得周围所有人 连连后退 孙悟空神色凝重 他绝没想到 这个表面看上去 和和气气的老龙王 居然有如此惊人的修为 绝对是太以静之上 甚至悬仙 或者金仙级别的强者 孙悟空心道 深吸一口气 压下沸腾的法力后 鬼丞相 一个驼被老者走上前来 请龙王吩咐 你带孙大王 去龙宫珊瑚陵中 挑选一件合适的兵器 原本打算趁机交好一下 这位佛门未来的斗战圣佛 现在藏宝库失窃 他已经完全没了这心思 遵命 珊瑚陵是龙宫的一处景致 内中能被称为兵器的 也只有那根定海神针铁 这根大雨治水时 留下来的治保 龙宫一直看作禁鸾 但当释迦牟尼找上门来的时候 即便是敖广再不舍 也不得不把这件宝贝交出去 毕竟 他可不想被佛门这群不讲原则的 突驴度化 去做那老师子八部天龙 说不好听点 那完全就是供佛门弟子驱使的奴仆 交代完归丞相后 敖广没再管孙悟空 现在的他已经全然没了 跟这位佛门未来大能结交的心情 几十年前 七龙洞数万条龙骨背道的事情 还没有眉目 若是这回藏宝殿在背道 他想死的心都有了 风驰电车地来到藏宝殿 摘下腰间的令牌 打开宝殿冲了进去 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一直到第六层 安然无恙的宝库 让敖广心中松了口气 但等他忐忑地打开第七层 看着空空如也的天书欣慰石台 一股怒气瞬间冲上敖广心头 奥 愤怒的龙银 响彻龙宫 该死的贼人 最好别让我抓到你 刚把如意金箍棒拿到手的孙悟空 心中一哆嗦 生怕敖广反悔的他 也没管归丞相 扛着棒子 一个金斗云出了东海 回了花果山 原本应该给他的凤翅紫金冠 梭子黄金甲等也没敢要 不过 以佛门的强势 这些东西敖广 敖青等肯定还要送过去 第零八二妖章 七神道身 无上神剑 天外神山上方 崇山居中 徐军民看着面前 三百丈之巨的黑色巨石 心中激动 这是 混沌神石 太义真君震惊道 自从黄中理开始吞吸 后天混沌灵气后 他就对这种气息极为敏感 现如今 这黑色巨石中 全都是这种气息 徐军民高兴地点了点头 混沌神石 是后天混沌气 浓郁到了极致 叶化后凝固成的一种石头 就跟修行界中常见的灵石一样 区别只是 灵石凝聚的是灵气 而混沌神石凝聚的是后天混沌气 没想到 龙宫还有这种宝贝 太义真君心奋道 混沌神石 当然是混沌中郁郁的宝物 虽然偶尔也会从天外降临 但都是小块 像如此大块的 却少见得很 说是至宝也不为过 不管是拿来练宝 还是补义事件 都再好不过 混沌神石虽然宝贵 但更宝贵的是里面的东西 太义真君一愣 连忙催动丹田青铜镜 虚影朝混沌神石中一看 瞬间瞪大了双眼 我的乖乖 这这这 可真是大纪元 徐军民认同地点了点头 若非后天混沌气狂暴无比 根本无法用神石 窥视其中虚实的话 这大纪元 恐怕落不到自己头上 本尊 快快 把这石头刨开 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你昏头了 混沌神石坚硬无比 就凭你我手中这些宝贝 怎么可能打开 而且它还如此巨大 倒是忘了这个 难道要先放着 那也太差人了 当然不 把老二 老三叫回来 我们回崇山世界 你是想 徐军民点了点头 目前这是最好的办法 两百年的时间 对修士而言不算短 但对于一个已经有130亿里纵横的中千世界而言 却只是一瞬而已 崇山世界上方 一处临时开辟的世界里 徐军民 人无极 龙帝 敖天 太乙真君 围绕着三百丈之巨的神石 神色激动 即便是向来冷漠的龙帝 神色也有几分动容 我看下次再回去 应该把西海 北海和南海龙宫藏宝库 都逛上一圈 指不定那里 还藏着这种顶级大宝贝 任无极道 天之道 损不足而奉有余 这种顶级的大纪元 就算翻遍地仙界 也未必还有第二次 你还是老实点吧 龙帝淡然道 吆喝 什么时候 你也成了老子的信徒了 龙帝看了他一眼 真蠢 哈哈 老三此言甚是 太乙真君大笑 你们两个混蛋 任无极咬牙切齿 好了 不要闹了 凹天 我们手中的兵器 不足以展开这混沌神石 所以需要你用人黄剑 以崇山世界的世界之力 破开它 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凹天神色兴奋 点了点头后 渴望的目光 看向徐军明 这块混沌神石要留给我 如此巨大的一块神石 如果炼成宝物 绝对是大罗集数 甚至更高的质宝 可惜 现在的徐军明 完全没有炼制 这种级别宝物的手段 与其留在手里浪费 还不如拿来让凹天 祭炼崇山世界 消化了这块混沌神石中的灵气 崇山世界起码能更进一大步 好 看他点头 凹天左手摊开 一把紫色连翘长剑出现 作为镇压崇山世界的三大仙宝 人黄剑虽然比不上中品 先天灵宝级别的天皇塔 却也跟帝皇印同级 是顶尖的仙宝 若是以崇山世界世界之力催动 爆发出来的威力 完全能斩杀大罗真仙 你们让开 徐军明 仍无极等人后退百丈 强 一声轻悦的龙吟 敖天拔剑出鞘 凝炼之极 而又强大的人皇剑气 仿佛一道长鞭 狠狠朝混沌神石上斩去 是 足以斩杀大罗天仙的强大剑气 斩到混沌神石上 后者纹丝不动 神石表面只留下了一道 深入三尺的剑痕 老四 你行不行啊 才这么点 任无极失望道 虽然他没指望 能一剑展开着 厚度达到两百丈的混沌神石 但这也太浅了些 敖天翻了个白眼 要不你来 任无极干脆闭嘴 他可不像敖天 可以借助崇山世界的世界之力 这回冲上去 别说是三尺剑痕 就是一尺 也未必能留下 敖天 没办法一剑展开 就慢慢地削开吧 徐军明道 敖天点了点头 任黄剑再次斩了下去 吃的一声 一块水缸大小的混沌 神石掉落下来 敖天眼睛一亮 大袖一扫 澎湃的法力 卷起神石 急速飞向远方 一座千万丈之巨的十二层巨塔 很快把混沌神石吞了下去 浩荡的灵光 从巨塔中散出 旋转着 仿佛末盘 隔绷 末盘大小的混沌神石 逐渐被碾碎 重新化作浓郁的后天 混沌灵气 被修饰而言 黄暴之极的后天混沌气 对一个中千世界而言 却不算什么 吸纳了如此高等级的灵气 崇山世界颤动片刻后 快速扩张起来 世界越大 灵气越丰厚 敖天可以动用的天地之力 便越强 人黄剑威力更大 从混沌神石上 斩下来的石块 便越大 进入正向循环后 前后不过一个月的时间 曾经三百丈高 两百丈宽 不规则的混沌神石 已然变成一块 直径一米左右的石球 看到它 不管是徐军明 还是荣帝 神色都格外火热 性急的任无极 已经喊了起来 老四 快动手 破开它 一样渴望着的熬天 纵起人黄剑 用力斩下 凝炼之急的人黄剑气 仿佛一道紫色红光 从石球中心一闪而过 咔咔 伴随着细微的破碎声 石球缓缓裂成两半 内中的一切 终于真实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空心的石球中 现出一团暗紫色的气团 这一刻 一直安静地待在徐军明 丹田的青铜镜 突然一颤 一点明雾涌上心头 仙天混沌气 下意识地一招手 一条暗紫色的混沌气 从徐军明眉心植入石海 本尊 他以真君等人下意识地想要阻止 但已经晚了 仙天混沌气入体后 一股玄妙之极的气息散发开来 徐军明的灵魂 肉身和法力 同时提升起来 跟他神魂相连的任无极 龙帝等法身 也很快明悟过来 跟着招手 同样一条暗紫色的仙天混沌气 飞入石海 仙天混沌气 蕴含无上造化 在他的酝氧下 徐军明的灵魂本质不断提升 而且他修炼七魄法身 消失的狮狗魄 腐蚀魄 雀鹰魄 吞贼魄 居然一个个重新掌握出来 与此同时 青铜镜从徐军明丹田飞出 清亮如水的静光 把剩下的仙天混沌气吸了过来 奋出四道打入徐军明体内 剩下的自己一口吞下 很快 青铜镜表面的秀迹大片脱落 镜面越来越亮 背后繁复玄奥的花纹 也越来越清晰 不提青铜镜的变化 吸纳了四道仙天混沌气候 一条融入徐军明体内 另外三条缠绕 飞毒破 除灰破 臭肺破 三个破 从徐军明灵魂上脱落 化成了紫 嘿 白三个葫芦 紫色最大 黑色刺织 白色最小 而缺失了三破的徐军明 居然又重新长了出来 不知过去多久 众人缓缓清醒过来 我 我好像拥有了三魂七破 任无极难以置信道 龙弟 敖天几人交流了一下眼神 全部都是如此 最后大家一起 巢须军明看了过来 我缺失的破 也都补全了 而且七破法身的先天大神通 也变成了七神道身 道身 再道之身 太乙真君下意识道 不管如何 这先天混沌之气 真是天大的机缘 这下子就算圣人当面 也看不出 我们其实是共享一个真灵的七个人 敖天道 大家认同地点了点头 我感觉我的灵魂本质和肉身潜力 都提升了很多 不 不是很多 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任无极道 我想 现在的我们 应该算得上 太极级别的先天神灵了 太乙真君道 众人点了点头 先天混沌之气带来的变化 几乎撑得上翻天覆地 你们看 顺着龙帝手指的方向看去 在裂开的一块混沌神石凹陷内 插着一把剑 徐军明走上前 细细一打凉 这是一把青铜古剑 圆柱形状的剑柄 吃龙纹吞口 爬满绿绣的剑身 看起来像是一件埋藏无数年 已经几近报废的青铜剑 但徐军明清楚 能够跟先天混沌之气共生的 绝没有一件俗物 伸手握住剑柄 用力向上一把 出乎预料的轻松 居然是一把断剑 任无极惊讶到 青铜剑的剑身断折 切口平滑 剑刃只剩下不到两尺 反过来 青铜剑另一面 显出两个模糊的神文 可惜徐军明对神文的认识很有限 也不知道这两个字的含义 心中一动 握剑的右手一挥 丝毫没有感觉到半分阻碍 混沌神石已然被切开 好锋烈 要知道 他并没有用半点法力 全凭这把剑自己 就把坚硬无比的混沌神石展开了 要是有这把剑 刚才也不至于费那么大劲 敖天惊讶之余 忍不住道 本尊 试试他的威力 任无极连忙道 徐军明也有几分好奇 催动法力灌入进去 刹那间 他感觉自己的法力 流进了一个无比浩瀚的世界 四道暗紫色天河 层层叠叠 悬挂在高高的天穷 以他炼气师的本能感应 那暗紫色的天河 应该是禁止 但他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禁止 完全已经超过了他对禁止的认知 任凭他如何输入法力 那怕最底层的暗紫色禁止 都丝毫没有被驱动的意思 我还不信了 徐军明把自己所有的法力全部投入 终于 最底层的暗紫色天河动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 外面的任无极等人 瞬间感觉到一股极致的危险 仿佛剑悬于井上 背后握了一头猛虎 那种随时都会殒命的感觉 实在是糟糕之极 还没等几人有所行动 一道璀璨的紫色光滑 冲天起 强大到极致的剑光 一往无前 凡有阻挡 巨为粉碎 空间 时间 一切都在这强大到极致的剑光下 失去了色彩 看着天空上 长百万丈 宽十万丈 经久不消的剑痕 任无极目瞪口呆 我的乖乖 这把剑也太强了 就刚才这一剑 十个大螺天仙碰上 也死透了 龙弟 敖天 太乙真君认同地点了点头 不只是剑气的威力强大 更强的是 他的速度 居然也如此惊人 一剑斩出 根本别想躲过 空间 时间都为之破碎 他们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程度的无上至宝 第0822章 大眼神光 灵魂本质的跃迁 挨个拿过徐军铭手里的短剑 把玩一翻 本尊 这是什么级别的宝贝 任无极道 我也不知道 但肯定超过了大螺 徐军铭肯定道 如意金箍棒中 就有三道大螺禁止 笔之 这把断剑中的四条 差得太远了 难道是混远极数 太乙真君道 徐军铭也没办法肯定 虽然传闻中 大螺之上是混远 但这只是道听途说 他们也不确定 这是不是真的 管他什么级别 好用就行 任无极道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对了 剩下的先天混沌灵气呢 我记得 还有不少来着 熬天 不会是你有偷拿了吧 任无极道 放屁 人老二 我是这种人吗 好了 剩下的被他给吞了 徐军铭拿出青铜镜 清亮如水的镜光洒下来 一种静谧而又晦涩的气息散发开来 仅仅是看一眼 便觉得心中宁静 百念不生 好家伙 这镜子上的秀技快掉完了 太乙真君道 对悟性的加持提升了几十倍 龙帝平静道 众人一感应 脸上进阶露出高兴之色 本尊 快看看 有没有出现什么心神通 任无集体醒道 跟青铜镜神魂相连的徐军铭 不用特意感应 也能清晰地察觉到 这镜子的每一分变化 先服下丹药 恢复了一下 被青铜断剑消耗的法力 伸手一指 青铜镜翁的一声 刹那间化作千丈俱静 清亮如水的静光 如同一抹横跟天穷的长河 所过之处 万物为之冻结 徐军铭指觉一变 静光中空间快速延伸 眨眼间 无尽的虚空诞生 面积之大 已然超过了地仙界 指觉再变 静光变换为冲天大火 浩瀚的火光 仿佛巨浪翻卷 炙热的温度 即便是任无几几人隔着亿万里 仍然感觉酷热难耐 可见其温度之高 喘了口气 伸手一招 青铜镜重新化作脸盆大小 滴溜溜 飞落徐军铭手中 消失不见 好强的威力 本尊 这心神通叫什么名字 居然如此强大 任无极问道 大眼神光 徐军铭高兴道 以此神光 催动我所修道法 未能提升千百倍之多 虽然不及那青铜断剑 未能强横 却足以对付大罗级数的天仙 或者真仙 有了这青铜断剑 外加这镜子 咱们在地仙界 总算是有了保命的底牌 太义真君道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 在小千世界和中千世界的时候 大家已经习惯了称尊作祖 现在来到地仙界 生怕被释迦牟尼 东来佛祖 乌朝禅师 镇原子 太上老君这些佛 到大佬找上门来 顺手镇压了 数百年来一直苟着 简直不要太憋屈 现在有了这青铜断剑和青铜镜 总算可以稍稍松一口气 就算这些大佬找上来 也不至于全无还击之力 这把青铜断剑 就暂时先留在我这里 以后谁需要 再拿去用 徐军铭道 大家对此也无意义 好了 都去杜劫吧 我想 你们都应该憋得很难受 吸收了一条先天混沌灵气 提升的 不仅是大家的灵魂本质和肉身 还有法力 龙弟最干脆 点头后 脚步一脉 身影瞬间消失 不过片刻 滚滚黑云便聚集而来 这家伙 还真是心结 嘟囔了一句 任无极和太乙真君 也都飞走了 徐军铭本来也可以杜劫 但刚刚催动青铜断剑和青铜镜 消耗了太多法力 必须补充回来 才可能去杜劫 至于敖天 身为崇山世界天道 世界进阶踏才杜劫 现在的崇山世界 吸纳了混沌神石后 面积倍增 已然有曾经不足200亿里 扩张为现在的1800亿里 但距离万亿 这个晋升大千世界的标准 还早得很 这次倒是让你赚大了 感受着周围提升了数百倍的灵气 徐军铭忍不住道 呵呵 我赚也是大家赚 本尊 以后 没事多去其他大势力的宝库赚赚 咱们也不要别的 像这种混沌神石 有多少捞多少 尝到好处的敖天 彻底抛弃了面子和李子 只要崇山世界能不断晋升 管他那么多 徐军明白了他一眼 但看看这次的收获 确实很让他心动 盘西坐下 感受着体内的变化 他的灵魂本质和肉身 原本只是太史先天神灵 如今吸纳了两道先天混沌灵气 肉身的潜力和灵魂本质 跨越了太义 直接到到了太极先天神灵的级别 跟完整状态下的孙悟空相似 但比起那些曾经的上古大神 却差了很多 即便如此 也是了不得的大机缘 往常 修为达到太义真仙级别的徐军明 想要补充体内法力 至少需要三日 而现在 一个时辰就够了 资质提升带来的好处是 显而易见的 而且 先天混沌灵气 让他的丹田面积进一步膨胀 已然达到了太义真仙圆满 可以继续去杜劫了 内饰丹田 污迹大大减少的青铜镜 仿佛一座太古巨山 周围 时间道 空间道 造化道 五行道等十二大道 根本法符环绕 十二大道之外 千百枚大大小小的法符 仿佛天上卫星 环绕在如具海汪洋般 深不见底的法力中 在百万丈之巨的灵魂法符周围 曾经代表七破法身的葫芦藤 已经消失 七枚巨大的符纹 环绕灵魂法符飞舞 第一枚符纹黑白两色 形如一块墨盘 散发着浑厚的阴阳道运 第二枚符纹色成五彩 形如一道五色红光 散发着充益的五行道运 第三枚符纹成明黄色 一塔 一印 一剑 组成一个稳固的三角 散发着一股统御天下的霸气 第四枚符纹 仿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散发着浑厚之极的吞噬到狱 第五枚符纹非常模糊 还没有形状 只是一枚紫色胡萝 长于其中 第六枚符纹和第七枚符纹更模糊 前者还能看到一个影子 后者择时散时聚 散时就是一团烟雾 巨石便是一枚巨大的符纹 两个符纹中也有葫芦 前者黑 后者白 黑的较大 白的则比小儿拳头大不了多少 这三个葫芦 原本是徐军鸣的非毒魄 除灰魄和臭肺魄 各自吸纳了一道先天混沌灵气后 从葫芦藤上脱落下来 如今 这三个葫芦中 各自孕育着一个新的灵魂 未来也会跟任无极 龙帝他们一样 而徐军鸣的七魄 已经重新长了出来 把体内的情况摸清后 一股巨大的满足感 和浓浓的喜悦 填满心头 这次的大纪元 直接奠定了他本人 以及任无极 他们未来成就大罗金仙的登记 收获太大了 也许真的应该抽时间 去其他大势力的藏宝库中 好好看看 比如天庭 一道五色霞光 风驰电掣 不过顷客 便已跨越千山万水 时间不长 前方献出一座 层栏叠杖 袖风重重的大山 霞光直入山川 很快在一座 巍峨的山峰山腰 触落了下来 霞光收敛 献出一个身材高大 身穿麻衣 腰间别着葫芦 手中握着一根 金杖的驼子 看着前方 耸立于山巅的牌坊 驼子冷冷一笑 大步向前 还未等靠近 左右两侧 闪出两个身穿僧衣 手持铁棍的魁梧和尚 来者何人 居然敢擅闯我金佛色 崇山书院已修 求见金佛寺主持一贯大师 崇山书院 魁梧和尚脸色顿变 眼神中满是慎重 甚至透着一丝思畏惧 曾经的跋扈之色 消失得一干二净 请前辈捎带 我这就去通报主持 已修点了点头 大放真人神陀以修 曾经的蜀山世界 一子弃真中的大能 直到二师叔和沙道 掌张守竟找上门来 才知道 恩师和三师叔 铁骨仙周蒙 早已经先后到解 而这位二师叔 如今也成了 崇山书院门下 以修跟同门师弟 曾经中南三煞之一的商主 从善入流 一起败入河沙道掌门下 资质高绝的以修 成了嫡传二弟子 商主资质差了些 只列为内门 也就是记名弟子 直到入门 得赐珠宝 尤其是青铜镜投影 他才真正明白 为何崇山书院 能够短短数十年间内崛起 横扫峨眉 近占蜀山 加持悟性对于修士而言 简直太有用了 时间不长 树道顿光 从山巅广阔的佛寺中 飞了出来 很快 一个身穿明黄色袈裟 肥头大耳的和尚 出现在以修面前 双方一打凉 和尚眼神中 多了一抹慎重 阿弥陀佛 经佛寺 知客僧了一 见过以道友 以修回礼后 可否引我去见 贵司方丈一贯大师 当然 以道友 请 在了一的带领下 以修飞上山顶 很快一个占地 数千亩大寺 出现在眼前 经佛寺 曾经是南瞻部州中 南部上国 黑尺国中的佛门大宗 后来 崇山书院灭了黑尺国 把其三百亿里的国土 分为三州 经佛寺也成了 崇山书院侠地内的 佛门教派 第0823章 以修一夜经佛寺 经佛寺主持一贯大师 是一位太乙真仙境界的菩萨 在他之下 经佛寺内 还有三位太乙天仙境界的菩萨 实力雄厚 备受尊崇 不过 自从进入崇山书院侠地后 一切却不同了 因为在崇山境内 不管佛门还是道教 一律不准传教 为者众诚 千万别觉得这是一句空话 过去百年来 但凡违背的 坟头草已经三尺高了 在了一的带领下 以修植入京 佛寺大雄宝殿 广阔的大殿中央 释迦牟尼佛的 尼胎塑像大放金光 左右加叶 阿那二尊更显神圣 浑厚的佛音禅畅声 灌入耳中 几乎让人有跪倒在佛前 极客皈依的念头 以修微微吸了口气 丹田青铜镜投影 直透天灵 刹那间 所有的佛音都被挡在外面 看着端坐在几十个和尚中间 身材干瘦 面容苍老 斜屁一身红色袈裟 气息浑厚 而强悍的老僧 以修打了个棋手 崇山书院门下一修 参见一贯大师 老僧陡然睁开双目 璀璨的佛光 一闪而逝 不知以施主求见老纳所为何师 以修寿家师指派 来问大师一句 当年跟我崇山书院的约定 可还记得 老僧目光一闪 记得如何 不记得又如何 若是记得 便请把贵派门下进雾 进灵 进修三位狂徒 交给在下带走 他们在南州宝庆府 善杀刘桥一家三十九口 恶行累累 将暗律法办 告慰死者亡魂 若是不记得 说不得在下可以跟大师重复一遍 若是大师觉得在下说得不好 我师父和沙道长 以及我师兄王黎 可以一起跟大师讲清楚 平静的言语中 满满的都是威胁 好大的胆子 老僧右侧 一个身穿大红袈裟的中年和尚怒道 巨大的声音响彻大殿 仿佛雄师怒吼 震慑心神 强盛的佛光 仿佛层层叠叠的巨浪 直朝已修拍了过来 刷 一道五色神光 仿佛从东方升起的艳艳骄阳 任凭佛光浓烈 却难耐分毫 以羞笼罩在五色神光下 双目直视坐在中间的老僧 不知一贯大事记得 还是不记得 阿弥陀佛 和沙道友 倒是有一个好弟子 老僧说完后 刑法 一个身穿性黄色僧袍的高壮和尚 从左侧僧众中站起 走到前面 主持方丈 你把那三个恶徒带来 交给这位以道友带走 方丈 去吧 弟子遵命 刑法和尚起身 神色不善地看着以修 以道友 请吧 多谢大师玉成 打来的起手后 以修随行法和尚走了出去 目送两人远去 老僧开口道 你们观这位以修如何 左侧大耳垂间 身材略显肥胖的老僧开口道 不卑不亢 懂得进退 可见心性不差 能有太乙天仙的修为 足以说明他的资质 悟性和毅力 非同一般 崇山书院 能有这等弟子 传承宗门 果真是好福气 是啊 这还只是一个三代弟子 其诗和沙道长更是非凡 半甲子前之身一人 便横扫招摇山十八位大妖 其中黑风 苍尔 白狄三妖 更是太乙真仙巅峰的强者 仍然被一扫而空 可见其实力 说话的人身穿旧僧袍 身材瘦长 瘦眉低垂 气息中透着慈悲 能跟一贯和尚坐在最前面 显然也是菩萨境的高僧 方丈 两位师叔 就算崇山书院实力强大 但我们佛门也非一鱼之辈 依我之见 当联合靖国上方寺 碧傲国空文寺 镖国慈恩寺 马国白山寺 以及大金皇朝向国寺 六大丛林共讨崇山书院 彻底摧毁这个拦在我佛门前面的拦路虎 不可 略显肥胖的老僧开口阻止 崇山书院太乙真仙境界的弟子有十几位 太乙天仙境界的弟子不下百位 实力雄厚之极 更何况那隐于幕后的崇山书院几位祖师实力更强 虽然无人见过他们出手 但以常理推论 至少也是太乙玄仙 甚至是太乙金仙级别的强者 就算只是太乙玄仙 搭配崇山书院众多太乙境界的弟子 也非我们六大丛林联合起来能够对付 高寿老僧认同地点了点头 除了崇山书院诸弟子的实力 他们每攻克一地便会布下阵法 凭借阵法的威力 足以抵挡数倍的敌人 先前上百位大妖联手攻打崇山书院 无极真君林正英一脉 不过六七位太乙境 凭借一座护山大镇 几乎完全镇压 若非牛魔王跑得快 现在积雷山只怕已经没有主人了 一贯老和尚点了点头 实际上他们还有一点没说 崇山书院狄传弟子身边 都有一件胡天仙宝 就算落了单 也能快速究极同门 把对手反杀 过去近百年来 已经有不下百位妖魔 以及门派倒在上面 明明已经精心谋划 把敌人困入绝境 结果下一刻 源源不断的崇山弟子 直接把少数变成多数 把劣势变成优势 生生把对手打爆 而且他们还很喜欢 扮猪吃老虎 所以 几乎很少还有人 截杀崇山书院的 敌传落单弟子 至于内门弟子 数量太多了 就算战死 也不会威胁到 崇山一脉的根本 反而会引来 他们的疯狂报复 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 智者不为 难道我们就要一直忍气吞声 中年和尚运怒道 当然不 一贯老僧摇了摇头 与其肯定 崇山书院现在的发展 如同烈火烹油 短短不过三百年 已从余国一地 不过九千万里 发展到现在纵横 三千亿里的庞大疆域 而且 其不准传教 让修士遵守律法 先人与凡夫俗子 同罪的诸多规定 早就得罪了佛 道 如等诸多教派 随着他们不断扩张 如我等这般身在其疆域 却敢怒不敢言者 会越来越多 等到愤怒的情绪 积累得足够多 只需一根火柴 就是野火燎原 到时内外夹击 足以掀翻这座大山 所以 语气一下子加重 带着告诫道 现在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做 只需静静等待 这个节点来临便可 阿弥陀佛 方丈高见 众僧拜福道 方丈 你执意把禁物 禁灵 禁修交给崇山 可是为了麻痹其心 旁边一个年轻僧人问道 一贯和尚赞赏地看了他一眼 而后在众人关注的目光下 点了点头 若是现在与其硬抗 只会引火烧身 还不如把人交出去 暂时低头 交慢其心 放松对我等的警惕 才好暗中行事 方丈智慧深远 我等佩服 南山城 南州州城 人口亿万 崇山书院灭国近百 把得来的三千亿里地域 分为一百零八州 每州纵横三十亿里 州下涉郡 每州又有三百郡 每郡一千万里左右 郡下涉县 每郡下有六百县 每县十五万里左右 县之下涉村镇 千人为村 万人为镇 数量不等 大小各异 如此四级管理体制 极大的简化了管理的层级 也就是崇山书院 有一位金鱼练器和空间之道的祖师 能练出大量的传送阵 勾连每一座县城 再加上修行普世化 代步法器和飞行法器白菜化 才能如此 一道五色霞光 飞入崇山书院南山上院 落地献出已修的身影 周围执勤的弟子 慌忙躬身 参见院长 已修如今是南山上院的院长 不必多礼 随手一挥 把镜物 镜铃 镜修丢了过去 把这三个和尚 交给刑部法办 是 脚步一迈 身影瞬间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是书院附属的洞天中 进来吧 平静的声音传来 已修推开房门进去 身穿青色道袍 头戴五彩官 面容轻硕的和沙道长 盘西坐在蒲团上 前方一面三尺铜镜 画面赫然是金佛寺大雄宝殿 师父 坐 已修平静地 在旁边蒲团上坐了下来 不必多言 先看看再说 已修把道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静静地看了起来 崇山书院 狄传弟子 都会有的青铜镜投影 妙用众多 千里镜 就是其中之一 千里只是形容词 实际上 和沙道长这些二代弟子 把青铜镜投影 催动到极致 可以一眼间 看遍周围百亿里 金佛寺距离南山城 不过三亿里 自然看得一清二楚 静静地看完自己走后 大殿中发生的一切 已修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看到和沙道长 把铜镜投影收起后 师父 崇山境内 类似金佛寺这种门派 还有静百家 若是一半抱着他们这种念头 必然会成为 危害我崇山书院发展的毒瘤 你意如何 当然 是把危险灭杀在萌芽状态 真要如此简单 当初就不会留下他们了 和沙道长起身走了出去 已修井随其后 我们崇山书院是名门正派 金佛寺 扫侠罐等也是名门正派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便把他们全部诛杀 或者赶出去 只会把自己陷于四面皆敌的状态 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如此做 实为自取灭亡之道 师父之意 是引他们自己出手 而后我们来一个后发制人 以修道 这只是手段 顾本陪缘才是根本 你师祖已经传令 让我们暂停攻打渔国 等我们消化了这三千亿里地狱 数万万亿丁口之后 再说 你修点了点头 以镇宗重宝的妙用 相信要不了几百年 我崇山书院的实力 便能成倍地提升 到时 金佛寺 扫侠罐 便不再是威胁了 赞许地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 陪我去对弈 第零八二四章 暂时的折服 天外神山崇山居 刚刚渡劫进阶 太乙玄县的徐军明 人无极 龙帝和太乙真君 盘坐在造化灵池边的凉亭下 悠悠的茶香 让人头脑格外清醒 滚滚造化灵气包裹下 通体舒泰 真打算停下来 太乙真君问道 徐军明点了点头 三千亿里 已经足够我们消化很长时间了 再扩张下去 隐患太大 如果你是怕那些门派联军 我看大可不便 就算他们能聚集百位太乙真仙 在我护接大阵下 也只有俯首任输的命 任无极自信道 我担心的 不是这些被我们压制的门派 而是扶道两门 顿了一下 徐军明淤了口气 你们都知道 我们崇山一脉的立派宗旨 虽然名为道教 实际上跟道家清净无为的思想 截然不同 跟佛门更是截然相反 未来必然要跟他们走向对立 现在我们地域不广 实力不强 还不至于引来释迦牟尼 或者太上老君的关注 若是我们继续扩张 等崇山书院辖地超过万亿里的时候 再想藏就藏不住了 万亿里的辖地 几乎是一个地潮的标准 南珍布州虽然拥有 两百多万亿里的庞大地域 但袍区妖族 巫族等 战区的地域 以及不适合生存的沙漠和高原 真正辖地过一的地潮 加起来也不过才九个而已 一旦崇山书院加入其中 几乎百分之百会被注意到 而且 三千亿里地域 已经扩张到目前 崇山书院能承受的极限 若非混元神门的出现 让崇山书院嫡传弟子的实力 来了一个大爆发 别说是三千亿 就是三百亿 我们也未必达到 众人认同地点了点头后 混元神门对元阳镜修饰 动辄一比一千 甚至数千倍的时间加持 再加上青铜镜的辅助 才让崇山第三代弟子 成批地突破至太乙镜 有了快速扩张的基础 但会员神门 对太乙镜修饰的时间加持 远不如元阳镜 而且太乙镜的大道 也更难领悟 想要快速进阶 几乎不可能了 我们要折服多久 任无疾问道 徐军明端起茶杯 抿了一口后 淡淡一笑 五百年 孙猴子被押得时间 太乙真君恍然道 不错 五百年后 福道两门的关注点 都在佛门东传 多少能分散一些他们的经历 当然 如果五百年后 我们具备横扫陆河的实力 管他西游还是东游 横扫南瞻布州 与佛 到两脉顶足而立 也未尝不可 看到众人的目光 都集中到自己身上 太乙真君 连忙摆了白手 我只能说尽量 就算有青铜镜 混援神门相助 五百年内 突破至大罗真仙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地仙界中 能容纳的最强者 就是大罗真仙 一旦超过这个级别 就会被地仙界天道排斥出去 到时除非是圣人 否则 谁也扛不住一个中等 大千世界的天道之力 所以 这个世界的 世家谋尼和太上老君 也只有大罗真仙级别的修为 你还有滔天内丹 龙帝补充道 翻了个白眼 我当然知道 那可是大罗真仙 就算是那些资质高绝的天纵之才 也需要数十万年 甚至百万年的苦苦修持 就算我有青铜镜 滔天内丹和混援神门 五百年也太短了一些 又不是让你一定要在五百年内成功 你紧张什么 徐军明道 太以真君刚松了口气 不过 如果有这么多有利条件 五百年 你还成不了大罗天仙的话 一甲子之内 混援神门没你的份 看着徐军明平静的神色 太以真君肥嘟嘟的胖脸一哆嗦 狠狠地点了点头 不过 大家共享一个真灵 没道理 只要求我 你们在旁边轻松看戏吧 五百年后 你修为达到大罗真仙 我们就是大罗天仙 你修为达到大罗天仙 我们就是太以精仙 任无极孝道 大罗天仙圆满或者太以精仙圆满 否则 我岂不是太亏了 圆满就圆满 任老二 这可是你说的 要是完不成 到时候 可别怪兄弟我不给你面子 太以真君笑道 哼 等着瞧吧 无聊 龙弟冷哼一声 身影逐渐消失 这家伙不会是怕了吧 任无极道 有可能 太以真君附和着点了点头 见他们朝自己看过来 徐军鸣站起身 我还要去炼丹 你们自己商量吧 话落身形瞬间消失 两人一走 任无极和太以真君也没了吵嘴的兴趣 各自离去了 树玉戒尔风不止 当你不想找麻烦的时候 麻烦却偏偏找上了门 两道顿光从西南方向飞驰而来 很快便停了下来 从中献出一位身穿白袍 眉心引现神闻的白袍大汉 一位身穿黄袍 身材中等的销瘦汉子 两人气息极强 尤其是那白袍大汉 周身气息更是强悍无边 前方就是你说的崇山书院所在 白袍大汉凝望片刻厚道 正是 此地原本是镖国赤云岭 十年前镖国被崇山书院吞并后 此地也成了他们的领地 先军 崇山书院在每一寸领地上都布下阵法 若是我们直接闯进去 只怕会被他们察觉 无妨 本先军来此 为的就是摧毁这个肆意杀戮 我妖族的崇山书院 让他们察觉自己找上门来 也好过我去找他们 说吧 顿光飞起 直朝前方而去 很快 一重强大的阵法挡住了前行的去路 这是崇山书院设置的净空法阵 三千亿里地狱 万丈高空之内都是崇山辖地 外来者想要进入崇山辖地 只能通过地面上的关口 登记个人信息后才能进入 任何敢暴力破阵者 都是崇山书院的敌人 白袍大汉眉心神闻光芒一闪 双眼闪过蓝光 看着万里绵延 几乎没有尽头的阵法 心底暗暗惊讶 这阵法果然厉害 看来崇山书院中必有一位精通阵道的高手 第零八二五章 白袍大汉 神兽之危 白袍大汉审视着面前的大阵 片刻后 掌中聚起浓郁的银白色光芒 一股难以言喻的锋利 散发开来 以掌作刀 向前一划 吃了 猎博之声响起 密集的静止 被切出了一个大洞 跟着我 我们进去 黄袍汉子应了一声 跟在白袍大汉身后 从猎口处飞了进去 前行不过百里 一道流光 已然风驰电掣而来 来者止步 伴随着如雷鹤问 一个银盔银甲 手持长枪 坐下骑着一头望月锡的年轻战将 出现在二人面前 你二人为何强闯我崇山辖地 黄袍汉子传音道 先君 此子乃崇山三王之一的羌王高宠 师从崇山十六仙之首的福天大圣群众 战力非凡 百凤山的诸仙 就是陨落在他的腔下 白袍大汉 饶有兴致地点了点头 他百年诞辰的时候 百凤山诸仙也曾去过 是个风骚诱人的游物 更关键的是 对方有太乙真仙的修为 虽然只是一戒散妖 实力比不上根基深厚的大族 但一身实力也远超太乙天仙 此子能以太乙天仙的修为 把对方斩于枪下 可见实力非凡 你就是败在他师父手下 丢了金斑妖果 属下惭愧 黄袍汉子 想起那个手持战矛 神色冷漠 如神似魔的身影 仍然心中惧怕 明明修为比他低了一层 但一身武道强得不可思议 高虫手握长枪 神色中满是戒备 对面二人的修为远在他之上 那黄袍汉子差了点 但也是太以悬先的修为 但那白袍大汉一身法力 仿佛汪洋大海 几乎看不到边际 催动青铜镜投影 可见白袍大汉 上方一头九万丈白虎 威风凛凛 气势逼人 旁边黄袍汉子头顶 则是一头七万丈的金钱豹 呲牙咧嘴 无声咆哮 一头白虎 一头金钱豹 高宠不再迟疑 双手快速掐动 风借大阵 起 一声顿鹤 远处一道道粗大的金色光柱 冲天起 黄袍汉子脸色大变 仙君 定然不能让他发动大阵 否则 你我只怕要吃大亏 区区小镇 不必在意 白袍大汉摆了摆手 对面的小辈 某家乃万寿山 白虎城白长风 让你家长辈出来见本座 高高在上的语气 以止气使的态度 让高宠心生厌恶 刚要凭借阵法之力 抵挡一二 让他不要看清了重山弟子 耳边传来了熟悉而温润的声音 转头一看 原本紧绷的情绪 瞬间放松下来 失足 拍了拍他的肩膀 徐军明转过头 原来是长风先军来此 平道徐军明 有诗远营浪 徐军明虽然本体 在混云神门中闭关 但却留了几尊 分身炼丹 炼器 以及管理重山书院 所以 白长风打破风界大阵闯进来的时候 他就感应到了 虽然 高宠借助邓州风界大阵 能抵挡白长风 但双方修为到底差了太多 依着不慎就是重伤的下场 没必要让一个三代弟子 冒如此大险 你就是重山书院长院徐军明 正是平道 实力倒是马马虎虎 语气一变 周深气势冲天起 太以惊鲜后期的法力 汹涌如潮 铺天盖地地压了过来 谁给你的胆子 居然敢屠戮我妖族不重 徐军明大秀一挥 层层叠叠地空间衍生 不管是法力还是其他 都被这空间吞没无形 白长风脸色微变 心道 好高妙的胡天修为 仙君怕是误会了 妖族在我重山境内 只要遵守律法 便可以繁衍生性 来去自由 何来屠戮之说 你们人族逛会 卖弄口舌 我身边这位精神君 乃是金班妖国之主 麾下妖族数百万 如今被你重山书院 吞其国 灭其族 何其悲惨 徐军明转过头 原来 你就是那个逃走的精神君 不知为何 看到对方平静的眼神 精神君心中发冷 不由自主地惧怕起来 好在旁边白长风的存在 让他稍稍多了 急需勇气 正是本神君 徐军明 你们重山书院 倒行逆施 杀戮妖族无数 今日 我与仙君要离亭扫穴 把你们连根拔除 精神君声色俱立 徐军明不可置否 目光一转 仙君也是这么想的 白长风眉头微皱 从对方的眼神中 他丝毫没有看到半点害怕 反而透着一股 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自信 难道他不知道 我万寿山白虎一族的威名 手燃我妖族之血者 本仙君必杀之 徐军明微微点头 既如此就请仙君去九霄之上 你我一决雌雄如何 白虎一族骨子里的骄傲 不允许他拒绝 请 请 顿光飞起 出了大阵后 很快来到十万兆高空 你师徒四人 退后三千里 秦仲 以及赶来的 狮王 叶天云 龙王 王超 加上枪王 高宠 恭敬地应了一声后 退到三千里之外 你也退后吧 精神君八部的退远点 闻言后迅速后退 两人隔着千丈 相互对峙 鼓荡的刚风 吹动征袍 烈烈作响 乌黑的长发随风飞舞 凌乱中透着一丝粗犯 无形的气势 散发开来 很快就变成了 铺天盖地之势 渐渐地 两人之间的气机 越来越强 吼 伴随着霸气四溢 震动苍穹的虎啸 一头通体雪白 头生神闻的白色巨虎 出现在了白长风身后 多 仿佛九天雷鸣 一尊十二头 二十四臂的巨神 出现在徐军鸣身后 两人的气势争锋 达到了巅峰 半空中雷鸣震震 鼓荡的刚风 在方圆数千里内 掀起了巨大的风暴 战 白长风怒吼一声 又掌下批 银白色的光滑 如同火山爆发 顷刻间已经化作 数千丈之举 无穷的锋利之气 带着断海分疆的霸气 从天而降 白虎一族乃是镇压西方的圣兽传承 天生耕金神通 锋利无韬 至硬至尖 至刚至柔 看着威势无穷 锋利无韬的耕金之气 徐军铭 徐军铭微微吸了口气 蒸蒸剑铭 震动环宇 一道气血锁化的剑气 仿佛九天银河折落 浩浩荡荡 又如光四点 正是徐军铭参悟的 先天神通盘驼神剑 枪枪枪 刀剑相撞 金铁交铭声 冲天气 千丈巨刀 与无双血剑 仿佛操控在两尊万丈巨人手中 激烈地拼杀在一起 感受到剑气的凛冽 以及内中蕴含的无边大力 白长风心中的自信 正在一点点消去 原本他以为 凭借自己太乙金仙中期的修为 打一个太乙玄仙初期修士 不过是手道擒来 未曾想 对方居然扮猪吃老虎 在太乙玄仙法力掩盖下 是武道上将后期的强横气血 以血化剑后的强横 丝毫不比他的更金神光差 内在的力量难分宣治后 接下来就是技巧的较量 渐渐地 巨刀刀势越来越急 无穷刀影仿佛漫天秋月 笼罩了苍穹 盘托神剑剑光越来越快 血红色的剑气 仿佛无数条鱿鱼 四海翻腾 白长风神色越发凝重 因为对方剑技 明显在他的刀招之上 这怎么可能 伴随着疾风暴雨般的剑气 他越发地觉得自己的招式 有些左之右拙 难以招架 我不信你的法器 还在我之上 琥珀神刀 顶刻间 一把长约杖二 通体银白的巨刀 出现在手中 迎风七斩 刷刷刷 一连七刀 哄 七刀万丈刀器 仿佛七座巨山 带着惊人的威势 直朝徐军明冲了过来 此刻刀器之强 是先前的十几倍 即便是站在数千里之外的 群众等人 也感觉到遍体刺痛 惊讶于 这是神通的威力 也为自己师父担心起来 徐军明神色凝重 他还是第一次面对 太乙惊仙级别的高手 伸手一抓 一杆额弹粗的杖八长枪 出现在手中 血红色的长鹰 灿如烈火 盘驼神枪 除了混元神门 这是他手中第二件 祭练到极品仙宝的仙气 催动周身气血 迎着漫天刀器 徐军明 双手紧握枪杆 四漫十块地向前刺出 无穷气血爆发 下一刻 一杆血红色 长达万丈 如同天柱般的长枪 凝聚成形 雄魂无极的枪势 恍惚间让人感受到 仿佛那不是一杆枪 而是一座高达十万丈的 上古神山 广 无尽的光芒 从刀枪相撞出炸开 咔 惊天动地 天崩地裂般的巨响 声震万里 散乱的刀光 枪芒 犹如风暴避急 疯狂地向周围蔓延 巨大的动静 惊人的斗法余波 让精神军 秦众等不住后退 吼 巨大的唬哮声 惊天动地 刀光闪烁 如山刀是滚滚而起 呜 仿佛霹零玄金 死死盯着千丈之外 那个已然挺直腰背 如同轻松傲力的身影 粗重的喘息声 以及散乱的病发 折射出他此刻的狼狈 斗法七日 丹田内的法力 已经所剩不多 相比之下 对面那家伙的状态 好要得多 该死的混蛋 他到底有多少丹药 白长风心中怒吼 他这个白虎一族的长老 身家绝对比普通 太乙金仙丰厚得多 尤其在丹药方面 更是不缺 但比起对面那个家伙 却差了不少 七日中 对方服下的补义气血 和法力的丹药 几乎是他的一倍 不能再僵持下去了 拖得越久 他修为上的优势越少 白长风收起琥珀神刀 双掌合十 额头上神纹 泛起银白色的神光 刹那间 一股令人心惊胆战的气息 越发凝重起来 嗯 徐军明瞬间察觉到了危险 这七日斗法 把白长风当作魔刀石的他 快速适应了自己暴涨的实力 并把先天混沌器的潜力 更快速地压榨出来 短短七日 他的战力和法力 便又上了一个台阶 能让现在的他感觉到危险 白长风接下来的道法 定然非凡 也罢 是时候结束这场斗法了 双手结印 丹田青铜镜绽放悬光 无形而有之的庞然气静 在背后逐渐凝成一只剧长 双方各自准备 白长风头顶的银白色神纹 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太阳 犀利的光线中蕴含惊天动地的大威能 下一刻 口战悬音 大须弥庚金神光 轰 太阳炸开 一道直径近千丈 轩鹤之极的银白色神光 横贯天际 所过之处 云气涅滅 空间都出现了少许破碎 声势之强 石破天惊 这一刻 徐军铭背后神掌瞬间由虚化石 凝炼之极的神掌 纹理清晰 几乎化为实质 即使向前 悬音坚定 盘陀神掌 青铜镜催动下的盘陀神掌 威能提升了数百倍 浩荡的长法 带着开山辟地的绝强神威 直接迎了上去 周围观战的金神君 神色惊骇 二话不说 扭头就跑 秦众神色凝重 快退 带着三个弟子 催动天象神门离开 七日斗法 偌大的动静 引来了不少围观者 此刻的他们 就仿佛炸了锅的蚂蚁 飞速后退 紧客间 天地为之失色 在一声无法形容的轰鸣声中 强绝的鱼波 带着无边大力 朝四面八方拍了过来 但凡跑得慢的 仿佛稻草一般 被鱼波给掀飞了 浩荡的气静 横扫周围十万里后 才稍稍慢了下来 直至百万里后 才开始缓缓消失 金神君狼狈至极 而又失魂落魄地 看着斗法的地方 刚刚那一击的威力 已经迈入了大罗级数 此刻场中 徐军鸣轻袍裂 虽然神色有些疲惫 但腰背仍然挺得笔直 在他对面 白长风已经消失 树道顿光飞来 师父 那虎妖 跑了 跑了 情众差一道 他又不傻 打不过 当然要跑 徐军鸣看着西方 眼神中闪烁金光 若非估计 白虎一族 背后那位大罗 境界的老祖 今日他就把 白长风留在这了 回去吧 一时半会 那家伙不会再来了 是 徐军鸣脚步一脉 身形瞬间消失 师父 祖师精通 胡天顿法 那白虎 居然能从他手中逃走 实力还真是惊人 夜天云道 那是上古神兽白虎 而且又是太乙精先 实力自然无庸置疑 好了 回去好好修炼 招呼着弟子们离开后 周围观战的人 也开始逐渐离去 但关于崇山书院掌门 跟万寿山白虎一族 五长老白长风一战 最后胜之的消息 却在南瞻部州 南部快速流传开来 很多暗中串联 想要群起而攻 打破崇山书院的势力 得到这个消息后 震惊之下 不得不折服起来 太乙精先 虽然不如那些高高在上 传说中的大罗敬老祖 却也是修行界中 威名赫赫的大能 一个人就能镇压一个 上等仙门 或者皇朝的存在 崇山书院有这样的强者在 除了那些拥有大罗敬 存在的超级势力 否则无人能轻射其风 哇 一口溺血喷出 白长风苍白的脸上 多了一抹血色 拉开上衣 看着胸口 凹陷三寸的血红色掌印 眼神中多了一丝恐惧 最后那一击 他势在必得的大须迷 更金神光 在对方的剧长下 寸寸崩碎 若非最后 他用了族中老祖赐下的保命御符 现在只怕被他一掌排成肉泥了 即便如此 他也被倾泻地掌镜打成重伤 不得不用秘法 才逃出生天 那到底是什么神通 居然如此强横 白长风心有余悸地想到 突然 腰间金带上一枚玉佩亮了起来 白长风连忙摘下 一丝妖气输入 光芒一闪 白玉化为一个身穿白袍的好手老者 白长风参见老祖 老祖惊安 白长风跪地参拜道 小五 我赐你的保命御符 怎么碎了 每一枚御符 都有他的神识和法力 只要碎裂 瞬间就能感知到 老祖明见 小五接到 白长风老老实实 把他接到精神军汇报 崇山书院 肆意杀戮妖族步众的消息 而后 他上门寻衅 想要来个离亭扫穴 却被对方差点斩杀的经过 说了一遍 那崇山真军 徐军明真的只有太乙玄仙修为 我想 他必然是用什么方法 遮蔽了真实的修为 若不如此 小五实在想不出 还有什么宝物 能让一个太乙玄仙 打碎老祖赐下的保命玉符 老者点了点头 他亲手激烈的保命玉符 能抵挡大罗天仙修士的权力一击 那徐军明能灭掉 大须弥更金神光 打破玉符 余波震伤 太以惊仙境界的白长风 一身实力 绝非太以玄仙 此时我知道了 你先回万寿山祖地 不要再去招惹崇山书院 一切等我回来后 再做计较 长风遵命 老者微微点头后 身形瞬间消失 一枚玉佩飘落白长风手中 他负担疗伤 略做修整后回万寿山的事 略过不提 远在犀牛鹤州 一座犹如龙蛇起路 苍茫无极 松竹瘦老 雄奇俊秀的大山深处 有着一座红墙青瓦的道观 这道观占据山顶 俯瞰四方 白雾缭绕中 自有一方飘然出尘的仙境 道观中宫格不多 但布局规整 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 中院一株老松下 十几个四道飞道 似佛飞佛的身影 在弹旋论道 中间一个身穿黄色道袍 脸型瘦长 下河留着三缕常然 头戴铜冠 面目威严的中年人 端坐在蒲团上 目光一转 白道有面带一丝忧愁 可是老道此番招待不周 身穿白袍 长发雪白的老者 正是刚刚与白长风对话的白虎族老族 大仙李树周全 白某甚为感动 所忧者 另有其事 哦 不知大仙可定说过重山书院 以及掌门重山真君徐军明 此言一出 其他人没什么 坐在下手的一个赤裸双脚 手持羽扇的秃顶老者 旁边身穿葛衣 胡子拉叉 恍如乞丐的中年人 神色一变 重山真君徐军明 摇了摇头 未曾听过 能让白道有心生忧虑 可见并非凡俗之辈 此人确实有几分能耐 不过其对我妖族杀戮太甚 老头子身为万寿山之主 统领南瞻部州南部亿万妖族 说不得要上门讨个说法 南瞻部州妖族 以万寿山中的白虎一族 以及北方十万大山中的凤凰 一族为尊 双方以横贯南瞻部州 绵延数百万亿里的通天河为界 背部妖族尊凤凰 南部妖族尊白虎 现在南方妖族被杀 当然是白虎一族出面 黄袍中年人淡淡一笑 目光一转 刚刚说到那重山真君时 李耀王和赤脚大仙面色有异 想来是认识那位徐道人了 铁拐李和赤脚大仙深知镇元大仙 乃是上古遗留 紫霄宫中听到 跟三亲二祖 以及女娲圣人同辈的大能 一身修为通天彻地 被尊为帝仙之祖 尽管帝仙界中 只是他的一尊法身 却也不敢怠慢分吼 启禀大仙 我二人来此听道路上 曾偶遇重山真君 徐君明与东方流离世界 三尊之一月光菩萨斗法 此言一出 瞬间惹来一片关注 月光菩萨 正是 结局如何 徐君明胜出 铁拐李道 如此说来 这位徐君明 并非大罗中人了 铁拐李点了点头 以我二人观之 却非大罗中人 呵呵 既如此 白道由潜意得利子弟上门问罪便可 何须劳动大驾 白应苦笑 说出来不怕大仙和众位同道笑话 我门下长风仙君登门心事问罪 结果斗法七日 被人家打得大败亏输 若非有我赐下的保命玉符 险些命丧 这怎么可能 铁拐李和赤脚大仙满脸难以置信 当初他们可是亲眼所见 徐君明修为不过太乙天仙 能打败月光菩萨 就已经很让他们震惊了 现在居然也能打败太乙精仙境界的长风仙君 还差点把他斩杀 这简直出乎他们的预料了 但看这位白虎老祖的意思 显然没有撒谎 如此说来 这位徐道人还真是妙人 微微摇了摇头 也罢 等此番讲到结束 我陪白道友亲自跑一趟吧 那就多谢大仙了 白鹰拱了拱手 虽然不是很愿意 但他也不敢服了郑元子的经验 第零拍二七章 七妖王劫败 枪枪 激烈的金铁骄鸣声 震耳欲聋 叶天云 王超 高宠站在一边观战 孙师叔的天赋太强了 比我们入门晚 但一身实力 却已经跟师父相差仿佛 高宠叹道 若不如此 也不会被师祖看中 叶天云道 王超附和着点了点头 突然 一声巨响 两道身影分开 露出手持绽毛 身材高大的群重 以及对面 身材矮小瘦弱 一副猴像的孙时 孙师弟 今日就到这里如何 嘿嘿 听师兄的 情众淡淡一笑 心中一动 晴天战毛 没入体内 消失不见 孙时随手一抛 轻神如意棍旋转着 消失在幼儿中 师弟武道天赋之家 实乃生平罕见 短短一年不见 又有进步 可惜 比起师兄的毛法 还是差了一些 我到底吃长师弟几年 有些积累 不过以后要不了几年 就被师弟超过了 大师兄过千了 师父常说 你的武道天赋和毅力 在崇山武道三脉中 都是一等一的存在 崇山武道三脉 指的是秦仲一脉 月和一脉 以及孙时这一脉 三脉都修炼武道 不过侧重点 各有不同 秦仲这一脉 包括叶天云 王超和高宠 走的都是单打独斗的 霸道之路 而月和门下四子 月祥 月飞 月翻 月腾 以及后辈的月雷 月庭等 虽然也修炼武道 但更侧重于将帅之道 每人麾下 都有一只精锐的道兵 很少 或者根本不单打独斗 一旦上阵 就是大军过境 群起而攻 孙时这一脉 门下只有一个许士林 偏偏这位文曲兴俊 根本没多少武道天赋 所以 一直以来 修炼的 都是青木之道 事实上 当年若飞他跟许仙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也不会把许士林 收入门下 师父 十六师叔 叶天云三人围了上来 过来凑什么热闹 去 把吃的抬上来 三个徒弟 呼拉 散去 不一会 抬了数张石桌过来 桌子上放的是 烤得金黄的全牛 煮得喷香的羊肉 以及各种肉食 虽然以师徒挤人的实力 吃这些繁俗肉食 已经完全没了作用 但偶尔打打牙记 享受一下美食的乐趣 还是好的 修炼本就是循序渐进的事 时时紧绷 刚过一辙 有机会带师弟 回一趟崇山世界 那里的美食更多 尤其是涮羊肉火锅 简直是享受 情众笑道 这可是师兄说的 我可就等着了 呵呵 好 说着 加了一大筷子羊肉 送进了嘴里 味道不错 帝仙界灵气丰厚 就算是普通野兽的肉 味道也极为鲜美 孙时尝了一口 刚要点头附和 眉头突然皱了起来 怎么 群众察言观色 没什么大事 我们吃 此时此刻 远在亿万里之外的 东盛神州 奥来国花果山水连洞中 孙悟空高坐上手 左右各有三个妖魔 左边第一位 是牛头人参的壮汉 身高丈六 身穿黑甲 气魄不凡 右边第一位 则是焦头人参 一身蓝色龙甲 身材瘦高 气息惊悍 左边第二位 蓬头人参 一身金甲 右边第二位 尸头人参 魁梧雄壮 气势非凡 左边第三位 是一个高大的 青毛猕猴 右边第三位 则是一只身材 略显矮瘦 却钢筋铁骨的 金毛猿猴 正是牛魔王 焦魔王 蓬魔王 狮驼王 猕猴王 和鱼绒王 几位哥哥 今日小弟做东 邀请几位哥哥 来此相聚 我们不醉无归 哈哈 不醉无归 七妖共同举杯 一口喝下 想我七妖王 意气相投 多年相交 不如就此结拜 为兄弟如何 牛魔王 起身道 他修为最高 豪迈刃侠 最喜欢结交朋友 帝仙界四大不周 结下的兄弟 不下百个 真正的交友广阔 朋友变天下 牛兄此意 深得我心 我将魔王 愿与众位 结拜为兄弟 我愿意 我也愿意 一时间群起附和 鱼绒王 微不可查地 皱了皱眉后 点了点头 现在的鱼绒王 已经非当年 昆吾山中的鱼绒王 而是孙时修行 徐君明传授的 三师法身后 借助于绒王的肉身 斩出来的法身 也许是天生擅长 分身神通 孙时修行 三师法身 十分顺利 短短不过五年 就斩出了 鱼绒王法身 而后受徐君明指派 结交花果山 孙悟空 继而跟牛魔王 彭魔王等都混熟了 唯一让他困惑的是 从孙悟空身上 他时常感受到一种 血浓雨水的清净感 小的们 给我摆下香岸果品 今日我要与众兄弟结拜 孙悟空一声令下 群猴闻声而动 很快就摆下香岸 七窑搓土为乡 祭拜皇天后土 至于牌位作赐 便以修为为准 牛魔王太乙玄仙圆满 为首 焦魔王太乙玄仙后期 为次 彭魔王太乙玄仙初期 为老三 尸陀王太乙真仙圆满 为老四 原本拍在第五的弥猴王 修为不如孙时的 鱼绒王化身 拍在了第六位 最小的 仍然是进阶太乙境不久的 美猴王孙悟空 七窑王结拜 关系自然清静了一层 喝酒吃肉 大宴三日 群腰喝得鸣鼎大醉 孙时因为紧急师父交代 所以要比其他几腰截止 并没有真正罪到 突然 叮铃 飘渺的铃声在耳边响起 孙时只觉得 脑中一晕 刚要昏迷 突然 丹田青铜镜一阵 把铃声隔绝在外 整个人清醒过来 心中暗道 好诡异的铃声 没有贸然起身 悄悄催动青铜镜 暗插四周 但见 一黑一白 两个高大阴冷的身影 无视水帘洞中的阵法 仿佛一团烟雾般 飘了进来 老黑 阎王刺下的射魂灵 果然厉害 这么容易 就制服了这几个家伙 这可是大罗灵宝 威力自然不凡 黑白无常的身影 逐渐清晰起来 白无常目光一扫 看到牛莫王等人 腰间的法带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老黑 机会难得 相交数万年 他当然清楚 这位兄弟的想法 老白 来之前 阎王大人千叮咛万嘱咐 不让我们多事 宝贝虽好 若是惹得阎王大人发怒 你我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想起阎王大人来时的吩咐 白无常心中一机灵 贪欲进去 老黑 若非你提醒 我险些阴小师大 你我兄弟 理应相互帮助 黑白无常 走到孙悟空面前 双手一挥 哗啦 拘魂锁 飞入他体内 嘿嘿 好了 我们走 黑白无常一拽锁链 孙悟空几乎化为 实质的神魂 从体内飞了出来 飘飘荡荡 直入地府 等阴冷的气息完全消失 孙时这才睁开双目 环顾左右 所有人都陷入沉睡 师父还真是神机妙算 左手摊开 五枚虚虚实实 遍布神闻的灵符 浮现出来 这六枚灵符中 气息玄妙 孙时从中感觉到了时间 胡天 神魂和封印 四种道法的气息 内中静置之玄妙 更是让他惊叹 这是他来时 师父教给他的灵符 明幻四项静神符 凡是被种下此符者 便会润物系无声地 被徐军明的意志轻染 成为崇山书院的忠犬 若是想要反抗 拔除神符 灯时就会触发其中静置 被瞬间封印 因为蕴含时间和空间的妙用 除非修为达到 大罗天仙及以上的境界 或者拥有重宝 否则极难发现 看着昏睡的牛魔王等 几位哥哥 得罪了 左手一挥 五枚神符 飞入牛魔王 彭魔王 骄魔王 狮陀王 和弥猴王体内 唯独露下了孙悟空 当然这也是徐军明的交代 虽然他对自己苦心 参悟出来的四项静神符 很有信心 但也不确定 将来 孙悟空被关进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以及后来面对 如来佛祖的时候 会不会被这两位大佬发现 与其弄巧成拙 还不如什么都不做 看着气息微弱 仿佛死去的孙悟空 孙时目光带着复杂 刚刚黑白无常 出手拘魂的时候 他差点就忍不住动手 多亏了青铜镜的静心之能 以及师父的交代 才让他忍了下来 师父说过的所有事 果然都应验了 只是不知为何 我会对他心生清静 他们之间明显没有血缘上的关系 摇了摇头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躺了下来 第0828章 侯王闹地府 君明朝天阙 黑白无常 带着孙悟空的神魂直入地府 过鬼门关和奈何桥 来到王死城阎罗殿上 参见阎王大人 孙悟空神魂已经带到 身穿蟒袍 头戴平顶关的阎罗王 高坐在上 让两鬼奇怪的是 平日离左右不离的 直日公曹们 都不在旁边 整个大殿中 除了阎罗王 再无其他 把孙悟空魂魄 和射魂灵留下 你二人下去吧 遵令 把射魂灵归还后 黑白无常离开了 阎罗王大手一挥 轰隆一声 大门关闭 阎罗殿中恢复了平静 下一刻 大殿左侧空气 忽然晃动起来 一个右手持念珠 盘坐在千叶青莲上的比丘僧 身影由虚幻变得真实 阿弥陀佛 一声佛号过后 淡淡的佛光 驱散了大殿中 浓郁之极的引起 阎罗王眉头一皱 并未多说 地藏王 孙悟空已经带到 你想做什么 就抓紧吧 地藏王看了眼 躺在地上的孙悟空神魂后 转过头 道友 平僧这里有一物 还请道友 鉴赏一二 话落 一点星光 从袖中飞出 缓缓来到阎罗王面前 化作一枚玉盒 带着疑惑 阎罗王接去上面的 封印法符 打开一看 神色瞬间激动起来 太出先天灵气 这是天地初开时诞生的 最高品质的先天灵气 用来修炼 或者炼制本命灵宝 事半功倍 不过随着天地不断化生 先天眼后天 这种灵气越发洗手 除了少数顶尖大派 绝少见到 这玉盒中的太出先天灵气 足有三道 对于太以金仙级别的 阎罗王而言 用处巨大 不过亿万年修炼 他也不是傻子 理下愚人必有所求的道理 他还是懂的 微微吸了口气 平复心思后 地藏菩萨何意 其实很简单 只需阎罗王演一出戏 而后让这猴子 把生死簿上 所有猴鼠姓名 全部勾去就好 阎罗王脸色一变 地藏菩萨 你当明白 私自篡改生死簿 乃是重罪 阿弥陀佛 对别人来说是重罪 但对道友而言 只是动动笔而已 相信这点小事 还不至于惊动平心娘娘 阎罗王神色变幻 以他的权势 改动生死 不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一下子改太多 却需要掂量掂量 看着桌子上的玉盒 心底的贪欲 逐渐占据上风 太出先天灵气 对他而言太重要了 有了这三道灵气 未来突破大罗径 平天两成把握 我只能改动 花果山的猴族 其他地方都不行 地藏王淡淡一笑 一切如阎王所说 不过试了之后 还需阎罗王去天庭 告上一状 既然答应了前面的事 后面的小事 他也没再犹豫 一口答应下来 本王知道了 达成协议后 地藏王缓缓消失 阎罗王收起玉盒 心中一动 数十个身影 从体内飞了出来 画作黑白无常 牛头马面 以及左右判官 接下来的一幕 便是西游记中经典的 孙悟空大闹地府的画面 看着这不知天高地厚的猴头 拿着笔 仿佛涂鸦一般 把生死簿 画得乱七八糟 阎罗王浑身颤抖 生生扭过头 他怕自己再看下去 会忍不住一巴掌 拍死这浑蛋猴子 阎网王 你这生死簿上 怎么没有我 六位结义兄弟的名讳 微微吸了口气 扭过头的阎罗王脸上 露出一副讨好之色 我这生死簿 只记录未成仙者的 名讳和受限 大王的兄弟都已成仙 地魂早已回归本体 顾不在这生死簿上 原来如此 不过我也成仙了 你怎么把我也勾了来 误会 误会 都是手下人办事不劳 才把大王勾来 也罢 随手把判官笔一扔 我把猴手的都划了 日后我花果山 再有寿中而亡者 老孙可要找你好好 收到说道 大王放心 绝对不会有半点差错 最好如此 俺老孙去也 身形如垫 直朝大殿外顿去 阎罗王屈指一谈 解了大殿的禁止 任由孙悟空飞了出去 暗中吩咐各部鬼神 不准阻拦后 这才淤了口气 大袖一挥 把所有分身全收了回来 被闹得一团糟的 阎罗大殿 也恢复了平静 扶正平天观 幸好都是分身 否则 事情传开 我这张老脸 可就丢尽了 天界 两一档魔真君先服 后院连池边 任无极盘坐轻石之上 旁边徐军明 斜靠在一朵白云上 双目微闭 仪态安闲 你不在混云神门中苦休 来我这里干什么 孙悟空拿走了金箍棒 大闹地府 不出意外 太白金星 就将下界 把他招为毕马温 届时 福到两脉的目光 都将集中在天庭 如此热闹的时候 我怎能不来 我还以为你惦记 王母娘娘的盘桃园呢 除非能把他整个搬走 不然对我们用处不大 盘桃园内 一千两百株青纹盘桃 只是原杨先根 一千两百株赤纹盘桃 是太以下品先根 一千两百株 九千年艺术的紫文盘桃 是太以上品先根 虽然数量众多 但单独拉出来 就算是紫文盘桃 徐军明造化领导中 也有几株 除非你能灭了天庭 否则 还是别打盘桃园的主意 任无极翻着白眼道 盘桃园是整个天庭的 灵脉书机之所在 干系重大 看守盘桃园者 无意不是王母亲信 别说是全部搬走 就是丢了几株 都像捅了马蜂窝 惹来无数麻烦 打盘桃园的注意 不代表要搬走它 看着任无极询问的眼神 徐军明笑道 虽然不知道 佛门跟玉帝之间 达成了什么交易 居然任由孙悟空 吃掉了满园的桃子 但趁此机会 分润一二 也不是什么难事 有这批灵桃作主药 炼制一批丹药 我崇山书院的实力 必然能更上一层楼 为将来近战南瞻不周 增添一份抵御 任无极摸着下巴 只要桃子的话 倒是容易 相信玉帝王母 太上老君这些大佬 也不会实时关注 话若眼睛一亮 到时也可去都帅公 逛上一圈 他的根本道法是 阴阳太极 跟太上老君的道法 一般无二 若是能从都帅公中 得到一些修炼笔记之类 对自身道徒注意极大 你想去就自己去 我可不想跟你一起死 徐军铭翻了个白眼 帝先界的太上老君 虽然只是一个拥有 大罗真仙境界的分身 而非那位太清道人的 圣人本尊 就算如此 他也不敢去揣测 这种级别强者的威能 而且 都帅公可是 太上老君的道场 进去之后 能安然无恙地离开 这是多蠢 才会有这种想法 以几级人 若是有人进入自己的重山居 他瞬间就能感知到 道场 才是修饰的根本中地 被他否定 任无极仿佛落败的攻击 瞬间萎靡下来 真是遗憾 一巴掌拍过去 遗憾个屁 动动你的脑子 不进去 就不能窥视里面的秘密了 任无极思虑片刻 眼睛一亮 你的意思是 青铜镜 总算还没傻到家 想到这件从入道 开始就伴随左右 始终笼罩在神秘当中 连混沌都能看透的镜子 任无极眼睛越来越亮 对啊 我怎么忘了这点呢 不用去都帅公 我们也能看到里面的一切 任无极以拳击掌 神色兴奋 而且 太上老君 到底不是圣人本尊 还察觉不到 青铜镜的神光 徐军明微微摇头 万事小心为上 不要挑他在家的时候看 任无极点了点头 你来此就为了这个 我想看看他的八卦炉 随着他修为不断提升 中品先天灵宝级别的天宫神炉 虽然目前还够用 但将来等他突破之大逻径的话 天宫神炉就不够了 而且那时候的崇山世界 肯定还达不到 进阶大千世界的标准 而徐军明也不可能一直等下去 所以 重新祭炼一尊新的天宫神炉 是唯一的选择 帝先界最好的炼丹炉 就是太上老君的阴阳八卦炉 虽然肯定比不上 本尊太清圣人手里的八卦炉 但对于现在的徐军明而言 拿来做参考的话 也够用了 另外 他还想借孙悟空的手 从兜率宫中 取几粒太上金丹参悟一二 确实该好好参悟一二 不过这些年 我在天庭 也发现了不少好东西 哦 嘿嘿 你随着我的视线来看 任无极催动青红镜投影 朝远处看去 徐军明跟在他的身后 两道无形的光芒横跨天际 来到了一座辉煌壮酷的宫殿群 那中宫额众多 首位森严 显然是天庭重地 不过 徐军明敏锐地发现 这里宫殿中的装饰风格 明显偏向女性化 这是什么地方 摇池圣镜 王母柱的地方 徐军明脑袋一猛 老二 你不会 任无极瞬间明白过来 瞬间暴怒 滚蛋 二爷就算要女人 也看不上这种老婆子 徐军明耸了耸肩 没再多说 真是的 什么眼神 像二爷 我如此英俊潇洒 起码也是嫦娥 那等美人才配得上 物资嘟囔着 视线不断深入 很快便来到了摇池深处 穿过烟波浩渺的莲花壶 在其中央 出现了一座华丽的三层阁楼 阁楼一层会客 二层赏玩 三层修炼 此刻 在会客室中 一个身穿金色长裙 雍容华贵的中年女子 正高坐上手 下方一个身穿金甲 气息不凡 略有些肥胖的神将 正攻声说着什么 那中年女子 就是王母娘娘 那金甲神将 就是大名鼎鼎 执掌十万天河水军的 天鹏元帅朱刚烈 她就是猪八戒啊 一身原羊惊献的修为 倒是不凡 看样子 还是王母的进尘 徐军明道 任无极汉手道 现在这家伙 可跟西游里 好吃懒做的猪八戒 截然不同 正常 这家伙是个聪明人 既然知道装傻充愣 就能到临山 何必拼命呢 反正出了事 也有人来救 有这闲工夫 喝点吃点 调戏调戏女妖精 岂不是更好 徐军明笑道 孙猴子拼命 是因为他内心过于桀骜 就是不知道 被你换了魂后 这个老猴 还会不会拼命保唐僧 谁知道呢 听了会王母说话 左右不过是些 拉拢的言语而已 徐军明 很快就失去了兴趣 你说的宝贝在哪 三楼 静光一到三楼 这是一间干净整洁 装饰简单的静修室 看得出来 这里任何一件东西 都不是反品 当徐军明看到 挂在墙上的一幅山水画石 心中矩阵 脱口而出 山河设计图 不对 这只是房片 传闻中 山河设计图 是盗祖红军赐给女娲的先天灵宝 这山河设计图 明显只是一件后天宝物 当然不可能是那件圣人法器 即便如此 它却是一件 不可多得的大罗灵宝 大罗灵宝 比太乙仙宝更为珍贵 也分为极品 上品 中品和下品四个级别 这山河设计图 便是一件中品大罗灵宝 很快徐军明便发现 这山河设计图内蕴空间 静光深入后 一个不比崇山世界小的中千世界 出现在眼前 三千亿里的世界中 沙漠草原 森林大海 各种地貌一应俱全 完全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但其中看不到人或者腰的痕迹 第0829章 江山设计图 上品先天根 在这件江山设计图防品的巨型世界中 灵气浓厚 植被丰富 苍蟒之中 药气蒸腾 数量之多 比造化领导中 还要胜出十倍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一株高达数千丈 仿佛山巒般的巨型桃树 浩瀚的灵光 散发开来 笼罩周围三万里 气象之盛 几乎是徐军铭生平警戒 上品先天灵根 任务几点了点头 盘桃园中 那3600株盘桃 都是他的后辈 平复心中的震撼 徐军铭叹了口气 可惜没结果 若是结果 反而不好动手 徐军铭转过头 你想把这盘桃盗走 不 是这幅江山设计图防品 这座中千世界极为广大 若是能融入重山世界 不仅面积扩张一倍 大大缩短 紧接大千世界的时间 而且 6000亿里 已经可以容纳太乙玄仙了 至于盘桃 乃是天庭气运所中 地仙界 震解灵根 除非我们能灭了天庭 动了它 只会带来大麻烦 不过 砍下根主枝 还是可以的 以造化灵池的玄妙 足以养出一株 极品 太乙仙根 功效虽然叫这 仙天灵根稍训 但也是难得的宝物 徐军铭点了点头 看来 你脑袋还算清醒 任无极翻了个白眼 我一直很清醒 不过 动手还是你来 我可不精通空间道法 徐军铭汉守后 审视着万里之外 摇池中的江山设计图 就等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 再动手吧 那时候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也方便我们出手 任无极点了点头 一拍腰间葫芦 数百枚玉剪飞向徐军铭 这是琳琅阁中 最后一批书剪了 你收起来吧 琳琅阁是天庭图书馆 内中藏着天庭建立 数百万年来 所有的藏书 足足有数千万册之多 功法 丹方 弃方 灵寿宝禄 其物质 地方质等应有尽有 虽然其中高身者不多 但胜在全面 任无极在天庭四百年 才借助青铜镜帮助 全部抄录下来 也正是有了这部分藏书的支持 徐军铭才能不断推演出 崇山元阳真经太乙篇 盘皇真经上将篇 以及各种太乙级别的丹方 若非修为不道 大罗天仙和大罗真仙境界的功法 也能推演出来 简单地看了看 把功法收起来 咚咚咚 突然间 三声浩瀚的钟铭传来 看着徐军铭询问的目光 这是预递着 极重仙异式的钟声 说着站了起来 你要去 之前也就算了 但这次估计跟孙悟空有关 我去看看 徐军铭绕有兴致地 随着站了起来 我跟你一块去吧 光芒一闪 以空间压缩的神通 把自己变成尘埃大小 飞入任无极头发里 两人一起朝终声传来之所顿曲 灵霄宝殿天庭核心重地 也是御帝照见群仙的地方 听到终声后 无数道流光 急驰而来 流光一彩 锐气祥云环绕的灵霄宝殿 宏伟之极 九根巨大的盘龙柱 撑起数千亩之巨的空间 前方中央 九账单壁上 下河留着三缕常然 头戴平天官 身穿九龙袍 面目威严的玉帝高坐在上 下方众仙官按照品级各自站好 老君不在的情况下 左边文臣以章 葛 徐 萨四大天师 以及太白金星为首 右边武将 托塔天王李靖 哪吒三太子 王林官等一次站好 任无极官位为两仪荡魔真军 官封三平 没有实职 只能站在第三排 天庭中像他这种 闲散神仙很多 多数都是贪恋 天庭丰厚的灵器 又不愿意整日厮杀的散修 随意找了个位置站好后 时间不长 边想三下 潮意开始 玉帝高坐上手 目光从仲仙身上扫过后 微微吸了口气 竟有东海龙王敖广 地府阎罗王上坐天庭 说东海奥来国花果山水连洞中生 一妖猴 夺走龙宫重宝 死改生死步 请求天公派兵捉拿 只是朕不知 这妖猴是何时出生 哪是修道 居然有这等法力 文廷此言 像四大天师等知道内情的人 各自交流了一下眼神 闭口不言 不知内情的人 修为要么不高 要么是刚刚进入天庭不久 但深安明哲保身之道的他们 很清楚 能让龙宫和地府 试别的妖怪 不是自己能够对付 还是闭口不言的好 万一除妖的差事 落到自己身上 岂不是送死 一时间灵霄宝殿内 诡异地平静下来 好在一切早有安排 千里眼 顺风而走出班次 弓声道 启奏陛下 此妖猴乃 三百八十年前天产是猴 当时不以为然 只是不知 他在何处修炼成仙 居然有了这般道行 御帝了然后 环顾左右 马路神将愿意 下界降伏此妖 太白金星 目光一闪 脉步而出 启奏陛下 三界中凡有九俏者 皆可修炼成仙 此猴乃天地玉成之体 日月运旧之身 他也顶天屡地 俘虏参侠 经济修成仙道 有将龙俘虎之能 与人合一 故 臣以为 可念天地化生的慈悲恩德 降一道昭安圣旨 把他宣来上戒来 受他一个大小官职 陆入仙级 约束一二 若是能功福天命 候在身上 若为天命 就此擒拿 如此一来 一则不动众劳师 二则收仙有道 三则彰显陛下人怀 玉帝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倾家所言甚事 就一轻所奏吧 闻取新君何在 许氏林迈步而出 虽然他修为刚刚达到原阳玄仙 但仙阶却为二品 比任无极强多了 臣在 命你修赵一封 交于太白金星下界赵安 臣遵旨 有事起奏 无事退朝吧 四大天师中的张道林 跃重而出 起奏陛下 再有百年 便是盘桃圣会举办之期 臣请陛下降旨 选取何人操办 此事交于王母决定吧 臣遵旨 所有老资格的先生都知道 盘桃会的一切都是王母决定 但只要不是傻子 就会在事前先问问玉帝 张道林退回班列 后面在无人出来后 便宣布退朝了 玉帝立了灵霄宝殿 回到自己常驻的太阳宫 俯瞰浩大的天宫 神色阴郁 世人都以为 他作为玉帝 大权在握 执掌群仙 但只有他自己清楚 自己只是佛 到两门扶持的傀儡而已 所有关于三界的大事 都是太上老君 以及那位远在 大雷因寺的佛祖做主 他能够管的 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是没有天帝想要反抗 但都死得很惨 在他之上 上界天帝 就直接被行天给砍了 这次赵安孙悟空 甚至封他为毕马温 都是佛门早就决定的事情 只是借他之后宣布而已 宁望半赏 玉帝从法带中 拿出一枚黑帘 内里凝炼的魔气 让人心惊 微微皱了皱眉 成因半赏后 又收了起来 魔道虽然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但若是拿来反抗 庞然大物般的佛和道 还有些不够 而且 魔性反复 是一把双刃剑 不做好准备 容易伤到自己 现在还不是时候 一道金光金天过 时间不长 远处出现了一条 无边无牙 横灌整个天穷的 银白色聚合 十万里宽的大河 波涛汹涌 浩瀚的水汽 弥天极地 无边无牙 正是仙界最大的一条河 天河 天河中 驻扎着百万天河水军 统领这股水军的 就是当今天庭中 极为显贵的 天鹏元帅 朱刚烈 金光坠落 落入一座巨大的军营中 身穿金甲 身材高壮 相貌威武 下河续着钢针似 短然大旱 现出身形 元帅 左右巡视的士兵 看到后 连忙上前问候 本帅不在这段时间 天河中可有一样 回元帅 除水德星军 来此财水外 其余并无异样 朱刚烈点了点头 天河中 水汽浓郁 是天地间修行水 木两道道法修士的福地 他们天河水军的作用 便是守护天河 防止那些山野散仙 盗窃天河真水 维持仙界五行平衡 脉部进入大营 周围天兵看到 无不恭声问候 时间不长 便走进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中 大殿上方 元帅府 楷书三字金光闪烁 阔步而入 直入后院 几个负责扫撒的侍女 连忙弯腰失礼 参见元帅 本帅要休闲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来到后院进士 催动镜法封闭了房间后 一拍腰间法带 一面灵光闪烁的铜镜 缓缓飞了出来 屈指一弹 铜镜一震 瞬间化作三尺大小 清澈的黄铜镜面 光可见人 朱刚烈盘坐在蒲团上 双手硬绝翻飞 多 口战悬音 一道灵光飞入铜镜 仿佛水滴池塘 不过片刻 一个身穿青色僧袍的老僧 逐渐清晰起来 等一切稳定后 朱刚烈攻身行礼 刚烈参见老师 老师万寿 不必多礼 起来吧 是 朱刚烈站直身体 第0830章 天鹏元帅至区 毕马温 寻我何事 老师 刚刚王母寻我去摇池 说是要把小七 许配与我为妾 小七 朱刚烈连忙解释道 就是王母所生 七仙女中的第七女 紫一 你答应了 老僧淡然道 未经老师允许 弟子那敢答应 那就拒绝掉 日后 你当为我佛门尊者 地位尊崇 不能为情爱所累 至少千年之内如此 弟子遵命 不过 为师这里有一事 需要你去做 请恩师吩咐 那下界作乱的妖猴 不日就将来天庭 担当毕马温 你等他供职十三年后 去御马间 以言语讥许他 让他自行下界 老师 那妖猴能闹东海 乱地府 必然是太乙境中人 弟子修为不过 原阳惊仙 以言语讥 万一闹得那猴子兴起 老僧左手一挥 一道佛光浓郁的灵符 从镜中飞了出来 此乃我亲手祭练的 金刚护身符 就算是太乙境线 也打不破 你放心就好 朱刚烈手捧金符 满心欢喜 多谢老师 弟子必按时 让那妖猴下剑 此事成后 我便赐你三立法华金丹 有此丹相助 你突破太乙境便有望了 朱刚烈大喜 老师放心 朱刚烈就是粉身碎骨 也要让那碧马温 十三年后滚蛋 如此便好 花音落下 水尽波纹荡漾 那老僧的身影 逐渐消失 远在万里之外 已经回到 两仪荡摩真军府中的 徐军明和任无极 看到天河水府中的一幕 传闻朱刚烈 不是人教弟子吗 任无极差一道 会三十六天刚 不一定是人教弟子 而且 如果真是人教弟子的话 又怎么回去佛门 当个敬坛使者 世家谋尼又不傻 怎么会让个 招勤暮处之辈 混进佛门的队伍 任无极认同地点了点头 话风一转 不过 王母为什么要把 七仙女嫁给他呢 左右 不过是天庭的内部斗争 帝先界自开辟以来 天帝已经换了三次 第一界的皇帝生仙去 第二界 太好被行天斩杀 第三界御帝 已经坐享天帝之位十万年 真正是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相比之下 王母之位却稳如泰山 一直从皇帝时代到现在 数百万年时间 从未变过 不过 王母并非传说中 那未稳坐西昆仑的西王母 而是皇帝百妃中的一位 原名已经无人记得 只以王母称之 天庭女仙 全不受王母管辖 比起管理男仙的御帝 这位王母的实力可谓强大 再加上皇帝兵妃这重身份 在天庭中的分量 比御帝大多了 每千年一次的盘陶盛会 更是让王母的关系 往遍及天下 至于七仙女 并非王母亲生 而是一日 王母在摇石悟道时 七朵摇石玉帘 受其破镜石器机轻染 化身成人 被王母认作自己的女儿 徐军明站起身 去哪 出去转转 难得来天庭一次 到处看看 小心点 别被人发现了 有青铜镜相助 就算是太上老君当面 也发现不了 任务几点了点头 太上老君毕竟只是分身 而不是太清道人本尊 而青铜镜的神庙 连世家谋尼都无法逾越 当然也能挡得住他 已分身游荡天界的徐军明 本尊仍然在南瞻部州 崇山书院辖地 轰 天外神山中 雷霆浩荡 极品仙宝节 是七十二道深红色的太乙雷 徐军明副手而立 半空中 倒到雷霆 仿佛从天而降的岩浆 轰然打下 气势之强 威势之大 是他生平警戒 不过 他炼制宝贝 从来都跟机身后 度过天节的失败率很低 更何况这次度节的 还是本命仙宝 轰 咔咔 龙蛇一般的深红色太乙雷 古荡不休 但那尊伟岸的石门 仿佛从太古遗留的强大神山 任凭雷霆浩荡 依旧屹立不倒 一刀又一刀 一虫又一虫 伴随着阵阵鬼哭神嚎 黑云笼罩的半空中 现出一个直径三万丈的巨大雷眼 浓郁之急的太乙雷 不再狂暴 反而想一潭深水挂在高空 颜色也深邃了很多 徐军鸣神色凝重 他知道那是雷霆凝炼到极致后所化的雷水 威力会更惊人 最后一道了 心念未落 天地间呼啸的刚风忽然消失 古荡的云气也在这一刻变得宁静 时间 空间仿佛也在这一刻静止下来 突然 天地间一片深红 雪一样的光芒 把阳光都压了下去 那万丈之高 堪比太古神山的石门也瞬间消失 哄 开天屁地般的巨响随后传来 紧接着 滚滚风暴 仿佛翻腾的巨浪 纵贯天地 横扫千万里 看着面前光芒闪烁 仿佛随时破碎的护照 徐军鸣眉头皱起 惊讶于这雷法的强横 哪怕只是余波 都如此强横 等到一切散去后 天空中浮现出来 虽然有几分破损 但大步完好的伟暗神门后 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脸上也跟着露出喜色 终于过去了 漫天乌云化作浩瀚的造化灵气 滚滚而下 吸纳了这股强横的造化气机后 伟暗神门的破损快速修复 体积也不断膨胀 眨眼间就超过了三万丈 浩瀚之急的四色神光 从神门中绽放开来 持续了半个时辰后 才慢慢平静下来 天空中也再次恢复了平静 徐军明神色喜悦 伸手一招 灰红的石门瞬间缩小 化作一道四色灵光 飞到徐军明面前 石门通体由青灰色 岩石构筑而成 一块岩石盖顶 两块岩石做住 一块岩石作为承托 中间是厚重的石门 石门前后各有神门 加起来总计四个 一个为天青色 散发着空间盗运 一个坐水金色 散发着时间盗运 一个坐悬黑色 散发着灵魂盗运 最后一个则是旧黄色 散发着封印盗运 门楣上也有两个神门 并无盗运 却透着一股混衣乾坤 整合天地的气质 一道顿光飞来 落下后画 做太乙真君的身影 极品先保了 当然 这下子 五爷突破大罗径 不说板上钉钉 但也差不多了 顿了一下 不过 你把混元 天象 地藏 人魂神门整合为一 真的好吗 你担心 内门弟子 会泄露混元神门的时间妙用 太乙真君点了点头 内门弟子终究不是敌传 心性有缺陷 即以为敌人所称 放心吧 我已经在上面设下封印 非敌传弟子无法运用 除非有人 在封印道上的修为超过我 否则破开 如来在封印道上的修为可不低 紧箍咒的威名 徐军明自然清楚 所以你才要抓紧时间修炼 太乙真君撇了撇嘴 我已经是太乙惊性了 在如来面前 只有大罗静 才被成为对手 你还差得远 伸手一指混元神门 强横的四色神光 捏住太乙真君 未未 过犹不急 再让我休息几天吧 你已经休息了医院 说吧 不再理会太乙真君 看着他没入混元神门 做完这些 身形非坠 很快便来到了崇山上方 曾经一丈高的黄中里 四百年后 已经长成了三丈 周围九丈内 笼罩着思思后天混沌灵气 得益于他的不断生长 每时每刻喷吐出来的先天灵气 比先前增长了十数倍 灵气的丰厚 也是混元神门 能如此快练成的原因 伸手一招 混元神门缓缓下坠 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渐渐地跟后天 混沌灵气碰在了一起 枪 仿佛金铁交鸣声响起 屈指一弹 混元神门收起一丝 后天混沌气 飞速上升 徐君明只觉变幻 神门上四大神门绽放光滑 两久之后 才把那一丝后天混沌气 完全炼化 估算了一下时间 摇了摇头 还是太勉强了 起码要成为大罗林宝后 才能完全承受 后天混沌灵气的狂暴之力 随手一挥 混元神门上冲三丈 被浓郁的太出 先天灵气包裹 再沉再服 灵光闪烁 十三年的时间一会儿过 天鹏元帅朱刚烈 虽然看起来是个粗笔武夫 但内心却个 谨慎小心的聪明人 一看老师交代的时间已到 便带上十几个清兵 骑上马 直奔御马间而去 还没到地方 就听树声悠长的思鸣 仿佛九天雷鸣般远远传来 紧接着便是雨点般 连成一片的提声 众天兵下意识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一片黑色云朵 从天地相交处出现 速度飞快 眨眼间就到了眼前 浩荡的马群 排山倒海般 奔涌而来 声势之壮 气势之雄 令人色变 朱刚烈也不敢阻挡着马群 连忙带着众天兵 盾入上方 看着这奔腾而过的天马 朱刚烈心中一动 随即催动法力 声音如雷 毕马温孙悟空 何在 一道顿光 从下方闪电般飞来 从中走出个身穿官袍 头戴乌纱 看上去有几分滑稽的金毛猴子 你叫我 你就是兴风的 毕马温孙悟空 就是我 就是我 你是哪位 大胆 我家元帅的明慧 岂是你一介小丽能问的 侏辱臣死 不等朱刚烈开口 旁边的清兵 已经怒喝起来 小丽 孙悟空 你刚才纵马冲撞于我 还不快快跪下赔罪 表面上桀骜的朱刚烈 此时心里却忐忑得很 他只是原扬惊贤 而对面 这位可是太义天仙 一个大境界的差距 两人对上 他只有挨揍的分 暗暗把老师赐下的 金刚护身符拿在手中 一旦孙悟空发难 就催动此幅抵挡 跪下赔罪 无穷怒火 腾一下从心底升起 现在的他 早已非当年 懵懂无知的老猴 仅有的谨慎 也随着闹龙弓 乱地府 消磨得差不多了 内心的桀骜 那容他人如此折辱 而且还是一个 修为不如自己的人 右手一扯 挺棒就朝朱刚烈打去 我跪你老了 不好 快速祭出灵符 一层坚韧的佛光 挡在身前 咚 肋骨般的巨响过后 朱刚烈仿佛皮球 瞬间被打飞出去 可怜跟他一起的 十几位清兵 不过圆阳天仙修为 有没有重保护体 一棍全不了账 孙悟空 你殴打上官 善杀天兵 本官 这就去玉帝面前 参你一本 说完 不敢多留 把顿光催动到极致 风驰电掣般 消失在层层仙韵中 哼 算你跑得快 或是了 或是了 唐尊 你可惹下大祸了 几个一起放马的马间 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 慌什么 一声大喝 吓得重马间一哆嗦 连忙停了下来 我问等 刚刚那行祸是谁 那是掌管百万天河水军 玉帝官封二品的天鹏元帅 二品天鹏元帅 那我这个毕马温是极品官 几个马间交流了一下眼神后 齐齐摇头 没有品从 没品 想是极大了 不大 不大 只换作未入流 孙悟空虽然心里觉得不好 但仍然不死心地问道 怎么叫做未入流 重马间道 罪莫等 这样官 最低最小 只让他看马 四宁到任后 这等殷勤 为的马肥 只落得道生好字 如稍有倦怠 还要见责 再十分伤损 还要伐蜀问罪 孙悟空闻言 不觉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可恶 居然敢这般藐视老孙 想俺在花果山 称王做祖 就要哄我来替他养马 真是可恶至极 说着 一把扯下身上的官袍 气如碧履地丢掉管帽 不坐这鸟官俩 回我花果山快回去 提着金箍棒 架起金斗云 直朝南天门飞去 唐尊 唐尊 重马间阻止不及 只能看着他远去 这一去 便是拖塔天王李靖 讹扎三太子 巨灵神征讨花果山的大战 第零八开一章 巨灵神一战孙悟空 白云朝上顶 甘露撒须迷 一分阴阳参作舞 庙里参得显真灵 道道庙音 从龙地口中绽放 朵朵五色天花 仿佛繁星般坠落下来 无穷五行灵气衍生 覆盖周遭十丈方圆 在他坐下 大弟子诸葛卧龙 二弟子和沙盗人 三弟子孙儿盘息而坐 在三位弟子身后 孤红 石生 火无亥 上官红 王黎 以修六位狄传二代弟子 以及更后面九位四代弟子 正经危坐 认真听讲 这里的所有弟子 都已经成就太乙境 所以龙地讲解的 也是五行道太乙境的庙里 两久之后 玄音消失 众弟子清醒过来 多谢老师 祖师 龙地微微点头 目光从诸葛卧龙 河沙盗人和孙儿身上扫过 你三人修为已足够 整理今日讲道所得 就准备闭关突破太乙玄仙吧 弟子遵命 孙儿虽然大多数时间 都在崇山世界修道 但他的资质实在是太强 在崇山世界那等灵气下 居然也保持了 跟诸葛卧龙和河沙盗人相同的修炼进度 目光一转 孙瑞 坐在末端 身穿青色道袍的青年 连忙攻身失礼 祖师 我曾有言 门下弟子 但有突破太乙境 都有仙宝赐下 经你已破镜 这五光凿就赐给你吧 一拍腰间青葫芦 一道五色灵光滑过 孙瑞下意识地接住 掌中 一根笼罩五彩霞光 长一尺三寸 四面镌刻神纹 顶部浮雕兽手 底部尖锐 寒光闪闪的凿子出现在眼前 神石一触 六条强大的太乙仙境 映入石海 顶尖的中品仙宝 孙瑞心中大喜 连忙叩谢 多谢祖师赐宝 龙帝点了点头 而等静可告诉门下弟子 好生修行 但有突破太乙境者 我都有仙宝赐下 这些年 他云游四方 擒拿斩杀的太乙境修士 足有几十位 得了不少仙宝和太乙境材料 以徐军民现在的炼器之能 很容易就能让这些宝贝 更上一层楼 所以 整个崇山门下 就他的宝贝最多 众弟子公生答应后 你等随我来 屈指一谈 一座笼罩在四色祥光中的 伟暗石门 出现在半空 门楣上 混元二神门 透着股穿透时空 定顶乾坤的气质 感受到混元神门投影 散发的气息 又比之前更强了 只怕要不了多久 就能祭练出第十二道精致 作为徐军民手中本命重宝 也是现在崇山神门 传承至宝 振运神器 混元神门的重要性 仅次于青铜镜 走 众弟子随龙帝 走进混元神门 神门上方代表空间的 神门光芒大放 神门瞬间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来到一片山巒上空 百万里大山之外 是一望无际的浩瀚碧海 混元神门重重灵光 化作一层厚实的金币 把众人笼罩其中 众弟子面面相去 不知道为何祖师 会带他们来这里 有心去问 但看着祖师那一张 生人物镜的脸 却没人敢开口 大家只好尽心打坐 体悟先前听到索德 时间一点点过去 虚余便是七日 突然 万里无云的避空中 献出一朵厚重的千云 这云朵出剑时 还在远处 不过片刻 便已经急如奔马 搬到了境前 浩瀚的云气展开 灵灵肃杀之气中 献出无穷无尽 顶窥冠甲的兵将 层层兵将中 还有数百杆大旗迎风招展 其中最显眼的 是一杆黄色百丈巨旗 上面一行大字 降魔大元帅 托塔天王李静 旁边另一杆青色 巨旗上则是 三唐海会大神 哪扎三太子 最后则是降魔先锋官巨灵神 此三旗最为巨大 天庭的人 众弟子瞬间明悟过来 没错 来者正是奉玉帝之命 讨伐私自下界的 毕马温孙悟空的 托塔天王李静一行 中军大营中 李静高坐上手 下方三太子等岸大小官位 左右分裂 裂为将官 傲来国花果山一道 谁愿意为我讨伐妖猴 右侧第一位 身高三丈 体型庞大 满脸扎然的巨汉站起身 启禀元帅 本将作为降魔先锋官 当仁不让 恳请元帅让我出战 巨灵神中勇可嘉 本帅便命你为第一阵 点起一千金兵 请拿妖猴 谢元帅 巨灵神接过令牌 到了园门外 点了一千兵马 驾云来到花果山上方 来人 为巨灵神肋骨助威 李静令玉下达 龙龙龙 震天动地的鼓声 响彻四眼 众将士听闻鼓声 一股热血从心底冲起 恨不得冲上 杀伐一番的欲望 逐渐强烈起来 如此巨大的动静 早就惊动了整个花果山 待 蛇战惊雷 灵霄宝殿前 护法巨灵神在此 妖猴孙悟空 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升阵长空的话刚落 大片妖云 从花果山中冲起 虽然不如天兵天将那样 阵列整齐 杀伐冲天 但提刀跨枪的腰阵 也自有一番威仪 头戴凤翅紫金冠 身穿梭子黄金甲 脚踏偶丝不云履 手持如意金箍棒的 孙悟空 列在阵前 果然是零零好威风 华丽丽强 横美猴王 你是哪路毛神 居然敢在 俺老孙面前锅躁 好你个瞎眼的 胡孙 居然不认得我 听好了 我乃于地高上 神霄托塔 李天王 麾下先锋关 聚灵天将 经奉玉帝圣旨来请你 识相的 快快束手就擒 若持了半分 管教你这满山涅畜 句话为积分 孙悟空听得满心愤怒 大的毛神 不知天高地厚 我本带一棒打死你 只担心少了个报信呢 你且回去 对玉帝说 他不会用人 俺老孙有无穷本事 却让我为他养马 你且看那荆棋上的名号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之间一杆百丈荆棋 从花果山主风 天柱风上 冉冉而起 齐天大圣四字 迎风招展 好不威风 聚灵神看在眼里 怒在心头 想我在天庭为官数万年 出生入死数百次 也不过只是一员偏将 你这下界的妖孽 虽有积分本事 怎敢妄称 齐天 越想越气 怒吼一声 大胆妖猴 不知天高地厚 吃我一府 轩花大府 一个立坯华山 带着强横距离 直朝孙悟空 当头砍下 雕虫小剑 金箍棒一横 当 刺耳的金铁交鸣声 响彻千里 感受到从轩花府中 反馈而来的强横大力 距离神心中震撼 在天庭为将 征战多年 虽然修为比他高 实力比他强的比比皆是 但在力量上 比他强的却寥寥无几 毕竟他体内 流淌着太古强族 巨灵异族的血脉 虽然已经不纯粹 但也赋予了他 强大的肉身和力量 嘿嘿 看打 一棍间 便看出了对面 那黑胖子的虚实 孙悟空心中谨慎消去 主动迎了上去 保留着太极级别 先天神灵之体的他 虽然没有继承 灵明石猴 疑心换斗的大神通 但一身力量 也极为惊人 通过青铜镜 投影观战的龙地弟子们 目不转睛 同时也在用神识 不断交流 那猴子浩强 一身棍法 不比福天师 博祖门下 杨师兄差 是啊 是啊 不过那大个子就不行了 武技稀松 若不是力气大 只怕早就败了 听他说自己是聚灵天将 估计是太古聚灵族的一种 众所周知 聚灵族跟巫族一样 脑子都不太好使 相比三四代弟子的议论 龙地 诸葛卧龙 河沙道长和孙儿 只是静静地看着 以他们现在的实力 这种程度的斗法 跟小孩子过家家 没什么区别 让他们出手 大五行神光一刷 轻易就能镇压了这两位 龙地凝视着左之右桌的聚灵神 微微摇了摇头 可惜了 自从龙伯夸父之后 聚灵族就再也没有了强者 太古洪荒万族争锋 那时巫族还未兴起 天地间最强的种族 除了龙 凤 麒麟 白虎 玄武 还有聚灵一族 太古纪元之末的一场大战 让万族衰落 上古时代开启 这才有了巫族的崛起 让帝郡和东皇太义 有了整合散落诸族 和为妖族的机会 同时也奠定了上古时代 紫霄公讲道 七圣出世 以及巫妖大战的恢弘 多亏了人无疾 把整个天庭藏书 全都抄露了一遍 要不然 龙帝也不知道 这些太古和上古时代的隐秘 第零八发二章 三太子演戏 徐军鸣夺丹 元阳惊仙境界的巨灵神 当然打不过太义天仙境界的孙悟空 若非后者未存杀星 巨灵神早已陨落于棍霞 身在军营中的李静 看着水晶中的战况 神色始终平静 今日这场大战结果早就安排好了 鹅渣 三太子起身来到堂中 副帅有何吩咐 巨灵神飞那妖猴敌手 你吃我将令 带领三千精兵 铸具灵神 请拿妖猴 遵令 哪吒出了园门 脑海中想起了李静的交代 让我诈败吗 哼 如果那孙悟空本事不差的话 我便让他赢了 如果他差太多 休想让我认输 作为铲教敌传 他可不在乎什么佛门 领兵来到园门外 还没等他出手 巨灵神已经被孙悟空 打断了喧花府 狼狈地败退回来 看到哪吒 满面羞愧 三太子 小将不敌那妖猴 败下阵了 巨灵将军勿忧 且在一旁为我压阵 多谢太子 巨灵神满面欢喜 连忙退到一旁 如果哪吒能拿了妖猴孙悟空 那么他的过失 也不会被李天王过分追究 如果哪吒也败了 那正说明 孙悟空实力强大 他不是对手 也算情有可原 不管如何 都不会变成重罪 哪吒脚踩风火轮 手持火箭枪 直奔孙悟空杀来 看到来的是个小娃娃 本带问清姓名 在座处置 哪想到对方根本不跟他啰嗦 挺枪打了过来 雄魂的法力 灵力的强势 比先前那个 自称巨灵神的大个子 强了何止百倍 孙悟空不敢怠慢 连忙打起十二分的警惕 跟哪吒站到了一起 两人枪来棍网 打得好不热闹 龙帝凝视着彼此争战的双方 尤其是那位大名鼎鼎的 哪吒三太子 这应该不是他的本尊 现在的哪吒 只不过太以真心地修为 跟风神中 那位产教第三代中 仅次于杨简的强者 差了太多 不过催动青铜镜投影 却能够在他体内 看到魂魄圆光 很显然 这也是一种基于魂魄的 高庙分身秘术 除了龙帝和天庭一方 在花果山周围 还有另外的观战者 十八罗汉 化作独角鬼王 猕猴 妖虎 混在群妖当中观战 看着孙悟空落在下风 响龙罗汉眉头紧重 怎么回事 李靖难道没有告诉他吗 不可能 以李靖的性格 绝对不会不说 多半是哪吒自作主张 俯虎罗汉道 该死 武佛门在此界的东传大业 绝不能被他阻碍 长眉罗汉怒道 商务造 先看看再说 举波罗汉道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过 一直把孙悟空压制的哪吒 居然渐渐落在了下风 后面使出三头六臂 也难以胜出 应接了一棍后 跳出圈外 直朝上方大营中飞去 孙悟空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喘了口气 没有继续追 这一场斗法 他赢得太勉强了 把佛祖赐下的太乙菩提丹给他 助他突破太乙真仙境界 否则 还是现在这样子 怎么大闹天宫 降龙罗汉沉声道 众罗汉点了点头 现在的孙悟空 距离佛门斗战胜佛差的太远了 说出去 只会让人耻笑 回到大营 简单地呵斥了哪吒 和聚灵神几句后 便把营朝南天门去 戏已经演完 就没必要再留了 随着天兵们离去 孙悟空也收兵回山 先前还战云密布 杀气四溢的半空中 再次恢复了先前的晴空万里 好了 我们回去吧 龙帝抑制混元神门 师徒等十九人 消失在花果山上方 之所以带他们来 就是为了观战 开拓眼界 顺便看看孙悟空的橙色 果然 即便战了灵明石猴的肉身 一个普通的魂魄 也难以取得 令人惊艳的战绩 相比之下 孙时 这个原本的灵明石猴 虽然施了肉身 但在混元神门 带来的充足时间 以及青铜镜对悟性的加持 进步神速 如今已经是中卫上 将巅峰的武道强者 一身战力 相当于太乙玄仙 如果催动 疑心换斗的大神通 太乙金仙也能战 当然 如果给现在的孙悟空 足够的时间 他也能快速成长起来 但佛门偏偏 没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们太想早点 把南瞻不周吃下去了 彭墨王一挥手 半空中的水晶 瞬间破碎 而后化光消失 他真值得我们用此餐单拉拢 坐在旁边的狮陀王 神色同样疑惑 两人对面 一个身穿紧袍 头戴羽冠的年轻男子 虽然也感觉 孙悟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强 但上面的命令 他却不能不遵守 能在四百年里 修炼到太乙天仙 资质堪称绝颠 这样的妖族强者 不能不重视 如果没有佛门的鼎力培养 四百年时间 他绝没有现在的境界 师陀王冷声道 你想违抗妖皇的命令 锦袍青年冷声道 不敢 不敢 师陀王连忙摇头 只是紫参丹乃我妖族重宝 交给他这个注定进入佛门的妖 太浪费了 浪不浪费 不是你我能决定的事 锦袍青年一翻手 掌中献出一个紫黑色木盒 看了师陀王一眼 朝彭魔王递了过去 就由你转交给孙悟空吧 顺便告诉他 同属妖族 我浮屠妖婷 跟他永远是朋友 彭魔王点了点头 明白 看在眼里 师陀王暗暗咬牙 但他却不敢反抗 这位妖婷的使者 好了 事情已经说完 我也该走了 刚站起身 突然 一个王口大小的黑色洞口 突兀地出现在洞中 一只宽厚的手掌 从中伸出 没等彭魔王反应过来 已然抓住他手里的玉盒 飞快地缩了回去 好蛋 彭魔王大怒 本身就是速度惊人之辈 在三腰中第一个反应过来 又长闪电般朝黑洞中打去 哄 法力震荡 这座在花果山中开辟的临时洞府 瞬间一片狼藉 但那黑洞早已消失 紫餐丹也不翼而飞 彭魔王 锦衣青年神色难看 后者咬牙道 胡天道法 狮陀王虽然拉着脸 但心里却乐开了花 让你不相信我 远在天庭的徐军明 看着手里的紫黑色玉盒 简单地审视了一下后 便解开了上面的封印 原本借助青铜镜观战的 徐军明 不仅发现了龙帝一行 以及佛门十八罗汉 居然在花果山中发现了 潜伏的牛魔王 彭魔王 焦魔王 狮陀王 弥猴王 以及孙时的三师 分身之一于荣王 其意的是 除了牛魔王是孤家寡人外 剩下的背后都有势力 彭魔王和仕途王身后 是北巨卢州三大妖亭之一 浮屠山 焦魔王是北巨卢州三妖亭中 唯一位于北海深处的北明宫 弥猴王则出自三妖亭中 最为强大的昭摇山 北明宫和昭摇山 只是想看看 这位被佛教看中 抑郁培养为护法佛陀的孙悟空 到底有何过人之处 浮屠山是 唯一想拉拢对方的妖族大势力 牛魔王纯粹是想交朋友 心思没那么复杂 这些妖族 都在荒僻的北巨卢州 跟崇山书院所在的南瞻部州 隔着千万亿里 如果没有意外 双方几千年内都不会有接触 所以 他也没打算管这些人 不过 当那虎妖从法代理 拿出这盒名为紫参丹的丹药后 却迅速引发了他的好奇 能让太乙玄仙级别的彭魔王 以及太乙真仙圆满的尸陀王 都心生贪欲的丹药 定然是高品级的灵丹 正在研究太乙三皇丹 丹方的徐军明 毫不迟疑夺了过来 徐军明揭去上面的封印 浓郁的药气散移开来 翻开盒盖 艳艳紫光 带着强劲的药气 冲天起 在无穷灵光药气包裹下 三颗龙眼大小的紫色丹丸 出现在眼中 丹丸内星光点点 神异无比 鲸鱼丹道的徐军明 嗅了嗅丹香 品味片刻后 脸上露出一丝失望 这紫参丹 确实是极品太乙灵丹 但它主要的功用是疗伤 增加法力 还在其次 这显然不是它想要的 好在也不是全无效果 顶尖的疗伤丹 也在它的参务计划内 只是没有增弓丹 那么急迫而已 催动青铜镜 丹药内的结构映入眼帘 那些闪耀的光点 全变成了一簇 簇相互结合在一起的石纹 万年芙苓 尘露花 玄冰草 不对 不对 这配药也太差了 怎么能练出极品疗伤丹 还有这炼丹手法 太粗糙了 眉头一扬 主要的药性好强 居然是紫参 能够让一个 只能练至原阳级别灵丹的炼丹师 练出太乙级别的极品疗伤丹 可以想象作为主要的紫参 药性有多强 没想到 浮屠妖亭中 还有这等重宝 脸上露出肉疼之色 对一个炼丹师而言 看着别人这样糟蹋材料 简直太难受了 这紫参绝对是 大罗中品以上的灵药 别心疼了 浮屠山妖黄 可是大罗级别的强者 想从他手里抢宝贝 除非你也能进接大罗 旁边的润无极细血刀 扣上盒盖 贴上封印 深深一吸 把所有药气 吞浮腹中炼化后 一拍腰间葫芦 把木盒吞了下去 孙悟空 很快就要去叛套园了 你多盯着点 我出去一趟 任无极昼没到 你不会真打算 去浮屠山吧 对一个炼丹师而言 最见不得好材料 被一些蠢货糟蹋 脚步一迈 身形瞬间消失 喂 你不要命了 左右不过是一个分身而已 更何况我还有青铜断剑 摇摇的声音从空间通道中传来 任无极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该死的强迫症 简直了 第0833章 北巨卢州 三山四部 北巨卢州 地仙界四大部州中最大的一个 南北纵横近400万亿里 东西也差不多 不过地方虽大 但超过一半的地域 被厚厚的冰雪覆盖 残酷的生存环境 让这里成了生命禁区 除了少数修行有成的炼气室 几乎少有人进 统治这片地域的是 妖族三大妖亭之一的北民宫 以及巫族的少阴大部 浮屠山和昭摇山 都位于更温暖的南部 另外 巫族南山大部 苦丧大部和瑶峰大部 也位于这里 巫族和妖族 这两个曾经在上古 厮杀数百万年的老仇家 不仅没有如众人预料的那样 继续厮杀内耗 反而划分地域 互不侵犯 成了好邻居 整个北巨卢州 被他们经营得水泼不尽 佛到两脉都止步于边界 浮屠山作为妖族三大妖亭之一 位于北巨卢州东南部 辖地超过二十万亿里 妖族子民数以百亿 实力强大 浮屠山之主 又号浮屠妖皇 是这片地狱的最高统治者 修行百万年的他 也是整个地仙界中 最顶尖的强者之一 徐军明带着对顶级灵尿的贪欲 跨越亿万里 从天庭来到这里 结果发现 整个浮屠山地界中 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变幻身形后 一问才知道 原来浮屠山之主 千年诞辰之期将到 下属各山 以及各大妖城 都要为妖皇庆祝 而且 各部城主 以及各山妖王 还要在诞辰之期来临时 据浮屠城 为浮屠妖皇贺寿 到时候 浮屠城一定很热闹 当然 那可是千年一次的盛会 整个浮屠山麾下 所有强者云集 甚至还有来自外面的高手 各种难得一见的东西 都会出现在浮屠城的方式 任何修饰都不会错过 而且 每次寿宴结束 浮屠妖皇都会讲到七日 那可是难得的大机缘 抱腰脸上露出浓浓的向往之色 徐军铭点头后 眼底多了一抹思索 啪 一掌拍在他的肩头 兄弟 看在你我也算同族的份上 我就好心带你一程 否则像你这种 刚成妖不久的小家伙 还没到浮屠城 就被其他妖族给生吞了 那就多谢老哥了 不用客气 天下暴族是一家 等从浮屠城回来 我带你去我们黄蜂山入火 那才是我们暴族的大本营 有劳老哥 徐军铭也没想到 自己随心幻化成暴妖后 居然还有这样的机遇 走 我带你去见黄总管 自称黄二的暴妖 带着徐军铭出了饭装 穿过几乎跟人族城镇 相似的街道 来到一座客栈 带着他来到后院 黄老二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难道是那些胡族的娘们 这么快就把你吸干了 几个看守的暴妖 肆无忌惮地调笑道 滚蛋 老子金枪不到 胡族娘们算什么 屋总管可在 总管在里面休息 这小子是谁 看门的暴妖 一指徐军铭 吃饭的时候碰到的 看他跟我们同族便带了回来 先给乌总管看看 看门的暴妖 审视了一下徐军铭后 让开了道路 同为妖族 内部也有纷争 吸纳同族 壮大实力 是所有妖族势力 都会做的事情 我们走 进了门 徐豹 记住我在路上跟你说的话 待会见到乌总管 一定要恭敬 化名徐豹的徐军铭 点了点头 老哥放心 绝不会有半点差错 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紧张 乌总管虽然看着 生人物净 但面冷心热 对贵妇的同族很照顾 徐军铭点了点头 进了内院后 黄二神色也变得谨慎起来 来到门前 乌总管 秉自对黄二求见 进来吧 魂后中透着一丝 沙哑的声音 从内中传来 事意徐军铭跟上后 黄二迈上台阶 推门走了进去 进门就是中堂 前方椅子上 坐着一个身穿 淡黄色长袍 头戴与冠 脸型瘦长 头发花白的老者 在他身上 丝毫看不出妖族的痕迹 跟人族中的花甲老者 一般无二 一进来 徐军铭瞬间便感觉 两道犀利的目光 集中到了自己身上 探寻的意味 十分明显 袁阳玄仙 倒也有几分不凡 不过 想要看透我的真身 还差了点 黄二拜见 吴总管 起来吧 刚到你的话 我听到了 既然 这小子 也是我抱足一脉 就让他留下来吧 多谢 吴总管 徐军铭 连忙上前 既然打定主意 混进浮屠城 顺便见识一下 浮屠山境内的情形 徐军铭 当然要装得像一些 微微点了点头 以后 你就跟着黄二吧 是 挥了挥手 黄二知机地 带着徐军铭走了下去 现在的他 表面上 不过是一个 刚刚进入原因期的抱腰 当然不值得对方关注 离开院子 黄二给他 安排了一个住处 徐老弟 以后 咱们就在一个碗里 刨食了 还请黄老哥 多多照顾 哈哈 你是我带进来的 当然要照顾一二 不过咱们秉自队 只负责照料那些脚马 以及在野外匹柴生活 准备饭食 护卫警戒的事 是甲队和乙队的事情 没多少危险 你也不必紧张 徐军铭点了点头 就此混进了 这只来自黄丰山的宋宝队伍 第二天一早 黄二便带着徐军铭 给脚马们擦洗身体 喂食灵黄草 脚马是北巨卢州 独有的灵种 体内有稀薄的龙穴 体型庞大 力大无穷 日行十万里 而且不挑食 又性格温顺 是所有势力商队们 最喜欢的驼马 把包裹装到脚马上 这些体长三丈 尖高两丈三尺 身上覆盖着足球大小的 黑色鳞片 额头一根螺旋状 独角的庞然大雾们 在黄二等屏字队员的驱赶 和浴室下上路了 九头脚马牌成长长的一对 脚步一脉 土黄色灵光绽放 下一刻便已经是十里之外 这是脚马族特有的神通 缩地成寸 不用成腰也能自如运用 而成腰的脚马 缩地成寸就不再是十里 而是百里 甚至千里万里 在脚马群中央 有一辆漂浮的马车 那是乌总管的座驾 脚马群之外 则是负责保护鹤里的黄蜂山部众 最外围的修为 只有元阳天仙 内侧还有十八位 元阳真仙境抱腰 像黄二这种原神境的马夫尖厨子 在整个护送队伍中 堪称最底层的存在 不过车队内的氛围倒是不错 修为较高的抱腰 也没有歧视像黄二这样 修为低的同族 双方之间吹牛打屁 关系极佳 这不仅让徐军民有些好奇 黄蜂山背后的存在 能让不同秀为的妖族和平共处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脚马的速度很快 但位于浮屠山领地中心的浮屠城 却很远 一日日的赶路或许不累 但时常保持警惕的情况下赶路 很容易让人身心俱疲 所以每隔三日 队伍就要停下来休整一番 中间这支队伍 也挫败了不少想要打劫的妖族强盗 跟东盛神州 南瞻布州一样 在繁荣的皇朝中 都少不了刀头填血之辈 又是第三日 眼看赶不到下一个时阵后 队伍不得不在荒野中扎营 那些呈现的爆妖 很快用土戏道法 建起高墙 雷起高大的石屋 虽然简简单单 但遮风避雨是足够了 用阵法 这个方圆近百姆的营地 忽在中间后 徐军民跟着黄二 把脚马队驱赶到 专门给他们的宽大石屋里 徐小子 今天晚上吃什么 三三两两的护卫们 过来问道 比起人族修士 这些早已避古的妖族妖先 更享受口腹之欲 所以一路来 都会打些肉食 交给他们烹饪 前几天 周三哥打的黄牛还在 今天晚上就炖它了 妖族中一个不成文的规矩 灵智简单 无法划行的畜生 不算妖族 可以猎杀 所以 除了不猎杀豹子 不管是野猪 老虎 还是各种异兽 都在妖族修饰的食谱上 哈哈 徐小子的手艺 可比黄二那夯货好多了 我们有口福了 黄二的厨艺 仅限于清水煮 最多加点盐 比起入道前卫 四目道长做饭多年的他而言 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所以 自从加入这支护宝队 一展厨艺后 他就成了这里专职的厨师 把大锅之上 洗净的牛肉放好 葱姜蒜佐料一放 不需要他开口 旁边已经有修持活法的爆腰 口喷火焰 不一会就把一锅水煮开了 等香味散开 整个营地都是咽口水的声音 一头接近成腰的老牛 肉老 炖了近一个时辰才煮烂了 徐小子 好了没 徐军铭掀开锅盖 伸手一招 一块牛肉 飞入口中嚼了嚼后 点了点头 可以了 早已等待多时的妖怪们 瞬间沸腾 给我一碗 先给我 肉是我找来的 老子烧火 吹得腮帮子都疼了 劳苦功高 先给我 众妖互不相让 但很快有不守规矩的 直接用法力 捏了一大块就跑 这下乱了套 你一块 我一块 一大锅肉 眨眼间连汤都不剩了 第零八三四章 大地之星 先天灵气 这些家伙 一个个都不要脸 也不知道给你留点 黄二看着干净的锅底 怒道 徐军铭看着他 刚刚抢着吃的妖怪中 就有这丝 也许是被他的眼神 看得有些不好意思 黄二招手 扛起大锅 我去洗洗 一溜烟跑了 徐军铭摇了摇头 也不再多管 脚步一脉 身体轻飘飘飞起 落到屋顶上 双手枕在脑后 望着上方越发清晰的夜空 目光渐渐深邃起来 中央石屋窗边 两个身材高大的人 站在一起 遥望前方 他是谁 左侧的锦袍大汉问道 半路上遇到的 看在同族的份上 就留下了 巫总管回道 眉头一皱 身份可靠吗 一路上 我已经暗中观察过多次 没什么问题 而且 一个原因期的小妖 也瞒不过我的神木 巫总管自信道 锦袍大汉点了点头 真而重之地 从怀中拿出一个锦盒 递了过去 这是大王让我教给你的 巫总管接过来打开一看 瞬间色变 大王不是打算 亲自把这东西交给妖皇吗 卧虎山 青石城 天狼山对我们黄蜂山虎视眈眈 大王以及其他几位将军都脱不开身 只能让你跑一趟了 只要到了浮屠城 把东西公开交给妖皇 黄蜂山之围很快就能解去 巫总管点了点头 真是可惜了 这东西如果留在我们黄蜂山 要不了多久 我们的实力就能更上一层楼 锦袍大汉认同地点了点头 而后愤恨道 都是吕锦那个可恶的叛徒 若非他背叛我们黄蜂山 把大帝之心的消息泄露出去 我们黄蜂山何至于落到现在的地步 说到这里 巫总管脸上也一样露出愤怒之色 大帝之心 借助青铜镜 徐军明很容易就弄清楚锦盒中的东西 所谓的大帝之心 其实就是灵蜂 灵蜂也分先后天 多数灵蜂都是产生后天灵气的后天灵蜂 能够产生先天灵气的灵蜂 才有资格称之为大帝之心 先天灵气有五等 太初 太极 太义 太史和太素 所以大帝之心也有五等 太素极树的大帝之心 只对魏成仙的修士有用 太史极树对应的就是元阳仙 太义对应的则是太乙仙 太极自然就是大罗仙 能够引得卧虎山 青狮城 天狼山 这些拥有太乙境修士坐镇的妖族大势力 在妖皇诞辰前出手抢夺 自然是太义级树的大帝之心 这种等级的大帝之心 放入地脉中 产生出来的太义先天灵气 远远超过同等级的灵根 能够极大的增加太乙境修士的修行速度 可谓是正派重宝 不过这东西极为珍贵 整个地仙界中有这种级别重宝的势力 除了佛门祖庭大雷音寺 东圣神州第一道门天师道 以及天庭三处外 还没听说别处有 当然也可能还有 只是别人刻意隐瞒了 没想到紫餐还没到手 就先碰到了如此重宝 出门先算挂旋转方向 果然实明智之举 念头刚落 灵台突然示警 青铜静一扫 瞬间明雾 今晚免不了一场杀戮了 郑昼骂不休的锦袍大汉 和巫总管突然停下 两人对视一眼 齐齐朝远方看去 同时两道淡黄色的光芒 从巫总管双目中射出 就在这时 一道凝炼之极的百丈刀光 带着巨大的威势 从天而降 轰隆 惊天聚阵 护持阵法形成的 护照爆发 冲天光芒 下一刻 一道巨大的锋刃 一根粗如天柱般的金色大棍 狠狠打落下来 阵法再也扛不住连番重击 在一阵玻璃碎裂的声音中 轰然破碎 锦袍大汉和巫总管一飞中天 一边一锤出现在二人手中 法力催动下 重重打在纳刀光 锋刃和大棍上 轰然巨震 两人倒飞回来 黑夜中妖气四溢 三个人影从远处缓缓飞来 在他们身后 数千位顶盔冠甲 气息森严的妖族战士 把这里围的水泄不通 虎鱼 狼十三 师长青 是你们 巫总管神色难看 可不就是我们吗 无风 老朋友相见 不该先请我们喝一杯吗 身高九尺 扛着一把银白巨刀的 三丈巨汉大笑道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来的 锦袍大汉 孔圣神色难看 你们黄蜂山的护宝队 以为乔装打扮一番 扮成商队 从地上行走 就能够躲过我们的追查 不得不说 这主意简直太蠢了 若非知道东西不在 我们早就把这支护宝队连过端了 不过事实证明 留着你们 还真派上了大用场 东南角身穿青色软甲 脸型瘦长 眼神狭长如狼的年轻人 带着几分自得的笑道 孔圣和乌风神色 阴沉到了极点 把东西交出来 留你们不死 东方一头金黄色尸发的 黄袍大汉冷声道 休想 想要得到大地之心 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乌风沉声道 黄袍大汉 师长青木光 再次冷冽起来 早就说过 他们冥顽不灵 你们非要劝降 现在都看到了吧 狼十三耸了耸肩 谁知道他们对 黄风山那疯婆子 这么忠心 虎云把抗在肩膀上的 巨刀拿下来 既然不投降 那就成全他们 杀 一声爆喝 周围的妖军 瞬间冲了上来 刀剑出鞘 枪矛向前 惨烈的杀戮之气 直冲天际 动 魂后的钟声 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 但见 原本快要厮杀在一起的妖兵们 仿佛喝醉了酒 晃了晃 便倒在了地上 叮光 兵器洒了一地 狼十三 虎云 师长青 孔圣 乌风直觉脑中一痛 法力瞬间失去了控制 是你 看着从屋顶上缓缓飞起的高大身影 乌风难以置信道 淡淡一笑 徐军明伸手一招 后者腰间的法带飞入他的手中 只看得乌风目刺欲裂 咬牙切齿 往我收留你 居然没看出 你是个卑鄙之妖 你错了 我是人而飞妖 催动丹田封印法符 淡黄色封印神光散开 周围的所有妖族 仿佛瞬间陷入冰冻的蛆虫 再也不动了 伸手一招 全部飞入他的袖中 心中一动 混元神门投影闪过 一层坚韧的空间金币 隔绝内外 拿出先前的木盒打开后 那中一团星星点点的淡黄色雾气 出现在眼前 这雾气看起来就像记忆中的银河系 中间亮度惊人 六条仿佛无数星辰聚集而成的悬壁 顺时针绕着中间的光团旋转 嗯 眉头瞬间骤紧 左手一握 整个木盒 砰一下炸开 大地之星 瞬间化作一团浓厚之际的太极先天灵气 张开嘴 如同长颈溪水般 所有太极先天灵气 全部吞下 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并完全炼化了 没想到所谓的大地之星 只是一团太极先天灵气 幻化而成 刚要离开 转瞬又停了下来 不对 大地之星珍贵无比 一个从未见过的人 怎么可能弄出如此相似的一个外壳 而且太极先天灵气珍贵无比 地先界中少之又少 没有源头 谁舍得浪费这宝贵的灵气 那黄蜂山之主一定见过大地之星 至于他有没有 徐军铭还无法肯定 有心去求证一番 但想想自己来此的目的 还是那紫餐对他更有吸引力 至于大地之星 极品先天灵跟黄钟离转化的太出先天灵气 可比太极先天灵气更珍贵 原本打算通过这支队伍 混进浮屠城 如今看来 真是白费了一番心思 大袖一挥 抹平此地后 深化顿光 快速朝北方飞去 徐军铭离去后三日 又是一天夜晚 万籁俱静的夜空下 一个黑色的身影 无声无息地从土地中冒了出来 黑暗包围下 说不出的诡异 黑影左右打量一番后 伸手一抓 无穷气流云集 观察半晌后 气息到这里就断了 看来 他们已经遭遇不测 就是不知道 到底是谁出手 黑影无声无息地 在周围摆帐内游荡半晌 毫无收获后 无声无息地没入地下消失了 黑影离开片刻 三个高大的身影 从天而降 强横的法力散开 瞬间经走了无数黑夜中 觅食的野兽重建 狼十三他们的气息消失在此地 金发壮汉道 看这里的情形 他们多半遭遇了不测 销售汉子陈生道 可恶 没想到 我们居然中了迎报 那婆娘的暗度陈仓之急 身穿金甲 讹声神文的大汉怒声道 这个方向是去浮屠城的 要是让那婆娘 把大帝之心献给妖皇 我们可就竹篮打水 一场空了 金发壮汉道 不会 那婆娘不是傻子 大帝之心如此宝贵的东西 不到绝境 他绝不会陷出去 销售汉子肯定道 我们去哪抓他 当然是浮屠城 黄蜂山已破 他绝不会再回去了 现在对他而言 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浮屠城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走 三道顿光冲天起 第零八三五章 浮屠城 方氏韬宝 浮屠城 浮屠山妖亭第一大城 南北三千里 东西三千三百里 位于浮屠山最大的平原 天妖平原上 亿万妖族云集于此 一城之地 堪彼一国 这是浮屠山妖亭的核心精华 高手无数 又到了千年一度的浮屠山妖皇诞辰之期 浮屠城张灯结彩 花红柳绿 迎接浮屠山麾下 三十七妖山 八十九妖城 一百零八妖洞的强者 络一步觉得车马队 顺着勾连浮屠城的宽阔石板路 缓缓入城 徐军铭混在入城的队伍中 审视着这座在地仙界 声名赫赫的大城 高达千丈的城墙 闪烁淡淡灵光 很显然上面施加了强大的静止 两侧洞开的城门外 站着三十多位身高九尺 顶窥冠甲的妖兵 看他们身上的气息 显然都是究竟训练的精锐 穿过足有三百丈近深的门洞 便进入了瓮城 在穿过一到两百丈长的门洞后 才算是进了浮屠城的外城 跟东盛神州 南瞻布州 犀牛鹤州的那些人族大城一样 辉红的城池中 也有分成了外城 中城 内城三部分 外城驻平民 中城居富户 内城则是达官显贵的住所 不过浮屠城中并没有黄城 或者说 他的黄城并不在城中 抬头仰望悬浮在浮屠城 上方千丈 远看不过百丈大小的 苍翠小山 那就是浮屠山 第一次来浮屠城 旁边一个身穿青色长袍的男蛇腰突然插画进来 看了他一眼 徐军鸣点了点头 浮屠山可是妖皇至宝 别看从外面看 只是百丈大小 里面却有千万里之巨 是妖皇手中第一宝宝 这么说 老阁曾经进去过了 蛇腰摇了摇头 但很快欣喜起来 以前修为不够 没捞着进去 但如今我已度过天节成就天仙之体 肯定可以进去听道 只有成仙才能进去听道 这当然 妖皇陛下道法高深 修为太低 就算去了也听不懂 说罢瞥了眼徐军鸣 后者展示出来的修为 不过原神后期 这次你是没机会了 不过可以去中城看看 那里的方式允集了 来自整个浮屠山腰域的宝物 机会难得 多花点心思 能便宜买到不少好东西 多谢相告 摆了摆手 装逼完毕的蛇腰 背着双手 迈着八字不走了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徐军鸣看了看半空中的浮屠山 淡淡一笑 有意思 距离寿淡之期还有几天 他也不着急动手 随着人流 很快便找到了方式所在 作为占地 二十多万亿里 浮屠山领地中最大的方式 十几万大小摊位 云集于此 两侧还有几千家店铺 奇异的是 这里不仅有妖族的店 还有巫族和妖族开设的店铺 当然能够在这里 开店的人族和巫族 背后必然有强横的势力支撑 徐军鸣仅仅仅是看了一眼 便没打算进那些店铺 明码标价的东西 他不需要 掏宝简陋 才是他的乐趣所在 不管是什么样的宝贝 在青铜镜面前 都无所遁形 不过 想要十几万地摊中 掏到宝贝 比大浪逃杀好不了多少 一个个看过去 虽然不乏好东西 但让他眼前一亮的 却一见没有 咦 加快脚步 很快来到一个 买卖灵药的摊子前 妖族不像人族 真正有传承的炼丹事不多 所以很多灵药 都是直接出手 而不是炼成丹 想这个摊子 长三丈 宽一丈九尺 上面零零总总 摆放了不下三百种灵药 看得出来 摊主是个有心之辈 各种不同的灵药 都制作成了简单的名牌 加以介绍 摆放的灵药 用玉盒盛放 再加上合适的封印 保证药效 不会流失 抬头一看 一个身穿淡金色长袍 头戴花帽 满脸堆笑的胖子 映入眼帘 原来是头猪妖 虽然人族经常用笨的像猪来骂人 实际上猪不仅不笨 还是少有的聪明之辈 但凡化形的猪妖 实力普遍不差 头脑更加聪明 就像眼前这个笑眯眯的家伙 就是一个原扬惊鲜境界的猪妖 兄弟 看上哪个了 放心 俺老猪这摊子 价钱绝对公道 这些桃种 怎么骂 一个脸盆大小的玉盒中 堆了近百粒桃盒 因为外壳的保护 桃盒灵性暗藏 除非有秘书 否则 很少有人能看出他们的虚实 兄弟好眼光 这些都是碧水桃的种子 碧水桃可是原扬上品的先种 其功效 不比王母娘娘盘桃园中那些三千年盘桃逊色 碧水桃 徐军鸣不陌生 她的造化灵池中就有 所皆碧水桃 虽然不如王母娘娘三千年盘桃 却也差不了太多 不过这些桃种可不是碧水桃仙根的桃种 而是大洞灵根空心灵桃的种子 仙种和普通灵种的差距 几乎是天与地的差别 多少丹药一颗 销行界交换都是丹药作为货币 夹杂以物一物 一粒原扬清云丹换一粒 原扬清云丹是浮屠山岭地中 最为常见的原扬中品灵丹 传闻是妖皇亲自祭练出来的灵丹 功效不俗 你这只是种子 不是灵根 一粒清云丹换一粒 有些贵了 徐军铭没戳破这桃种的虚实 猪妖眼神精亮 兄弟要几粒 要是多的话 我可以便宜点 八粒 多了我也养不活 也罢 兄弟是我第一个客人 我看你也投缘 就六粒原扬清云丹 虽然知道这是套话 徐军铭也不想浪费时间 一拍腰间葫芦 一个青色瓷瓶飞了过去 我没有原扬清云丹 不过这里面的丹药 药效并不差 你看看 可以的话 就以此交换 猪妖抓住瓷瓶 打开后 嗅了一口 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它是食货之辈 瞬间便明白 这丹药的药性 比原扬清云丹 还要强上不少 可以 可以 收起丹药后 猪妖变换首绝 解开玉盒上的封印 您自己选 还是我给你拿 我自己来吧 徐军铭攻身 从中选了八枚 不多不少 正好八个 猪妖点头后 递过来一枚玉盒 送给你的 看着神色殷勤 仿佛赚了大便宜的猪妖 徐军铭淡淡一笑 转身离去 走得远了 找了个安静的角落 拿出那盒子 简单一条 随手扔了五个 只剩下三个汁 重置地收了起来 也不知道 这东西 是怎么从天庭流出来的 借助青铜镜 他在这三粒陶河上 感受到了 跟那猪蜜藏在 王母瑶池 江山设计图防品中 上品 先天灵根 盘桃树 相似的气息 这意味着 如果有足够的灵气培育 这起码是 大罗极品的后天灵根 不过以地仙界的灵气浓度 根本培育 不出如此强大的灵根 估计这也是 这些陶河流落出来的原因 暂且收着 等去了比地仙界 更强大的世界 再培育也不迟 得了一份不错的收获 他对防尸中 十几万地摊 变得更加期待起来 虽然这里好东西不多 但花上足够的时间 也能掏到大宝贝 看了数百个地摊后 果然又发现了好东西 这次不是灵根 而是灵根 灵药 丹药 仙气 灵财 琳琅满目的摊位 种类众多 但数量却不多 加起来不过百样而已 但上面的东西 品级却不差 多数都是原样级别 三分之一 达到太乙级别 坐在摊位后面的狐妖 更是太乙真仙级别的大妖 简单审视一番 这头明显修行多年 道横精神的老狐后 徐军明伸手一指 这青桑树根怎么卖 青桑树是一种太乙上品的灵根 开花结果 到成熟 需要六千年 所产青桑 是炼制很多阴属性灵丹 不可缺少的主材 现在徐军明所指的 只是一株 比脸盆稍大一些的树根 一枚灵符贴在半尺高 残留的树干上 上面散发着明显的空间波动 很显然 它开辟了一个空间 来放置这株本应该巨大无棚的青桑树根 老狐看了它一眼 一件九道灵静的上品仙堡 九道灵静几乎是上品仙堡中 最顶尖的存在 这块青桑树根虽然价值颇高 但也不止一件九灵静上品仙堡 老狐一笑 亦有所指 道友看上的 恐怕不是这青桑树根 阁下何意 徐军明神色不变 青桑树根下 琥珀中的蜂巢保存得很完整 陆在外面的七彩琉璃风 清晰可变 所以这蜂巢中 有极大的可能存在七彩琉璃风的蜂蜜 道友想必也知道 这种大罗级别的灵密 价值极高 到时别说 是一件九灵静的上品仙堡 就是十几道灵静的极品仙堡 也未必不可能换来 听到这里 徐军明也明白过来 这老狐早就明白这青桑树根的虚实 之所以摆在这里 完全是为了钓鱼 第0836章 青桑树根 七彩琉璃风 你也说了 只是有可能 而且就算里面有七彩琉璃风的蜂蜜 亿万年下来 灵气也早就散光了 道友此言诧异 青桑灵树树枝所花的琥珀 在保存药性方面 不次于清灵神域 虽然亿万年沧桑变换 蜂蜜未必失色多少 再加上这块灵木 换一件九道灵静的上品仙堡 并不过分 老胡双目紧盯着他 他把这件青桑树根摆在这里半月了 过来问的不少 但答应换的却一个没有 顶级的上品仙堡极为宝贵 谁也不会拿去毒里面 有没有七彩琉璃风的蜂蜜 有的话 是不是大罗级别的品质 徐军明简单思索后 伸手一纸旁边 一块碗口大小 通体紫黑 泛着淡紫色灵光的石头 再加上这块紫阴石 紫阴石是太以上品的灵财 蕴含浓郁的少阴灵器 以它为主 添加少量辅才 徐军明就能练出一件上品仙堡 刚刚那青桑树根等于白转 我要先看看你的上品仙堡 徐军明点头后 左手摊开 黑衫印飞了出来 这东西在他手里可有可无 换出去也无妨 老胡一见 眼中瞬间露出喜色 刚要答应 等等 浑厚的声音下 一根粗壮的胳膊伸了过来 转头看去 一个身穿黑色长袍 身材雄壮 满头湿发的壮汉 映入眼帘 泰乙玄仙级别的修为 透出巨大的压迫性 这东西我要了 左掌摊开 一把气息凌厉的短剑浮现出来 一看便知 这是一件九道仙境的上品仙堡 徐军明眉头一皱 眼底闪过冷光 有心给他一个教训 但想想自己此刻深处浮屠城 周围全是妖族 一旦动手 便再也无法隐藏身份 而且他来这里的目的是 为了灵药 然后才是其他 万事都有个先来后道 徐军明沉声道 本王不知道什么叫先来后道 只知道驾高者得 师发壮汉傲然道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徐军明懒得再说 目光一转 看向那老胡 后者黑黑一笑 伸手一招 徐军明手里的黑山印飞了过去 我还是更喜欢讲规矩的腰 你 别冲动 一个身高九尺的青袍狼脸汉子 按住了师发壮汉的肩膀 神识传音 这老胡乃是浮屠 山妖皇陛下 韩光殿总管 无事不要招惹 师发壮汉脸色一变 韩光殿是妖皇 照见麾下大妖的地方 能够做到总管之位 必然是妖皇面前的亲信 虽然修为不如自己 但在浮屠城里 只需一句话 成卫军就能灭了他 别忘了我们来此的目点 快走 师发壮汉收起短见 狠狠地瞪了徐军明以后 转身随狼脸汉子 快步离去了 把刚才的变化看在眼中 徐军明再傻 也明白面前的老胡 只怕非同一般 多谢 老胡摆了摆手 我不是为了帮你 随手一挥 树根和灵才落到他的手中 奉劝你一句 师族中很多都是不讲规矩的家伙 若是你不想死的 不明不白 就不要去外城 徐军明点了点头 收起两件东西后 转身离去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一个太以天仙境界的路腰 胆子倒是不小 虽然中间出了一些意外 但不菲的收获 不仅没有让徐军明停下 反而更激发了 他淘宝简陋的兴趣 不过 也不知道是不是消耗了所有的运气 接下来看了近数千家摊位 都没看到一件满意的东西 眼看天色已黑 方式已经收摊 徐军明也找了家猫腰开的客栈 租了间上房 催动混元神门投影 强大的空间神力 在指尺间 开辟出一个巨大的空间 伸手一指 青桑树根和紫英石上 飞出两道空间法幅 两者体积暴涨 虚余间 原本不过脸盆大小的青桑树根 已经变成两千丈高 扑散开来近四千丈的庞然大物 在青桑树根直径千丈 高数百丈的大木桩上 粘着一块直径数百丈 通体明黄色的硕大琥珀 琥珀中 是一块直径三百丈的椭圆形蜂窝 蜂窝上方 一只三尺长 闪烁七彩 仿佛水晶雕琢而成的蜜蜂 栩栩如生 这就是大罗中品灵虫七彩琉璃蜂 这种灵蜂性情凶悍 体魄坚固 水火不清 刀剑难伤 天生的七彩琉璃神光 容金化铁 十分厉害 七彩琉璃蜂成群出动时 就算是大罗金仙也要退避三射 不过 他们也不是没有弱点 雷弱的神魂 让他们很难抵挡强大的神魂道法 但能够在魂道上修行有成的人却不多 所以 七彩琉璃蜂在上古时期声名赫赫 不少仙人都培育他们作为自己的护法灵虫 不过 除了强大的战斗力 七彩琉璃蜂所产的灵蜜 也是无上妙品 催动青铜镜 蜂巢内的情形一览无余 大大小小的七彩琉璃 蜂位集在一起 仍然保持着他们死前的样子 在蜂房中心 可以看到粘稠的淡黄色灵蜜 以及隔壁不远 下身乘仿垂形 已经死去的蜂后 徐军明伸手一指 一个空间通道 直接连接到蜂巢核心 把内里的灵蜜 全都吸了出来 亿万年的时间 让这灵蜜精华 已经不复当初 但在蜂巢和琥珀的保护下 功效倒是 不比太乙极品的灵药差 当然 如果仅仅是如此 不值得徐军明大费周折 小心催动胡天道法 十一枚手指粗 七彩色的疯乱 顺着空间通道飞了出来 虽然不知道 当初这一窝七彩琉璃蜂 遭遇了怎样的劫难 几乎瞬间死尽 但这十一枚风卵 因为哀得灵蜜较尽 得了供养 保留了活性 幸好你们遇到的是我 伸手一指 混原神门投影中 飞出道道造化灵气 得了补充 原本微弱的生机 开始强盛起来 风卵周围的七彩灵光 也肉眼可见地壮大起来 两久之后 徐军鸣才停下 仙京造化灵池中的造化灵气 蕴养一番 再用黄中里的太初 先天灵气孵化 这窝七彩琉璃蜂 就算是活了 他不指望这些小东西 为自己出生入死 将来 他们产下的灵蜜 才是好东西 这是天然的灵丹 完全不需要炼制就能服用 当然 若是炼制疗伤丹 蕴神丹 七彩琉璃灵蜜 都是最佳的主要 大秀一挥 清桑树根 琥珀 蜂卵 紫荫石 以及最开始得来的陶河 全都飞进了混元神门 他在这里的 只是一尊分身 想要发挥这些东西的价值 还需要本尊才行 诸事完成 催动青铜镜投影 朝远处 那浮屠山看去 结果还没等看清 就听外面如雷巨响 仿佛于打芭蕉般传来 紧接着 浩荡的法力波动 肆虐四方 徐军铭心中一动 飞身出了客栈 但见 外城上方 四道身影 你来我往 战况激烈 是他们 徐军铭瞬间认出 在这四腰中 有两位正是先前 在那老胡摊位上 想要跟自己 争夺青桑树根的 施发大汉 以及最后阻止 他的狼脸汉子 跟他们一切的 还有一个身高三丈 手持一把巨刀的虎妖 三腰都是 太乙玄线的修为 走马灯般 围着中间 一个纤细的身影 激烈拼杀 好歹 居然敢在浮屠城动手 而等真真是该死 伴随着怒吼 一道巨大的金戈 如同喷发的火山 带着无边大力 直朝四腰横扫而来 太乙惊仙 手当其冲的虎妖 额头神纹绽放神光 掌中巨刀膨胀 两千倍 当 金铁骄鸣之声 惊天动地 巨刀瞬间破碎 金戈也被打得倒飞出去 壮硕的虎妖 也被震得后退三丈 严密的包围圈 瞬间出现了破绽 那纤细身影 骄斥一声 手中长剑 刷刷刷 一连三剑 强大的剑势 锥心逐电 瞬间逼住了三腰 身形一纵 仿佛一道青烟 闪电般出了包围圈 消失在浮屠城重重阁楼间 休想逃 金发壮汉怒吼一声 背后现出巨大的金狮幻象 结果还没等他催动 狮卒先天神通 狮子吼 就被一道巨大的金鸽打断了 而等该死 愤怒的声音中饱含杀气 如果先前的金鸽 只是为了情敌 这次的金鸽 便是毫不留情的杀敌 威力强大了数倍 虎妖 狮发大汉 狼脸汉子 不敢怠慢 刀光 音波 锋刃 联手挡住金鸽后 也消失在浮屠城中 浮屠城中 妖族众多 一旦催动强大的妖法 必然会造成惨重伤亡 所以 不管是那里来的妖族 都会顾忌重重 成卫军更是如此 金鸽仿佛一座巨山 悬浮在浮屠城上方 却久久未成斩下 成卫军听令 封锁三十六门 把这四个老鼠给我招出来 愤怒的声音传遍四方 遵令 轰然应命的成卫军 快速出动 关闭了浮屠城三十六门后 整个城池的阵法被启动 这时候 除非有妖皇亲赐的浮屠经令 否则就算是太乙惊仙 也别想出去 因为妖皇千年诞辰的关系 来此为妖皇贺寿的势力众多 大家都看到了 刚才斗法的一幕 第0837章 浮屠山 四妖王 这几个家伙 还真是够大胆 居然在这个时候 在浮屠城中斗法 这是在打浮屠城 魏司 彭将军 金庭的脸啊 呵呵 原本以为 这几天会很无聊 现在看来 有好戏看了 对了 有认识那几个家伙的吗 太乙玄仙 定然不是无名之辈 我认识 那虎妖乃是南疆卧虎山之主 黄虎大王 那金头发的 则是金狮城二城主 金狮王 狼脸汉子 则是天狼山银狼大王 被他们围攻的 应该是黄蜂山之主 银豹大王 原来是他们 我倒也听过一二 不过 这些家伙 怎么敢公然在浮屠城动手 不怕将来 陈卫军到南疆找他们麻烦 谁知道呢 陈卫军来了 小心应付 这些家伙 可正在气头上 说着无心 听者有意 黄蜂山之主 黄虎大王 金狮王 银狼王 我跟他们还真是有缘 心思浮动间 身体缓缓飞落 不一会 身穿盔甲的陈卫军 涌入客栈 全部检查一遍 并未找到目标后 便离开了 徐军铭缓缓摇头 他不看好陈卫军 浮屠城中妖族 数以亿万 妖皇千年受淡 又涌进来了无数妖族 想在这么多妖中 找出四个 太乙玄仙级别的高手 不说南比登天 也是大海捞针 果然 任凭陈卫军翻遍全城 四妖就仿佛消失了一般 再无半点消息 在陈卫军急促的脚步声中 夜色逐渐过去 第二天 封闭的城门全部打开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四个毛贼 怎么也比不上妖皇 陛下的兽弹重要 若是堵塞城门 外来贺寿的队伍进不来 非闹翻天不可 方氏中依旧热闹 昨日收获不错的徐军铭 带着无穷期待 继续逃跑 运气不错 没多久 就从一个摊子上 掏了一块古旧的玉检 这玉检表面看 只记录了一门 名为剑气凌空爵的 原阳境界修密点 实际上在其深处 还有一道封印 只是这封印 蕴含简单的时间道奥秘 除非参悟过此道 或者修为绝高 否则难以发现 徐军铭精通时间道 更精通封印道 借助青铜镜参悟片刻 便解开了这个封印 瞬间无数石纹飞入石海 玄松笔记 通过名字便知道 这是一个名为 玄松的炼器士 留下的修炼笔记 略作参悟 徐军铭瞬间惊讶 好生玄奥 这笔记中并无功法 但记载的道理 却前所未有的高深 全都是大罗修士 才能涉猎的深奥庙里 其中主要为五行道 夹杂少部分单道 最后一句话 则让徐军铭心中震撼 紫霄三讲 整理所得 紫霄宫三次讲道 是整个上古时期 最著名的盛世 道祖红军开启了 上古修行界 强者无数的大事 那是一个 让无数修士向往的时代 如果这御剑中记载 全部是真话 那留下他的玄松 定然是当初 紫霄宫三千克之一 能进入紫霄宫的 至少也是大罗 活到现在的话 怎么也是大罗金仙了 看着手中御剑 龙帝有福了 这预见中 大半都在讲五行 跟修行五行道的龙帝 堪称无缝衔接 再加上混元神门 和青铜镜帮主 五百年后 他必定能够进阶大罗 夹杂的丹道部分 明显不如五行道 甚至还不如 现在的徐军铭 不过其中记载的 炼丹守法 以及几个大罗镜的丹方 对他极有帮助 这可真是大收获 心中赞叹之余 对方氏越发的期待 结果走了没多久 眉头便皱了起来 冷冷一笑 离开方氏 在浮屠城中转了起来 走进一个无人的胡同 停下脚步 转过身 既然不想出手 那就出来吧 空旷的胡同中 只有风声 并无异样 徐军铭冷哼一声 左掌抬起 空间法复闪耀 重重空间避障 闪电般向前延伸 停 我并无敌意 空间避障 不仅没停 反而更快了 大地之星 徐军铭心中一动 左掌一握 空间波动 瞬间停滞 半空中 一个修长的身影 仿佛梦幻泡影般 逐渐凝食 这是个有着一头银发 精致的脸蛋上 透出狂放野性的 年轻女子 黑色的皮甲 恰到好处地 衬托出她前突后翘 火爆之急的高挑身材 果然 乌风他们都被你所杀 徐军铭摇了摇头 我没有杀他们 只是让他们 换了一个地方生活而已 在路上 那些抱腰对她不错 她当然不会通下杀手 只是把他们 带去了重山世界 我怎么知道 你说的是真话 我没有必要向你解释 顿了一下 大帝之心 真在你手里 你觉得呢 徐军铭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跟你交换 极品太乙灵根 或者极品仙宝 任你选择 迎爆脸色微变 看不出来 你有这么多宝贝 屈指一弹 一道灵符飞了过去 看她接住后 给你三日考虑时间 过期不后 等等 徐军铭停下脚步 询问的目光看了过去 你的修为 应该不只是太乙天仙 你欲如何 我跟你交换大帝之心 但你要助我扫青卧虎山 青狮城和天狼山 神色很利 欲气中满是恨你 可以 不过我要先看看 你手中大帝之心的橙色 东西 我没带在身上 徐军铭眉头一皱 你耍我 当然不 我被那三个混蛋追杀 朝不保夕 大帝之心 如此重要的东西 当然不能带在身上 两人目光交锋 两久后 徐军铭身影 缓缓消失 姑且相信你 不过 我要见到大帝之心后 才会出手 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 我还要参加妖皇诞辰 一切等此事之后再说 好好藏着吧 若是你死了 一切作罢 鱼鹰鸟鸟 再无声息 可恶的混蛋 骂了一句后 迎爆目光闪烁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日子一天天过 很快就到了 每千年一次的 妖皇诞辰之期 天刚亮 浩荡的钟声 已然响了起来 黄中大旅般的钟声 笼罩方圆亿万里 连续十二响后才停下 程卫军顶盔冠甲 刀枪出鞘 把整个浮屠成手的密布透风 同时 九道巨大的彩虹桥 勾连浮屠山羽下方的城池 宽达十八丈的彩虹桥上 威武的卫兵列队整齐 目不斜视 因为不是第一次 所以很多有经验的大妖 已经带着礼物 顺着彩虹桥 一步步走了上去 虽然没有近空法阵 但没妖敢飞 但凡这样做的 都被程卫军轰杀 而且 除了已经呈现的妖 剩下的都没资格踏上彩虹桥 徐军明跟在人流当中 一步步沿着彩虹桥向上 一个时辰后 面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牌坊 牌坊上方 浮屠山密近五字一一生辉 从牌坊中间进去后 眼前的一切骤然变化 不过百丈大小的山峰 已然变成了一座 连绵起伏的庞大山脉 中间勾股纵横 河湖遍布 灵气更是比外面浓郁了数百倍 第一次来的妖族 看到如此巨变 纷纷惊呼出声 来过一次的妖族 仗着过去的惊艳 脸上带着得意之色的 朝朋友吹嘘 一时间 队伍里热闹分成 喧哗一片 开始的时候 左右兵丁还听之认之 但等到在踏上彩虹桥时 便有卫兵过来呵斥 让众人保持安静 穿过彩虹桥 前方出现了一座广场 人流被分成数十队 每一队尽头都有一个书记官 他们负责等级贺寿者的信息 以及礼物 徐军明随意报了个名字 奉上一件鸳鸯极品仙器后 在一头熊妖的带领下 沿着另一条彩虹桥 穿过崇重大山后 来到了深处 一座巨大的法台前 这法台明显是用一座山开辟而成 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座直径不等的圆形广场 叠加城 最上面的广场直径九丈 高六丈 位置最显赫 不出意外 应该是留给浮屠妖黄的讲道之所 第二层直径三十丈 高九丈 这是距离讲台最近的位置 很多奉上厚礼的太乙金仙 被引到了这里 第三层直径三百丈 高六十丈 这是第二等听到位置 能坐在这里的都是太乙玄仙 依次向下 总计有九层台阶 根据众人的修为和线上受理的多寡 安排不同的座次 徐军明在第五层 坐在这里的 多是如他一样的太乙天仙 少部分奉上厚礼的元阳金仙 以及少部分比较抠的太乙真仙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曾经空旷的法台上渐渐坐满了 讲道的时辰也越来越近 东东 不疾不徐的钟声再次回荡起来 整座浮屠山秘境大放光芒 浩荡的神光 接天连地 神圣无比 一股强大之极 无边无牙的强横气息 从天而降 眨眼间 最顶层的法台上 已经出现了一位身穿赤色长袍 头戴地冠 身材高大 体魄雄壮的大汗 双手背负在身后的他 只有一股渊庭跃至的气息 第0838章 后天极品林根 万千目光凝聚在浮屠山妖皇身上 徐军明也是其中之一 不过比起旁人 他用青铜镜看得更清楚 一股庞大的气息 在浮屠山妖皇头顶百丈处 化作一头通体火赤 生着五条尾巴 顶身独角 掌香四报的庞然巨兽 原来他的本体是征 征是山海金中一寿 也是上古遗留的灵种 参见妖皇陛下 周围众妖齐身恭贺 而等平身 谢陛下 而等千里迢迢来为朕贺寿 朕深赶在怀 将讲到七日 以仇而等劳苦 众妖轰然道谢后 浮屠山妖皇盘息而作 也没再多说什么花哨的场面话 直接开讲大道 一开始 袁阳天仙还听得懂 约莫三四个时辰后 逐渐变得高深起来 徐军明听了一会 浮屠山妖皇 讲述最多的是火系道法 其他虽有涉猎 但并不精深 很显然 他精修的便是火之道 虽然 听到对他而言没什么帮助 但徐军明仍然忍到第六日才动手 这时候的道法 只有那些太乙玄仙和金仙 才能听懂 不过就算是听不懂 很多妖族 还是渴望记下一两句 希望将来再有 所以 整个江道台上 众妖仍然沉静其中 时间差不多了 看了眼沉静其中的浮屠山妖皇后 催动胡天法符 身形瞬间消失 小心地离开 讲道台所在后 顿速瞬间加快 不过片刻 不过片刻便来到了浮屠山最高峰 薛平的峰顶上 并无华丽的宫殿 各种灵树包围中 一座灵狐的石屋 出现在眼前 这石屋看似普通 实际上却被重重禁止笼罩 一个不小心触动 就会瞬间惊动 讲道的妖皇陷入生死危机 好在徐军明不仅精通阵道和封印道 更精通空间之道 仗着青铜镜的大威能和混元神门 带来的时间上的优势 他已经参悟了这里的禁止和阵法 轻飘飘落在院门前 简单看了眼 两扇普普通通的黑色木门后 徐军明只觉变幻 无数灵光没入木门 开 吱压一声 两扇木门打开 徐军明迈步走了进去 这是一个月有三四百平大小的院子 周围栽种花草 看起来跟普通农家小院没什么区别 但能够被一个大罗修士 留在自己道场中的东西 没有一件是普通货色 徐军明目的明确 脚步沾地 直接来到石屋门前 两扇石门上 鸣刻着繁复的花纹 强大的静置隔绝内外 这次徐军明的手印变得更加冗长 足足结了近千个印后 石门才缓缓打开 一个约末五十平大小的厅堂 出现在自己面前 正对面是一幅 道家流传甚广的紫霄宫讲道图 画面中 道祖红军高座中央 两侧浩天 姚翅二统子 恭敬势力 下手太清道人 玉清道人 上清道人 接引道人 准提道人和女娲娘娘 正聆听道理 在下方便是紫霄宫三千克 镇原子 昆鹏 帝骏 东皇太义等全都在座 讲到图下 方便是一个赤玉铺团 铺团前方是一尺二村高 八尺长的矮桌 桌子上放着一个青年鸟鸟的黄铜香炉 香炉左侧散落着几本经书 显然是经常翻动之物 伸手一招 一册经书飞入掌中 展开后 赤松子说 玄火真经 七个识文映入眼中 顾名思义 这也是一篇笔记 赤松子是道教先辈 活跃在三皇时期 内中讲述的是大罗境界的火焰道则 虽然高深 但相比他从浮屠城方势中掏到的悬松笔记却差了不少 随手放回去后 没有再看剩下的 也没去左侧的单房和右侧的藏书室 虽然那里好东西也不少 但他更想要那珠子餐 微微吸了口气 徐军铭掐动手印 繁复的灵爵飞向前方 但见 原本悬挂在墙壁上的紫霄厅道图 居然绽放起道道紫光 两久之后 一个脸盆大小的紫色洞口出现在面前 带着浓浓的漆带飞尸而入 眨眼间 眼前出现了一个满目葱绿的小山谷 在这片万亩左右的山谷中 充斥着浓郁之极的青木灵器 一眼可见 各种珍惜灵药 长势旺盛 浮屠山妖黄也跟徐军铭一样 用各种草木精灵 搭理自己的药园 已经提前踩过点的徐军铭 直奔药园中央 不过片刻 便落在了一个篱笆扎城 约莫三亩左右的园子外面 一眼可见 不算很大的园子中 大大小小 长了数百珠子餐 年份最小也有数千年 年份最大的已经有五六万年 但所有这些 都比不上最中间 悬浮在一块九丈大小的混沌神石上 约莫三丈大小 笼罩在一片雾蒙蒙碧光 洋溢着惊人耀气的紫色人身 这是他看到的 除了黄中里外 第二株能够直接吸纳 后天混沌灵气的灵根 而且他并非先天灵根 而是一株后天灵根 看到他 徐军铭瞬间觉得自己万里迢迢 放下即将爆发大战的天庭 赶来此地 真的太值了 一株后天极品灵根 虽然不如黄中里 但也是修行界最顶尖的质宝 以他的根须为主要 完全可以 炼出大罗级别的增弓丹 就在徐军铭心思浮动的时候 药元的禁止突然被触动 心中大惊 难道讲到已经结束了 顾不上再去破解篱笆上的禁止 催动混元神门投影 封住参元后 直接收了进去 下一刻 他清晰地感应到了一股 汗天洞地的火焰之气 风驰电掣而来 同时 也看到了突兀地出现在药元中的 赫然是当初跟他交易的迎报大王 此刻的他 神色惊慌 显然也没料到 有人截足仙灯 夺走了自己渴望的灵药 看着那快速涅滅的空间通道 以及空空如也的参元 该死的 到底是谁 抢了姑奶奶的宝贝 感受到飞速接近的庞然气息 不敢怠慢 连忙扔出一张灵光闪耀的灵符 光芒暴涨 迎报的身影也随之消失 下一刻 满脸怒气的浮屠 山腰黄飞了进来 看到空空如也的参元 目刺欲裂 好 惊天洞地的咆哮 震动天地 愤怒的气息 让所有妖族匍匐在地 战战兢兢 崇山居造化领导 徐军明为了安置这株 至少生存了亿万年的后天 极品子餐 专门开辟了一个千里之巨的 小洞天 而且 把原本栽种于造化领导中的各种灵餐 全都放了进去 有了极品后天子餐丰厚的 太初先天灵气滋养 这数千株灵餐的掌势 瞬间提升了数个等级 可惜 这紫餐到底不如黄中脸 否则 你我修为提升的速度 还能更快 太义真君道 别贪心不足了 有了这宝贝 造化领导便不缺高质量的灵气 黄中蜜转化的太初先天灵气 能全部拿来修炼或炼气 效率提升了数倍 徐军明道 太义真君点了点头 这下任老二心里又不平衡了 徐军明明白 他话里的意思 这次浮屠山之行 得了玄松笔记 最高薪的就是龙帝 日后道徒通畅 再无挂暗 太义真君主修吞噬道 一个契合本身道法的滔天内丹 让他省去亿万年苦修之功 未来可期 徐军明坐拥黄中礼和子参 有浓郁的太初先天灵气享用 敖天作为崇山世界之主 还能点击王母瑶池中的 江山设计图防品 如此一来 就只有任无极困守天庭 什么好宝贝也没得到 你少去聊拨他 我正准备进阶太乙金仙后期 才没那闲工夫 虽然这么说 但看他表情 就知道不可能 徐军明微微叹了口气 顶尖至宝可遇不可求 就算他有幸为任无极寻觅一见 都不知道去了 突然 一道七彩霞光冲天起 太乙真君 徐军明心中一震 二人对视一眼后 瞬间朝光芒传来的方向飞去 千里之地瞬间跨过 眼前的一幕 让两人瞪大了双眼 原本长在白羊崖上的七宝葫芦藤 此时悬光大放 浓郁的七彩霞光 遮蔽了整个造化灵岛 无穷的造化灵气 以及太初先天灵气 云集而来 盘绕百丈悬崖的老藤 笼罩在万丈神灰中 神圣无比 作为徐军明手中 第一种 进阶太乙进阶的灵根 七宝葫芦藤 已经进阶了两次次 牛吼般呼啸声响起 漆黑的节气滚滚来 不过虚余 就把整个七宝葫芦藤 所在的小洞天 挤得满满当当 灵根也跟修士一样 每一次进阶 都需要通过天节考验 但比修士好的地方在于 灵根 灵宝进阶指 需要度雷节 不需要过三灾八难 聚集了足够威力的 赤红色太乙雷 瞬间贯通天地 把整个七宝葫芦藤 笼罩在内 还未等雷霆绽放 一颗紫色的大葫芦 冉冉而起 所有的雷霆 瞬间被吸收殆尽 七宝葫芦藤 孕育七种葫芦 每一种葫芦 都对应一种属性 每一株七宝葫芦藤 七个葫芦的属性 都不相同 徐军明这株七宝葫芦藤 诞生了地 雷 鹰 羊 共计七个葫芦 第0839章 卧虎山除妖 落魂中神威 自从得到这七宝葫芦藤 它已经长了一茶葫芦 火云葫芦 雾土葫芦和神剑葫芦 是极品仙器 神木葫芦 玄鹰葫芦是夏品仙宝 纯阳葫芦和神雷葫芦 是中品仙宝 第二茶葫芦 因为葫芦藤的不断进阶 始终没有成熟 但这无损这葫芦藤的神威 每一种葫芦郁郁的神通 作为母体的它 都可以运用自如 刚刚收走天结的 便是雷霆葫芦郁郁的神通 掌握五雷 一道道雷霆落下 雷霆葫芦中 积蓄的雷电越来越多 当雷霆葫芦接近极限的时候 其他六个葫芦飞了出来 虽然只是神通所画的幻影 并非真正的葫芦 但威力却一样的强横 看着最后一道劫雷 被七个葫芦消磨炼化 徐军鸣松了口气 浓郁的造化灵光落下 在天结下 狼藉一片的葫芦藤 再次长出茂盛的枝叶 七朵脸盆大小的葫芦花 绽放七彩神光 极为漂亮 比起先前 七彩葫芦藤上的气息 强大了十数倍 再一次渡劫 就是太乙进阶大罗了 太乙真君道 徐军鸣点了点头 有造化灵池的造化灵气 以及黄中李提供的 太初先天灵气 太乙竟进阶比较容易 但想实现太乙进到 大罗进的月前 却艰难百倍 除非造化灵池 能更进一步 不然难了 太乙真君汗守候 你那分身 还在浮屠山妖狱 大帝之心 对崇山书院发展 注意极大 有机会 当然要换回来 黄丰山 浮屠山妖狱中 最大的暴族聚集地 数百万暴妖 在迎报大王的带领下 也曾称霸一方 但如今在卧虎山 青狮城和天狼山三方 老牌势力的围剿下 已经心流云散 曾经黄丰山核心所在的 天暴风 已经断成两节 坍塌在深谷中 周围较近的几座山峰上 残留着大战的痕迹 徐军民站在山顶 刚风呼啸而过 扯动一袍 烈烈作响 原本自然垂在脑后的黑发 此刻随风飞舞 折射出一丝狂野 心中一动 既然来了 就出来吧 光芒一闪 迎报的身影 从山石中升了上来 为什么 无论我怎么隐藏 你好像都能发现我的行踪 看了他一眼 心中多少有几分惊讶 能够从浮屠山秘境中 活着回来 而且还躲过了妖皇追杀 这本就代表着强大的实力 秘密 徐军民淡然道 撇了撇嘴 走到他身边 看着远处 一片狼藉的山谷 翘脸陡然变得愤怒起来 近在咫尺的徐军民 更是清晰地从他身上 感应到了强悍的杀气 半赏后 这股杀气 才逐渐收敛起来 还是先前的条件 一件极品太乙仙根 然后帮我扫除卧虎山 天狼山和青石城 到时候 大地之心就是你的 可以 不过 我要先拿到大地之心后 才能帮你扫除卧虎山 天狼山和青石城 徐军民道 原本以为他会拒绝 乃至到居然一口答应下来 看到他神色中的诧异 迎抱淡淡一笑 你要是背信弃义 我就把你拥有 大地之心的事情说出去 我黄丰山的下场 你看到了 如果你不想被全天下追杀 越少人知道越好 徐军民心中一颤 果然 女人很下心 确实比男人厉害多了 左掌一挥 一颗栽在浴盆中的桃树 飞了过去 子文盘桃 迎抱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你倒有几分见识 白了他一眼 你手里怎么会有这种灵根 不会是从天庭盘桃园里偷的吧 你问的太多了 大地之心拿来 不说就算了 一挥手 一枚古朴的愈合 出现在了掌心 看到他 这女妖脸上 终于露出了后悔 愤恨等复杂难明的情绪 片刻后 拿去吧 接过来 为了避免再像上次那样 他仔细用青铜镜检查了一遍 如同银河系般的巨大星盘 充斥着惊人的太义先天灵气 这是一个完整的太义级别大地之心 喜悦之余 连忙收了起来 有了这东西 崇山书院的底蕴 又强了几分 现在东西 你已经拿到 也该跟我一起实现慰敬的承诺 徐军铭点了点头 你带路吧 迎报汗手后 冲天起 顿光之快 令人咋舌 徐军铭脚步一脉 瞬间追了上去 看着背负双手 神态轻松 坠在身后三丈处 不近也不远的徐军铭 迎报心中暗暗吃惊 他这星光顿法 速度之快 不比孙悟空的金斗云逊色 但任凭他如何催动 也难以把对方甩开 这样也好 有了他的帮助 扫平三山 就更有把握了 卧虎山 青石城和天狼山中 最近的就是卧虎山 不同于豹族 虎作为百兽之王 成妖者极多 所以 卧虎山 只是诸多虎族实力中较大的一只 远远算不上全部 即便如此 卧虎山中也有近百万虎族生存繁衍 比起占地十万里的黄蜂山 卧虎山要大出十几倍 方圆千万里之内都是卧虎山势力范围 除了在浮屠城 你见过的黄虎大王 卧虎山中还有黑虎大王和白虎大王三位太乙玄仙级别的高手 现在黄虎不在 剩下两位 我们一人一个 卧虎山中的福财怎么分 好歹也是成立数万年的妖族大势力 积累的财富肯定少不了 东西归你 我只要他们死 言语中满是痛恨 徐军明淡淡一笑 他就喜欢这种为了报仇不顾一切的家伙 看着前方仿佛巨龙盘卧 巍峨连绵的群山 徐军明大秀一挥 走吧 一人一妖 刚进入卧虎山范围 就被巡山的虎妖发现了 来者止步 此乃卧虎山领地 闲杂散妖禁止靠近 一对六头身穿皮甲 手提长刀的虎妖 出言警告 并警惕地围了上来 迎报神色不变 右手一挥 强横的锐气 闪电划过 六头虎妖还未来得及开口 便已伸手一出 一连杀了六七对巡山的妖兵 终于来到了卧虎山核心之地 拦住一心报仇 不管不顾的迎报 不能再往前了 否则被阵法封住 你我会陷入险地 迎报胸虽大 脑袋却也不傻 深吸了口气后 停下脚步 双手掐绝 背后现出巨大的迎报幻象 修长的报身 流线型的肌肉 圆润的头颅 绽放星光的皮肤 如果徐军明也是一头豹子的话 肯定觉得他美到了极致 报口张开 一道巨大的闪电 横跨百丈 重重地打在阵法上 轰然巨响之余 一个覆盖百里地狱的庞然大阵 完整地浮现出来 这灵力的一击 瞬间惊动了整个卧虎山 受到强横的顿光 从最高的山峰上 飞驰而来 来到镜前 从顿光中 献出三位身材高大 讹升神文的壮汉 你们 迎报大王 看清来人的形貌后 三头太以天仙境界的虎妖 瞬间认了出来 你们给我去死 伴随着立鹤 巨大的环撞闪电 直接从背后 迎报幻象口中喷出 刚猛的闪电 仿佛潮水一般 迅速淹没了三虎妖 咔咔咔 雷霆巨响响彻环宇 太以天仙跟太以玄仙 差距太大了 如果没有强力的上品仙宝 根本挡不住 仅仅一个照面 最前面的虎妖 就已经被迎报寒怒一击 打成焦炭 剩下的两个 虽然得以活命 但也身受重伤 狼狈地逃回阵法中后 才得以活命 但整个卧虎山都 已经被这巨大的动静惊醒了 成千上万的虎妖 从山川河谷中飞了出来 不过片刻 已经把两人紧紧围在了中间 好 伴随着震天动地的虎啸 两道灰红的妖气 从阵法中飞驰而来 虚余间 便来到两人身前 左边盾光中 走出一个身穿黄色铠甲 手持大关刀 身高近丈的黄脸巨汗 右边盾光中 走出一个身穿白色铠甲 手持巨刀 身材雄壮的女性虎妖 银豹 没想到 我们没去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把东西交出来 我留你一条烂命 再给你找个我虎族的汉子 保证让你夜夜当新娘 周围的虎妖随声附和 白虎大王说得对 把这婆娘留给我 我肯定让她爽到天上 乌生会与在耳 愤怒到极致的银豹 反而冷静下来 只是眼神中的冷意 洞彻心神 让人不敢直视 我要宰了这个混蛋 那边的臭男人交给你 还没等徐军民开口 已经闪电般冲了上去 臭男人 那是虎妖好不好 看着凶横的目光 朝自己射来的黄脸巨汗 徐军民淡淡一笑 他的本尊修为 如今已经是太乙玄仙圆满 作为有极品仙宝 作为平衣的分身 实力自然也更强了 伸手一指 一口黑色的铜钟 滴溜溜出现在半空 不过片刻 指度大小的铜钟 已然变成了千丈之举 第0840章 强诀狮子后 霸道青铜剑 动 黄中大旅般的钟声 仿佛海巢一般冲向四方 但凡被这钟声触碰 便会神魂摇落 法力散乱 难以自持 不好 黄连虎妖心中一阵 下意识地催动防护仙宝 但还没等他动手 白皙的手掌 已然从背后伸了过来 胡天道法 念头刚起 只觉神魂俱阵 意识彻底沉沦 周围那些修为更低的虎妖 更是仿佛割麦子一般 纷纷倒下 这壮观的一幕 让刚刚准备拼杀的 白虎妖和银豹 看得目瞪口呆 大袖一挥 天空中裂开一个 直径数千丈的黑色大洞 无穷犀利散发 所有昏迷的虎妖 一股脑全都吞了进去 顺手把黄连虎妖 抛进黑洞后 屈指一弹 黑洞消散 徐军明看着满脸震撼的 白虎妖和银豹 拍了拍手 我的任务结束了 脚步一脉 恍若无误地穿透阵法 直朝沃虎山中枢之地飞去 他要去刮地皮 顺便看看 有没有什么 让他感兴趣的东西 两个时辰后 徐军明坐在 宽敞的沃虎山 议事大厅中 手里把玩着三十多只 一指长 形如龟鳖的虫子 这是他在 沃虎山宝库中发现的 虽然比不上间谍 石光蝉 空青蛇 这些顶级的灵虫 却也是 其虫榜上有名的存在 瞌睡虫 这种太乙上品 灵致简单的虫子 能让太乙玄仙陷入沉睡 徐军明之前 只在一些介绍奇物的书中看过 真正见到 还是第一次 简单计量后 还没等收起 一股煞气 从门外飞来 抬头一看 银豹拎着一个 血淋淋的白色虎头 飞了进来 俏丽的脸蛋上 满是拼杀后的力气 缓缓起身 两个时辰 看来你的实力还不错 银豹死死地 盯着对面的男人 你的修为 绝不仅仅是太乙玄仙 这重要吗 伸手一招 虎头没入他掌心 消失不见 走吧 去青石城 身体轻飘飘地出了大殿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银豹脸上 力气缓缓消失 深深吸了口气 体内灵光迸射 浩荡的雷霆 把卧虎山核心全部毁灭 看着脚下倒塌的山峰 徐军铭摇了摇头 没有多说什么 很快银豹追了上来 我承认你的实力超出我的预料 不过 青石城的城主 青石王 是太乙惊险 实力强大 你最好不要掉以轻心 你既然知道 青石王实力非凡 我又是太乙玄仙的修为 却仍然选择 让我跟你一起报仇 可见你手里有底牌 足以斩杀那青石王 银豹脸色微变 他确实有底牌 但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轻用 若是你舍得让我看上眼 那青石王便交给我处置 银豹犹豫半赏 此话当真 当真 银豹微微吸了口气 真而重之地从法袋中 拿出一枚玉盒 朝徐军名递了过去 接过来打开 内中一枚灵符出现在眼前 精修雷法的他 从中感受到了 强横的雷道神韵 大罗雷符 银豹一把夺了过去 小心地收起 东西 你也看了 青石王你来对付 那雷符古意盎然 其中 雷径已经消散了很多 显然已经不少年头 你从哪儿都来的 这是我们黄蜂山密传雷符 徐军名淡淡一笑 黄蜂山真有这样的底蕴 也不至于被灭掉了 不过 既然答应了银豹 满足了好奇心的他 也信守沉默 一人一妖 一前一后 飞出卧虎山所在后 眼前出现了大片的草原 此地为天悦大草原 南北纵横千亿里 东西纵横一千八百亿里 统治这片草原的 便是青石城 不管在哪个世界 师族都喜欢住在草原上 飞驰两久后 前方出现了一座 完全用石头累气而成的 巨大城池 城池十二门旁边 各自趴附着两头 巨大的雄狮石雕 这石雕双眼放光 显然并非摆设 傀儡 精通天公道的徐军名 瞬间看透了这些石雕的本质 来到青石城后 迎报这次不像在卧虎山 始终落在徐军名身后 一副你先出手的样子 看他如此 徐军名也没多说什么 既然答应了他 就说到做到吧 伸手一指 青石城上方 忽然出现了一根千丈长 三百丈粗的巨大手指 右手按下 这手指也飞落下来 吼 庞大的狮吼声响起 那蹲守城门两侧的 二十四座庞大的石雕 忽然活了过来 带着惊人的气势 冲天起 碰 晴空俱阵 二十四尊傀儡 被徐军名一指戳爆 残余的止境 重重地打在护城法阵上 咚的一声 阵法剧烈波动 光芒大放 煞石间 仿佛捅了马蜂窝 倒到顿光 从城池中冲了出来 快看 是黄蜂山迎爆大王 当初黄蜂山大战 迎爆栗战群雄 很多青石城的高手 都见过 让开 雄魂的呵斥声中 狮群让开了一条通路 一个身高丈6 通体电轻 尸鼻阔口 满头棕发的披甲大汉 昂首阔步 在众人簇拥下走到前面 先是看了眼徐军名后 目光定在了后面的银豹身上 银豹 这就是你找来的帮手 实力看着 也不怎么样 银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后 转过头 他就是青石王 你可以动手了 徐军名神色平静 伸手一指 落魂中再次飞了出来 动 浩荡的声波 仿佛海浪般四下奔流 青石王脸色一变 强大的神识敏锐地 察觉到了这终生的诡异 深吸一口气 身后现出万丈青石幻想 吼 巨大的狮吼 穿云烈石 滚滚而过 佛教以狮吼为神通 可见狮族巨吼的威力 徐军名的落魂中生 轻易被滚滚狮吼碾压 澎湃的音波 仿佛长江大河 直朝两人碾压过来 看着惊涛骇浪般的狮吼 徐军名心中一动 一口雷霆缠绕的苍青色巨骨 从背后显化出来 天雷骨 本来 徐军名准备赐给弟子用的 后来因为 暂时没有合适的宝贝 强化分身的实力 便重练天雷骨 如今已经是十二道静止的 极品仙宝 哼 天雷鹰的威力 丝毫不下于青石王的狮吼 庞大的音波 仿佛两头巨大的猛兽 疯狂地厮杀在了一起 极品仙宝 怪不得敢杀到我青石城来 不过别以为 就你有极品仙宝 青石王一挥手 一个椭圆形的仙宝 从他头顶三尺飞了出来 看我 狮王阵 吼 背后金狮幻象怒吼出声 椭圆形的仙宝 瞬间化作万丈 滚滚声波 被这椭圆形仙宝加持过后 威力提升几十倍 一道直径数百丈的白色雾抱团 疯狂向前 周围空间出现了巨大的褶皱 这一击的威力 让徐军鸣瞬间色变 他绝没想到 这喇叭状的仙宝 配合狮子吼 居然发挥出了如此惊人的神威 不再犹豫 右手献出一柄秀气斑斑的青铜断剑 催动静半的法力灌入 青铜断剑最底层的静置亮了一下 一股让人心惊肉跳的凶悍杀戮之气 冲天起 下一刻 一道霸天绝地的强悍剑光 仿佛东方日出时的那一道光 以超越常人想象的急速 一闪而过 虚余间 吼声消止 滚滚声波 靠着惯性前行摆战后 瞬间爆碎 激荡的风声中 青狮王仍然保持着先前的样子 横眉怒目 吼声如雷 这是何等领宝 徐军明摇了摇头 很遗憾 我也不知他的性命 惨笑一声 表情瞬间凝固 吃吃 鲜血喷洒 光芒一闪 献出原身 足有九千丈之巨的青狮王 从中间裂开 瀑布般地滚烫血液洒下 染红了苍穹 那喇叭状的极品仙宝 也裂成了两半 观战的妖族回过神来 瞬间炸了窝 徐军明伸手一指 半空中裂开 数千丈宽的黑色大洞 无穷吞噬之力散开 把周围的狮族 连带青狮城 一口吞了下去 一切完成后 喘了口气 转头看着 木凳口袋的银豹 接下来可以去天狼山了 银豹打了个机灵 瞬间回过神来 脱口出 你那青铜断剑 可是大罗陵宝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脚步一脉 朝天狼山锁再飞去 银豹连忙追了上去 我能看看你的断剑吗 你觉得呢 能 你脸真大 我用秘密跟你交换 不稀罕 脚步一停 转过身 冷冷地看着银豹 再啰嗦 我就用它斩了你 回想刚刚那一剑 斩杀青狮王的神威 银豹心中一哆嗦 它就算底牌尽出 也未必能从那一剑中活下来 看着远去的背影 可恶的人足蛮子 天狼山只有两位太乙玄仙 比卧虎山更弱 再加上一个天狼王外出 剩下一个赤狼王 根本挡不住徐军明和银豹 你不是想报仇吗 以现在天狼山的实力 根本挡不住你 所以 这一场我就不出手了 你自己去扫平天狼山 徐军明道 不行 你答应我的 要助我扫平天狼山 不能说话不作数 徐军明转过身 看来 所谓的灭族之仇 在你这里 也不算什么 你 哼 我自己出手就我自己出手 看着主动飞到前方的银豹 徐军明淡淡一笑 这家伙自从建设了他那霸道的一见后 言谈举止间老实多了 果然 霸道的手段最有效 天狼山纵横八十万里 主风天狼风是其核心所在 当天狼山已经隐隐在望后 徐军明心底突然升起淡淡的不安 而且随着距离天狼山越近 这份不安变得越发强烈起来